求老师慈悲啊 求先佛庇佑啊 那个过程啊 是都有的 那后来 慢慢的火势 渐退了 那火势渐退了之后呢 人火发觉到说 还好 刚好这个牧区的牧草 通通烧完 其他的 没有跳到其他的 这个牧区去 也没有 危及到其他的 这个树林了 哦 那时候的是放了一个 一百二十的心啊 安下心来 安下心来 想要走进牧区啊 我父亲的凤 要去祭拜啊 结果发现了 被我烧过的这些牧草堆啊 那个灰烬啊 还很热 你根本没有办法走下去 穿了那个雨鞋一走下去啊 雨鞋被融化掉了 所以没有办法进去扫墓啊 那那时候呢 已经下午 大概四点多了 我想说 夜色 天色啊 降降 渐渐呢 也暗下来了 我必须呢 赶快离开 因为我家住在云林 我回去高雄扫墓 这是一趟 不短的路程啊 那结果呢 我就在 这个路旁边啊 用摇记的方式 摇拜的方式 来记住 根本就没办法扫墓 因为 我父亲的墓的旁边啊 这些树木 这些杂草 通通被烧化殆尽了 我一想 这一次 不晓得又要造什么孽了 又要犯什么过了 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在那里 祭拜一拜之后 扫帅的收拾 就回家了 那回家呢 就要回到家的时候 没想到 手机就打了 谁打的 当然就是 冤亲在所打的 这个 警察局啊 找到我的车牌 找到我的联络方式 然后就问我 是不是高雄 那个地方 有一个牧场 你是不是有去那里放火 我就说对 那现在呢 苦主呢 已经找上门 在警察局等你 希望你 回来说明一下 我都已经快要回到家了 那那时候呢 我想说 烧得很干净 可是呢 应该没有波及到明家才对 但是呢 没想到 还是波及到明家了 那波及到明家 那个明家呢 那个老板啊 当然非常生气 那非常生气 这一次呢 又抓到人了 他记住了我的车牌号码 当然他就不会放过我 我又匆匆地赶回去 高雄的桥头那边 警察局 结果呢 跟那个苦主啊 就那里谈 那我千万拜托 希望他能够谅解 那么我希望呢 能够呢 用这个和解的方式 那因为我自己呢 也没有钱 也没有什么存款 希望呢 他能够放我一马 这个和气生财啊 但是呢 这位苦主啊 他说呢 他每次被人家烧啊 没有一次逮到人的 这一次呢 终于被我逮到 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 所以他要求的 这个赔偿金啊 相当的高 那我千拜托万拜托 怎么求 几乎呢 身泪俱下 求他呢 希望能够呢 不要收这么高的赔偿金 他一开口就要 要我赔十万 我那时候不晓得 我那时候不晓得 要怎么赔这笔钱 对我来讲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但是呢 因为怎么求都没有用 他就是要你赔 而且呢 他势在必得 那么你可以不用赔他 但是呢 你必须上法院 你必须呢 去讨法院的通告 那更加的 身心不安 更加的 身心劳苦 那所以没办法 我在跟他呢 没有办法协调之下 我只好答应他 就赔他十万块 那这样我才可以回到家来 那么我在一个 很快的时间 当然用尽各种方法 去筹钱 筹到十万块 去拿给他 那到一直到现在呢 当然就 平安无事了 躲过了一劫 那么我仔细想来啊 这个事件 让我一个 得到一个很好的反省 那就是呢 你欠人家的 一定要还 不管呢 对方用什么方式来跑 那么你要还呢 你就是要还 那么 当冤亲在主 不愿意原谅你的时候 那么你还是要还 因为呢 你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加注在他身上 所以他今天用这种方式来讨回来 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 想尽办法去还他的钱 那么 那我想到 当我们 累劫累势这样轮回 来到这个人世间 我们欠的这个冤亲债主到底有多少 钱大概是不计其数啦 那生命呢 这种病体 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呢 或者是说精神上的 这种伤害呢 到底有多少 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所以世间上 有这么多 这个因果的讨报 在我们的肉体上 在我们的精神上 在我们的事业上 我们的前途上 给你各种障碍 给你各种打击 这个都是的 我们过去是所欠人家的 那么你今天 如果你不知道 喜心敌令 从这个心 来下功夫的话 你会产生更多的怨对 更多的不满 甚至呢 对这个世间呢 产生更多的 这种憎恨 你贪嗔吃的心呢 并不会因为因果的讨报 而让你更减少 反而更加增多 那这个喜心敌令 就没有做到功夫 你没有修行 你没有修行 境界就转不过来 你还是要继续 受到各种因果的讨报 各种冤亲债主的障碍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这个事件 让我了解到 我们今天欠人家的 在这一世 就要赶快还清 想办法去还 无论 如果就要赶快去还 再拼命 再努力 都要把这笔账来还清 那人家欠我的呢 你就把它忘记吧 就不要再讨了 不要再要了 因为因果 循环啊 报应不爽 那么你如果还要 希望得到别人 的回报啊 那么你下辈子 不是还要再来吗 你不是还要 还要 来承受这个果报吗 虽然是善果 虽然是人家要给你的回报 但是呢 你还要回来应他啊 你为什么要应他呢 你不要应他啊 你这一次你就 让他断掉了啊 不要应他就是 但是我不要 我不要你回报了 人家欠我的 现在人家对我的批评 指责 骂 骂 要求 这些呢 我都能自知度外 就不要战役了 不要 不要去 去应他 那 那人家对我 要 要有什么 人家有欠我什么 我也忘记了 不要去 不要去讨了 好 这个是我们 洗心敌律上 一个很大的 一个作为 那这个 这个 放火烧烧木草 这件事情 让我了解到 当你面对 这些冤亲在主 他用各种 极穷凶恶极的状态 来跟你讨报的时候 你都要心甘情愿的 来接受 因为这个就是你欠他的 所以呢 当我们能够把这个信念转过来 我们不是就可以过得很自在 很快乐 很祥和吗 今天我受到的委屈 是的 那个是我欠人家 今天呢 我得到了一点点的好处 这个呢 也不需要高兴 因为这个都只是六道 沦尔的一个过程 我不要这个过程 我要回听做佛了 人世间的这些因果千禅 我这一世呢 就要把它断 断清除 这个才是 真正的洗心敌律 那所以清静心 他讲到 人神好轻 而心扰之 人心好敬 而欲千之 常能浅其欲 而心自敬 承其心 而神自清 自然六欲不生 三斗消灭 清静心这一句话 已经讲得很 很透彻 我们的神 这里的神 就是讲我们的 性而言 我们的自信 本来是清静静静的 那么呢 因为呢 心 来扰乱这一份清静 信的 这个作用在心 那这个心呢 是真心的变化 那也是一种 很和善和善的 很祥和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可是呢 这个心呢 会变动 一念不觉 而有无名 这个变动呢 就是扰乱了 我们的性 那这个变动是 因为欲 有这个欲望 有这个攀缘 于是呢 心就不清静了 所以 他说心好静 是因为 这个心是属于真心 真心是 是静的 可是呢 当一念的无名 产生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 精静 所以呢 如果说 能浅其欲 而心自静 成其心 而神自清 浅其欲 就是对于世间的 各种因缘 通通把它放下 对于世间的 这些 妄想 分别执着 通通把它放下 那么呢 你的心自静 心就会清静了 你的性呢 就会 你的神呢 就会达到清清 白白 如如不动的 那个本体 他说 六一不胜 三堵消灭 你能够 掌握到 这个如如不动的 本体 外在的这些染源 自然没有办法 来侵害你 所以说 回心所现 回事所变 这个是佛家 华言经里面的话 回心所现 心是会现 现那个样子 可是现那个样子呢 是呢 就好像禁止一样 你善来就现善 恶来就现恶 那回事所变呢 就是将心所现的 这个样子啊 它会产生变化 这个变化呢 是欲望造成它变化 是世间的各种源 造成它的变化 那么你去攀援了 你有这个欲望了 结果就变化了 变化就没有办法 回到 清静静静的 本来面目 那么我们今天 洗心敌律 就是要透过这个法水 透过这个法音 透过这个道场的 这些生教 言教啊 将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律 敌处掉 清静掉 清静起来 清静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突破那个六道轮违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 它的本源是什么 回归到最原来的面目 原来我就是佛 我就是圣贤 那所以呢 人心 人性好清静 这个清静是我们的 本来面目 是信德的流露 如果我们没有 这个信德的流露 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是佛 所以现在众生 并不清楚 自己是佛 他的佛性 在他的身上 并没有减少 他跟圣人的心性啊 也没有缺少 圣人也没有比较多 他也没有比圣人少 但是呢 他并不清楚 他就是佛 他可以成上成弦 我们今天 跟众生最大的不一样 是相信我可以成佛 我可以成圣 我可以回归本来的面目 这个是伟德 我们最大的资料 这个相信 民师所说的话 相信佛所说的话 我们照着佛 照着民师的话来做 那么我们一定呢 也可以成就 本来的面目 这个就是 民师这一指的可贵 那可贵是非常的可贵 这个贵呢 是没有办法用金钱 用数目 用什么价值来衡量它 所以我们说 法身贵命 这个贵命是无穷 老师给我们这个无穷的贵命 开启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是无限的珍贵 我们可以处在这种永恒的状态 真的是如如不动的 如如不动的性体 我们继续洗心敌律 这段经文 那么三教 都在强调 心跟性的关系 修行一定是从心性下功夫 那如果没有从心性下功夫 那这样修行呢 是错用功夫 所以儒家 讲纯心养性 佛家 讲明心见性 道家 讲修心练性 你看这个三教所讲的 通通在心性上面做功夫 那可见呢 心性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依据 那么我们心性 性本来是清静的 心本来是光明的 那现在呢 我们必须呢 我们必须呢 存心养性 修心练性 明心见性 才可以让自己 心有太多的 有太多的那种杂念 那种妄想 还有呢 烦恼 那这些呢 都是要透过洗敌的过程啊 将这一种烦恼啊 把它净除掉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遇到太多的人情事故 那么这些人情事故呢 都必须我们能够用智慧 去跟他圆融相处 那么有困难障碍呢 要想办法把它化解 那化解最好的方法 当然要懂得回光返照 要懂得返求诸己啊 任何的障碍都不在外面 而在自己的里面 那也只有自己的内在呢 能够清静 能够洗敌啊 我们外在才有可能呢 这样心想事成啊 所以儒家讲 忍者无敌 那忍者无敌 这个敌人是谁 那敌人呢 当然就是会障碍你 会阻拦你的人 可是一个忍者呢 是没有 没有这种敌人的 因为即使敌人现前 他也不会把他当成敌人看待 他会想办法 把他调伏 把他圆融 把他婉转过来 那事情呢 做得非常圆满 所以在忍者的面前 没有人 没有事物是跟他对立的 那因为没有事物跟他对立 所以呢 他也没有烦恼 也没有牵肠过来 他跟人 大众 跟所有的一切 万事万物 都是一体的 那所以你会计较什么呢 如果都是一体的 当然就没有什么好计较了 所以左手不会跟右手计较 头不会跟脚计较 那就是因为 这个都是一体的 但是呢 要修到这样的 一个境界 那是一个 很高的功夫啊 所以必须在生活上 一次又一次的 洗涤 将我们的心呢 一次又一次的进化 我们才有办法 才有智慧 去知道这种真理 甚至呢 将这个真理啊 落实在生活上 那所以 是非常不容易啊 我记得 以前开车的时候 在夜晚 那开车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碰到 这种没有路灯的路段啊 都会开长色灯 那这个长色灯呢 你这样开起来 当然是很方便啊 可是呢 一遇到 对面有来车的时候啊 那么你必须的 把它关掉 那这样开开关关啊 这样也造成一种困扰 那所以呢 当你在开车用长色灯在开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对方的来车 被你的长色灯这样一照 那它是很不舒服的 而且呢 它没有办法看到远方的这种路径 所以它开车呢 变成会变成会变成为战战进京啊 那这个是 你开长色灯 所造成的 那么对方的不舒服 可能马上就会反映在你的身上 因为呢 它也开长色灯来照你 那你也变得不舒服 变得看不到前面的路段 那你开车呢 也要呢 战战进京啊 所以彼此都不舒服 那想到这样 我们又何苦来灾啊 所以 每次 我一想到要开长色灯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对方也会开长色灯来照我 所以呢 现在呢 我晚上 开车不管在什么路段 我都不会再开长色灯 那即使有开呢 看到对方的来车啊 马上就关掉 那实在 真的是很少人的路段 不然我不会开长色灯 那么即使对方呢 用长色灯这样照我 我也绝对不会再把它反射回去 因为我知道 这一切呢 就是因果 你造成 别人的不方便 你给自己方便 那么 别人这个不方便呢 迟早会反射到你的身上 只是呢 反射的快慢 这样而已啊 那所以 用这个例子啊 你可以想到说 我们生活上有太多太多 这样的例子 你要退一步啊 为别人着想 不要只为自己着想 为自己着想 那就是恶 为别人着想 那就是善 这个是古大德 不断在强调 一直在教我们的 那么喜新敌律呢 也是在这样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在为别人着想 为众生着想 为整个大环境着想 我自己 我自己只是一个 小小的人路而已 我没有什么 一切呢 以大众为考量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种 心境上 升华的功夫 心境上 这个 洗涤的功夫啊 但是我们知道 要做到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 要有相当的境界 我们曾经讲 有真人 而后有真知 这句话呢 是庄子的话 那么有这样的境界的人 他才会做到 这样境界的事情 那如果说 你对于事项理 道理上 的这种了解 你没有达到一种 深刻的体认 确切的认知的话 你是不会做得出来的 像开长射灯 这种是小事 还有很多 很多的这种生活的 烦恼跟障碍啊 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必须呢 设得去把它化解 而不是消灭对方 或者是说打击对方 你一定要想到说 今天我会 生起这样的障碍 有这种烦恼 那肯定呢 是你以前 曾经这么对待过它 你曾经照过一种因 所以呢 现在别人来障碍你 那有没有可能 是这个 这个时候才产生的这种因呢 当然是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产生了因 那么你要想的 以后的果 我的承受呢 可能会更加痛苦 所以当这个因 要产生的时候 你就不要让它产生 那么就不会有果 那么不要让它产生了 就是 你的面前 永远都没有对立的人 永远都没有 障碍你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做到 忍者无敌啊 障碍你的人 让你心生烦恼的人 它有可能的 是用这种方法 要来提升你的境界 所以呢 你必须呢 欢喜的面对 对于这种烦恼障碍啊 你要淡然处置它 那我记得 以前 在私人公司上班 那么只要是 要去向会计领薪水的 那么我 这个会计啊 都会对我另眼相看 它就会在这个 领薪水的时候啊 就标然你 然后呢 阻碍你 让你呢 不能够好好的 领自己的薪水 那因为我碰过 不少这样的例子 那我在想说 奇怪 为什么 我在每一家公司上班 去跟会计领薪水 或者是 要去申请钱 都会有这么大的障碍呢 甚至你自己的薪水 也领不到 也不愿意呢 这样的 自自然然的给你 现在当然是 直接转账 那以前 有一些旧公司 老公司 他还是用这种 会计的系统 那真的很麻烦 那所以呢 我懂得这个道理之后 每一次呢 只要遇到 这种又障碍 我让我领不到钱 我就知道说 我以前呢 已经一定了 跟钱 有过节 甚至跟这个人 有过节 我个人的福报 很差 即使到现在呢 也没有一个 安定的一种 经济生活 那所以呢 曾经在卵堂 有先佛 告诉我 那可能 那是因为我 以前啊 偷过庙里面的钱 所以呢 这辈子 就经济收入上 就非常的拮据 那我相信这个说法 因为呢 如是因如是果 我这辈子呢 要从人的口中 口袋之中 或者是从人的手上 拿到别人的钱 那真的是 非常的困难 那即使辛辛苦苦 要去赚别人的钱 也是非常难赚到 那这个 就是 我的过去是 曾经在这方面 障碍过别人 烦恼 烦恼过别人 而且呢 也不给人家钱 甚至呢 偷过人家的钱 所以呢 我跟钱 有过节 在这辈子呢 钱也不会 轻轻松松的 让你拿到 那么跟人也有过节 你也在这方面 刁难别人 障碍别人 那所以呢 不管走到哪一家公司 都会有这样的人 借着这样的事 来磨练你 那么 讲到喜心敌意这句啊 我就知道 如果说 我这个信念 一直没有把它提升过来 一直没有把它转过来 那么我这个事情啊 一定 持续不断的会见到 即使你走到哪里 都是一样 还是会见到 所以我就试着 用 佛所说的 试色法 你就要跟 对方啊 常常布施啊 常常送礼啊 那常常呢 好言 好语的 对待他 诚心敬意的 对待他 很有礼貌的 对待他 那么这个 举动啊 只要做久了 对方也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所以 以后呢 你要向他领钱 当然他就不会障碍你 好 所以呢 你知道这个事情啊 完全是自己 所以当你有幸 能够听到后雪的故事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想想 你在什么方面 总是呢 会遇到障碍 总是会遇到磨难 而且同样的事件呢 不同的人 一直在磨练你 一直在阻难你 那么你要知道 你就是这方面 没有过关 所以呢 你必须在这方面呢 有所进步 有所提升啊 那你想要自己进步 想要自己提升 就是在道之中子 洗心敌律呢 这句话 好好地下功夫啊 那如果你没有从这里下功夫啊 那么你在做什么样的努力 都没有用 你那个诚心敬意 没有办法升起啊 那么即使你用四色法 还是一样 只是做到表面的对待 你不是真心的 不是真心的 要改变的力量就很小 所以我们到场 他讲忏悔 他讲感恩 他讲呢 这个沉静 那这个呢 都是从 我们心心上下功夫 古大德 教我们 不而过 言诽的不而过 这个是最好的榜样 同样的过错 不会再犯第二次 在荣语里面记载 只入闻过则洗 语言语文善言者败 先贤止路啊 听到人家在指着他的过错 他就很高兴 有人愿意告诉他的缺点 他很欢喜地接受 大语呢 听到人家在讲善言善语 他就 会立刻跟他做仪 跟他顶礼 很喜欢这样的善言善语 那么可见呢 这些古圣先贤啊 他们都用很好的 这个身教的例子 来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从心地上 好好的来下功夫 来做真忏悔 真感恩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 对得起 这些古圣先贤 对得起 诸天先佛 对得起 民师啊 你看我们 民师 将这个大道 那么宝贵的大道 传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 超生了死的 秘法 那周天先佛 苦口婆心 不断的来告诫我们 不断的来点醒我们 指出我们一条公民的绝路 结果呢 我们都没有在 这个根本上啊 好好地下功夫 那结果呢 那个境界转不过来 你的障碍 你的烦恼 还是依旧存在 那表示呢 你这个 关 没有及格 那没有及格 你如何去完成 你的愿力 聊你的业力呢 你又如何能够回天呢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关呢 你一定要在这里 就要过关 在此时此刻 就要过关 如果有天命 有民师 有大道 已经传给你了 你都还不能够过关 那么 你要等到哪一节 哪一事 才可以过关呢 所以真的要痛下狠功夫啊 即使自己 受再大的委屈 都要呢 把他忍 忍下来 不要让他呢 能够过关 记得佛曾经讲 一切法得成于忍 这个一切法的修成啊 就是从这个忍制 下功夫 那这个忍 不管是 怎么样的忍 大忍小忍 还是呢 真忍假忍 你都要把他忍过去 那即使呢 你事后呢 反悔事后发现 那么你当时 把他忍下来 那就是一种功夫 要忍到呢 无声法忍 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你升起 整这个念头 那么到那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的 逍遥自在 那所以 修行 要从起心动念 来修起 我们的起心动念 就是我们的一个轮回啊 一个动念就是一个轮回啊 所以如果不知道 从起心动念来下功夫的话 那么我们的轮回会不断 我们想要跳出六道轮回 那更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不断在重新制造轮回的业因嘛 那么有这个业因 我们如何能够跳脱的出来 今天我们要讲 回归旅天 超生了死 那不是口头讲一讲 那不是老师这样点一点 你就可以回去了 没有那么简单啊 你必须真发心啊 真力行啊 你要为一切的众生 而努力 你要对于生活上 一切的人事物啊 你都要能够忍得过去 还记得白忍成军 那个故事吗 所谓跳得过 只忍不过 这个故事呢 也很有启发性 那么白忍堂 是唐朝 张公义 这位大德 他命名的 一个唐名 那么他会发愿呢 自己要忍一百件 的事情 要让自己达到 白忍的功夫啊 那么就在他 忍到第九十九件的时候啊 最后一件事情啊 那是很大的考验啊 他要娶媳妇 他要娶媳妇 他的儿子要娶媳妇 然后呢 那一天 有人 来跟他要 要这个媳妇 这个媳妇 让我娶 你们不要娶 要跟他要这个人 那这种事情 谁可以 忍得下去啊 娶媳妇 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说 你要就 你要的啊 尤其是古代那种环境 那可是呢 这个张公义啊 他想到说 他这个是最后一件事 所以呢 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忍过去 忍过去呢 当然就是 要把这个媳妇啊 让给别人 那他呢 在思索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他就 让这个儿媳妇啊 跟他呢 在同样一个房间里面 他也 暂时不把儿媳妇 让给别人 他又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呢 听说呢 就想到快 凌晨的时候啊 这个张公义啊 就想通了 他觉得说 他应该 再完成 他的忍道 所以呢 这个儿媳妇啊 并不是一般的人 他变成一个金人 金色的人啊 就出现在 他的眼前 当他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这个媳妇就变成一个 小金人 那张公义得到这个金人啊 才知道说啊 这个事情就是在考验 他的忍道 是不是能够 是不是呢 能够成就 后来他把这个小金人 把他 供奉起来 然后呢 就告诫自己 要白忍 存金 所以忍过一百件事情之后呢 所有的事情 都变成可能的 所以白忍 存金这个金的意识啊 就是能够达到 如愿 睡意 你可以达到你的想法 你的理想 那这个故事呢 就一直流传下来 那现在我们说白忍他 就是代表张公义 张家 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讯事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尽管啊 带点传奇性啊 我们把它思索一下 会发觉到说 其实这个就是 要告诫我们人啊 真的一切法得成于人 尤其是修道人 那如果能够在一切事项上 都能够忍 那么你的 喜心敌律的功夫啊 就会 更上一层境界 更健 这个一层的功夫啊 所以从根本修 事实上呢 就在心这里修起 那么 你看到忍这个字 心头上插一把刀 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所以很难的 你要从难处下功夫 那更是男人可贵 所以真正体悟到的人 才有办法了解这层道理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 所以你真正体悟到了 你就会做出来 那你做不出来 就是你还没有体悟到 你看古大德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 都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贴切 那所以我们忍悔 我们改过 以前的种种错误 种种的过错 我今天起来 我就不能够再犯了 以前的习近毛病 我从今天起来 也不能够再犯了 这个就是我要 行我的忍道的功夫 如果说你今天修行 你发心了 要改毛病 去脾气 你要洗净敌律 但是呢 你的脾气毛病 还是没有办法 改除 面对境界 面对这个这种现象 出现的时候啊 你还是按照你的脾气毛病 那表示呢 修行没有功夫了 你不能够转境界 你的心不能够转 那你境界就不能够转 所以境界是由心来转 我们说像由心转 像是整个大环境 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脸 我们的面貌 它的转 一定是从心里面转起 你单靠这些外向上的转 能够转的也是有限 治标不治本 那所以 今天我们面对 我们生活上的各种障碍 各种烦恼 一定要记住 从心向上转 我们面对 天地的灾难 天地的结束 也要记住 从心向上转 我们不断在强调 现在世界的灾难 都是我们的心 硬化出来的 佛经更直接的告诉我们 贪心 造成水灾 撑心 造成火灾 吃心 造成风灾 所以世界的这些天灾地变 都是我们的心印出来的 像现在 地球暖化 全球的气候越来越热 所有的冰河 渐渐在溶解之中 那这种变热的现象 就是人的撑心 人的那种愤怒 怨度 人的那一股那种恨意 造成今天地球的暖化 这种事情谁会知道呢 只有佛说的明白 如果我们今天 不是从心上面去转起 你光光靠这些科学家 要改变地球的暖化 那是不可能 那是治标而已 没有办法治根本 你看科学家 在北极上盖了一层特殊的布 让这些冰原上的冰啊 减缓融化的速度 那这个呢 这个意义有多大呢 它还是继续在融化 那么科学家的力量 有办法盖住 全世界的冰河吗 我相信这是相当的困难 即使你把冰河都用特殊的布盖住了 可是呢 整个陆地上的这些人民 继续在愤恨 继续在斗争 地继继续在抗争 那这样的那个 那个 怒火啊 不断的在燃起啊 那整个 整个世界的冰 你拿融化 怎么可能抵挡得了 那所以我们呼吁 现在的修行人 各宗各派的修行人 都应该起来啊 来大声的呼吁 那大声的呼吁呢 当然效果有限 必须呢 从自己的身体力行 言教生教来改起 而且不断的要在各地上 去推动半般讲学 把这种古圣先前的道理啊 把中华文化 这种精神啊 落实在人世间 落实在每一个角落 如果每一个人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族群 接受到 我们古圣先前的教化 接受到大道的话运 接受到 道之宗旨的 这个洗礼啊 那么我相信 世间的灾结 一定会减少 我们说的世界大同 一定能也有可期待的一点啊 那这个是洗心敌律 他告诉我们的这种修养 那么我们这里呢 用了一个奇环宫的故事 来跟大家说明新的力量 那奇环宫呢 跟管仲啊 有一天到田野里面去 那经过这个一个沼泽区啊 奇环宫呢 看到一个 好像鬼神的样子 的影像啊 哇 那他就问管仲说 那个重负啊 你有没有看到 刚才那个影子啊 管仲说我没有看到啊 那奇环宫呢 他明明看到了 所以呢 他就很担忧 回去之后就生病了 那这个一变不起啊 常常说呢 他看到这个鬼神啊 那么请了这些医师啊 太医来医治 结果呢 都医治不好 那其中有一个皇子高尔 高尔这个人 就去问啊 说这个大王啊 你 到底看到了什么 会不会是你自己太多心 太忧虑了 你的气呢 欲阻 抑郁在你的胸中啊 所以你不得发疏啊 只会让你的病情更加严重 他说呢 人的心气啊 只生不降的话呢 那这个人呢 很容易发怒 那如果人的心气呢 只降不生的话 就很容易健忘 那如果不生不降呢 激在心中 也会生疾病了 所以这个气是不可激的 气是流通的 气是要让他顺畅的 那骑完工的病啊 可能就是了 气啊 激在这个身心里面 所以不得了医治 那骑完工就很烂闷啊 那我会有这个气 那可见了 世间上真的有鬼 这种东西啊 那那个杠王就跟他说 有啊 世间上是有鬼啊 他说呢 也是有神啊 各地方都有鬼 有神啊 像卢有卢神 噪有造神 那么院子里面有雷神 山里面有水神 有山神 河川里面有水神 沼泽里面有沼泽之神 叫尾蛇 野外呢 有引路的鬼神 所以四处都有神啊 然后骑完工就想到说 我是因为去沼泽 就看到这个鬼神 然后呢 他就问说 请问这个沼泽之神啊 你说叫尾蛇 那尾蛇他长的什么样子啊 那这个高老就跟他讲了 尾蛇啊 他呢 就像那个轴心这么大 以前的那个坐车啊 有那个轴心啊 那可见蛮大的 像我们现在的蟒蛇一样 那么有这个 车座这么高 穿着紫衣服 戴着红帽子 那这种神啊 最怕听到雷霆车马的声音啊 所以一旦让他听到这种声音啊 他就会把头捧起来 那看到他的人啊 就能够 惩罢天下 所以看到这种神 的人是好事啊 那这个 齐完工啊 一听到 告好这么讲啊 就跟他说 啊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神啊 那这个听到告好讲 可以称霸天下 哇那他就更高兴了 结果呢 齐完工的病啊 不要而遇 就好了 那这个告好 他是不是医生呢 他也不是医生 那他怎么 怎么会医治 但是齐完工的病呢 因为呢 他听说 齐完工在沼泽 看见了鬼神 只有呢 一病不起 那他就跟他讲 鬼神的道理 那没想到这一招呢 很管用 齐完工不但病好了 而且呢 精神意义啊 哇 非常的高兴 想到说 他可以称霸天下 结果齐完工后来 真的称霸天下 那是不是应了 这个告好的话呢 这个也很难讲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了 其实告好 是用这种道理啊 来解说 向齐完工说明 那么顺着他的性啊 顺着他的心性啊 的变化 让他呢 知道可以称霸天下 的一个动机啊 所以齐完工就很高兴 后来真的称霸天下 那可见呢 人的一个信念的重要 那么一个人的信念啊 可以治好他的病 可以改变他的相 可以呢 这个调整他的 生死的命数 这个在我们古书上 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 只是呢 真正的落实 把他实践出来 真正的改变了 这样的人啊 他不见得愿意讲出来 他愿意讲出来啊 不见得人家相信 那像了凡 视讯这种书啊 能够流传下来 对于后世的人啊 就改变很大 你看我们知道 原了凡 他是一个 被命数算定的人 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呢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反正他做什么事情 都已经有命数 跟他安排好了 他也没有办法 跳离这种命运的安排 所以他跟 他也不需要多想了 一切就让命运 去走他自己的路吧 所以原了凡是这种人 那原了凡 一生被算定的命运啊 非常的不好 在我们现在来讲 他可以说呢 是一个 命不太好的人 他这个短命 也没有儿子 没有子嗣 然后呢 那个 前途呢 不是很顺利 身体也不会很健康 他被人家算定的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算定他的人 那是 那很厉害 在原了凡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个 孔先生啊 他用黄级金术的这种道理 把一个整的 一生的命数 统统定出来 而且定了分毫不差 他讲的那种 命运的变化 也是讲的很维系 思毫不差 你看他什么时候会考 考试 会考第几名 考上之后 可以领到多少米 他可以 活到多久 一生的这个命数 通通被他算出来了 那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的这种算命师啊 人们说 正名水 何利利 其实呢 骗之骗恶的事很多 一知半解的更多 那有办法 像这个孔先生这样算到这么精细的 算到这么准确的 这个真的是 但是也也不多见 古时候的算命师好像都很停 现在的算命师啊 我们就不敢讲了 那这个原了凡 被这么厉害的算命师一算 太蠢穴了 太神奇了 也太可怕了 所以他一生呢 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他也就这样奄奄一息啊 反正呢 没有什么作为了 就照着命令的安排来做事 一直到 他遇见了一个修行人 云古禅师 云古禅师 才跟他开破这个道理 人的一生啊 虽然是有命数安排 可是呢 他每一天呢 都在加减乘处 虽然有命数啊 可是呢 你的信念的变化 可以改变你的命数 好 改变你这个运图啊 比如说你本来是考第十名的 你的信念的向上 让你考考试 考了前三名 名列前卯 你信念的向二 结果呢 让你考到考到第五十名 甚至呢 让你没有考上 这个呢 都是很有可能的 这云古禅师呢 跟他讲 讲破了这个道理啊 让云 这个云鸟凡啊 哇 大声信心 知道说呢 他还有翻身的可能啊 所以开始去行善啊 开始去积德啊 开始呢 去做 利益众生的事情 他想的不再是自己了 念念都是众生啊 只要呢 能够帮助众生 能够利益众生 那就是呢 他最想 去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把他呢 所做过的 利益众生的事情啊 就把他记录下来 那形成了 这个功过格 这种 记录的方法 那么他发愿了 自己 这个记录啊 能够记录到一千善 就用这个一千善的功德 来改变 他考试的这个 名次啊 结果呢 这个改变就很大 比如说 他本来算定是考第三名的 结果呢 他考了第一名 他用这个方法呢 不断地改变他的命运 他本来没有 只是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他本来活到五十四岁 老死在 他的这个 现任的官内 官雅之内啊 结果呢 他活到七十三岁 他没有求 没有求寿命 可是呢 寿命延长了 让他求 希望呢 能够再高升 也就是说 他希望呢 自己 除了说 考这个举人之外 那希望呢 能够再晋升一级 就考进士 我们古时候的这种科举制度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像我们现在说的 博士 硕士 这个学士 那 这个原料凡啊 他的命运啊 是做到秀才而已 就是我们说的 学士而已 他希望能够在功名上 能够在功名上 有所进步啊 所以他开始 记录他的功过格 然后把他的善事呢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结果他不但地考中了举人 也考中了进士 等于现在我们说的博士班 已经毕业了 那他在官雅内 所做的各种善事啊 影响众生就更多 乃至他后来写这本书 其实也不是书 他只是一些家信 家书啊 只有被后人集结成策 就影响到现在 改变后人啊 相当相当的多 那我们可以想见 云鸟凡 他后来的福报 后来的福报一定很好 尤其是他这些书啊 利益众生这么大 那相对呢 给他很大的功德 所以信念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述 改变一个人的面向 改变一个人的前途 也改变一个人的寿命啊 那所以说我们 想不想改变 虽然我们说 修道不着形 着相 修道呢 只问自心 不问了外在 但是呢 每一个修道人 其实呢 每一个人啊 都希望自己 能够在 这种现实的环境上啊 能够心想事成 不再有这些障难 不再有这些烦恼 不再有这些疾病 的挂爱 那特别是我们讲到生死 生死这件事情啊 是所有修行人 所追求的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 跳出生死 摆脱生死 我要达到不生不死 那所有修行人 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吗 那么我们知道 有生一定会有死 这个是因果一定的道理 那所以我们讲到不生不死 我们必须了解 这个不生不死 是我们的这种自信 我们的生命不生不死 我们的灵性不生不死 那我们的身体呢 是一个臭皮囊 就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 它会变化 它会老去 它会死亡 就好像衣服坏掉了一样 但是呢 我们那个永恒生命 已经呢 掌握到了 已经呢 这个突破了 肉体的限制 可以回归到本来的面目 那就是 回到永恒的生命 其实永恒的生命啊 我们现在科学家 科学界已经证实 人的生命是永恒 你看那个 《前世今生》 这本书 那可以说是很流行 很知名的一本书啊 它是现代的医学家 用现代的方法 现代的理论 将人催眠 催眠到 他的这个过去世 的一种印象 我们过去世的这些经验啊 都存档在我们的阿赖也是 他可以进入阿赖也是 把你的记忆唤醒 那这个是科学的方法 也被现在科学界 所认同 那么科学界所认同这件事情啊 这表示说呢 他相信有轮回 有因果 他相信呢 人的生命是永恒的 那我今天 我是一名公务人员 我以前做过工人 做过农人 我做过动物 我甚至呢 做过恶鬼 我在地狱凑形 我曾经也是一个天神 我曾经做过 各种不同的样子 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啊 但是呢 那是什么道理呢 为什么我会变成 这个样子 变成那个样子 我会一直呢 就这样轮低不移呢 这个道理就没有人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的道理啊 要透过圣人 透过佛来告诉我们 所以所有的宗教 这些圣人啊 他就呢 有这个使命 来告诉世人这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呢 就是 全世今生 这个作者 他所印证的 生命是永恒的 我们的灵性是永恒的 我们是 不生不死 的一个本性 也就是说 我们的真主人 他可以换各种衣服 换各种 不同的样子 换各种不同的形象 但是呢 那个真主人 从来没有发生 变化 本质具足 本质圆满 那个真主人 就是 他们所说的 永恒的生命 那其实这一点 跟我们修道 就已经很接近了 我们修道人的认知啊 我们相信 灵性不生不死 我们相信呢 肉体 早晚会有 这个老病死 的一天 但是呢 如果在 老病死之前 我就了解到 忠悟到这个道理 忠悟到那个 不生不死的 决性的话 那么对于老病死 我有什么 好担心的呢 我已经知道 我的 回去的路 我要去的目标 我怎么样 脱离 这个肉体 脱离 这个六道轮回 我已经是了然清楚了 那么你就没有 什么好担心的 你担心什么呢 不需要担心的 这个 黄温 黄温到了 夜晚快来临了 我要回家 我已经知道 回家的路了 我还怕什么 总在 天黑之前 就可以赶回家嘛 那这个回家的道理啊 这个是 古来的圣贤 古来的修道人 一直在告诉我们的道理 回家是我们回到自信的家 我们本来面目的家 我们称为老家 要回到这个老家 那个才算家 不是回到我们这个台湾 哪一省哪一市 哪一县所住的家 不是这个家 是我们灵性的家 那这个灵性的家 是永恒存在的 我们在那里呢 也是永恒的生命 那要了解 这个道理 要知道 回家这条路 就是 在我们的 这个 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啊 在某一段的 这个精华的区段 你就要好好的了解 这个精华的区段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民事应运 大道在铺床 真正的告诉我们 回家的这条路 真正的让我们了解 永恒生命的存在 这个呢 才是现在 我们处在 今天 这种末节年 末世年 末法之年 多灾多难的 这个结束里面 气候 异常的 这种世界中啊 我们可以 得到一个 永恒安置之处 那么我们甚至呢 借着自己的修行 自己的道德 借着世界的秩序 要来改变这个环境 让这种 所谓的世界末日 所谓的这种 末节之年 末世时期啊 无限的延长 让它不会到来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说到 人的生老病死 那么地球 也会有生老病死啊 这个是我们 必须了解的 所以 这个生了 这个老病死啊 一定也会到来 所以末节年 末法之年 一定也会到来 那到来 我们都已经知道 要回家的地方了 那到来 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换了 我们 换了这个环境 我们还有新的环境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依旨 这个永远的家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 在今天的生活 不经不布的一个修行 这个不经不布啊 是我们很清楚 很了解 那要达到这样的清楚了解 洗心敌律 就是我们现在要下了功夫了 所以 一切法 重新响生 我们今天 所面对到了 各种的境界 各种的 这种现象 都是心想所生 那众生的心想啊 就感应到那个业 整个大环境 就是整个众生的心想 这个叫供业 但是供业呢 之中还有别业 我们如果 没有能力挽救这个供业 但是呢 我们至少自己 可以知道回 回家之路 可以得 知道一个安置之处 当我们更有能力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应该就是 跟老祖师一起下来 来评受万教 来度化 九六亿元胎佛子 那个时候 那这个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先佛 不断地在告诫我们的理念 那所以我们今天 要有能力 说我可以回家 你要很清楚 我有这个认知 我有这个觉悟 我要回到我的老家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 洗心敌律最重要的目的 如果你今天洗心敌律了 结果呢 你还不知道回家之路 不知道本来的面目 那么你的洗心敌律 只是为下一次的福报 做准备而已 那么我们不想再有下一次 下一次还不是照样生老病死吗 我们不想要生老病死了 我要得到一个永恒的力量 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自在 那就是呢 要跳脱生死的束缚 跳脱六道轮回 我要回到永恒的家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 修行最主要的目的 那所以今天 到这种只告诉我们 洗心敌律 真的是从我们的这种 现在的生活上下功夫 所以到之中止啊 句句含无量意 句句含有无限的智慧 我们如果能够从到之中止 的每一句经文 体悟到他的无量意 然后呢 身体力行 单单一个经文 一次经文 一句的话 就可以让你找到 本来的面目 就可以让你回归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洗心敌律 特别讲到 我们现在的世界 现在的众生 心性的不可捉摸 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了 分然踏至了 那所以洗心敌律是 在这里洗 在这里敌 在这里下功夫 大家早安 到之中止 讲到第十四句的经文 戒甲修真 那昨天呢 有这个网络 传来了一封讯文 是98年 9月12号 正宏佛堂 的批讯 那么它里面呢 大概的内容 我们稍微解说一下 那刚好呢 就配合我们现在所讲的 戒甲修真 这句经文的含义 他说呢 红尘到处是病毒 问土 进土 在何处 天地间 正气不足 邪气难足 事态动乱 人心不古 那他说呢 我们现在的 这个人世间 到处都是病毒 那我们知道 现在在流行的 一种病毒 就是H1N1 那这个病毒 以前被叫做 株流感 那现在可能没有人 在敢叫株流感 那现在这个病毒呢 还在发威之中 那么陆续 得病的 或者是说 因致病而死亡的 这个数字啊 还是 在累加当中 那尤其 进入秋冬之际啊 那可能啊 这个病毒 会更加的蔓延 那么除了这个病毒之外 我们这个世间 病毒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吃的菜 吃的饭 有很多毒 我们喝的水 也有毒 甚至我们吸的空气啊 也有毒 所以一个人 如何能够逃脱得了 这个病毒的侵袭呢 当你处在这个社会环境 这个地球 世界啊 没有一处你是逃得掉的 所以说到处是病毒了 那这么多病毒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 那我们唯一 可以抵抗病毒的 就是身体的这一份抗体 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的正气 那一个人的正气 它是从内在发出来的 它一定是自己 在三宗五常 五轮八德 的这种言行作为上啊 合乎自然的标准 那么这个病毒 不是自然的标准 那么当人 如果能够 生活上回归自然的标准 那么它就有足够的抗体 也就是它有足够的这个正气 能够抵抗病毒 百毒不清啊 但是如果说这个病毒啊 很持久的 侵占在人世间的环境 那可能呢 所有的众生 也没有办法 住在这个地球很久了 那所以 老师问呢 净土在何处 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净土 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啊 那净土在何处呢 那我们试着 来分析这段讯文啊 它里面也有提到 那天地间正气不足 邪气难足 这个正气不足啊 这个就是世间的通病 世间的现象 那每一个人呢 他被外在的这些毒气 五一六成所沾染 那内在呢 又有自己的那一份 贪嗔痴慢 杀到淫望 这样的一个邪气啊 内外交工之下 人没有不生病的 所以呢 只有自己 将内在的这一份毒气啊 能够洗涤干净 净除干净啊 那么至少 还能够抵抗病毒 一段期间啊 那他说 事态动乱 人心不古 丧失古道 失去本心邪气制 事态动乱 那我们已经分析过 这种现象 那么人心不古呢 当然就是 人没有办法 合乎天地的法则 回归自然的生活 所以造成呢 事态动乱 那上司古道 古道是什么 古道就是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失去了这个本心呢 那所有的这些邪气啊 自然就会来侵扰你 其实病毒 随时充滞在我们的周章 那有的人还活得很好 不受病毒的侵害 有的人呢 一下子 就得到病毒的感染 那这个都是因为 他自己内在的 那一份正气 是不是足够 所以呢 那老师在这里指了 各种的现象 那都是因为 我们呢 没有回归到自然的生活 那我们本心本性 所发露出来的 是自然的生活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习气毛病 被世间的五一六成染遭 习气毛病加上五一六成 结果呢 无力反攻啊 邪式横行啊 以前孟子讲 阳珠莫敌之眼啊 横行天下 将这个人世间啊 带入禽兽的世界 那么我们现在呢 何止是禽兽的世界呢 简直是问乱不堪的世界 那这样的世界 那这样的世界 他说 土耳门啊 耳门觉悟了吗 你们觉悟了吗 那么这个 这种事情啊 谁可以做真正的觉悟呢 如果不是 深陷痛苦的泥沼 然后有勇气 有智慧拔出来 没有人了解到那一份痛 那一份苦啊 那所以 今天我们修道人 跟着世间的这些现象啊 在生活 我们感受到世间的苦 感受到 人心的那一份无力啊 那么我们是很清楚 我们应该帮助老师 帮助宣佛 来觉悟自己 觉悟自己 就是让自己回归自然 回归自信 只有自己觉悟了 那么 你才有办法去觉悟别人 所以老师这里问 你们觉悟了吗 那后面就在讲 所信这人间啊 唯一的净土 自信佛堂 在独尔的身上 这个人世间 还好 有一个佛堂 可以让我们安置 我们就在这个佛堂里面呢 可以呢 安身立命 常住久安啊 这个佛堂在哪里呢 他说呢 就在独尔的身上 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这个自信佛堂 那么这种道理呢 我相信 在道场的人 都已经很清楚了 老师传给我们道之后 我们内在就有一尊佛 那佛在的地方 当然就叫佛堂 这个佛呢 会发光发亮 他会呢 弥满整个世界 所以呢 这个会发光发亮的佛 就是我们的自信 从自信呢 来下功夫 从自信来解决 所有的问题 可是呢 他又说 然而图尔心中 那盏明灯 却忽明忽暗 那这个就麻烦了 明明知道佛那里 佛在那里 可是呢 这个佛不灵啊 我们内在那份自信佛 不灵光 不要说 智慧神通了 我们连流露出一点 那一份 慈悲喜舍的心 这个 是非真假的那个心啊 我们都呢 很难去辨别清楚 孟子说 测隐之心 是非之心 辞让之心 羞恶之心 那我们这些心呢 什么时候可以流露呢 都是在 都是在维乎其微的状况之下 那么所以呢 那一份 那一盏明灯啊 忽明忽暗 来到道场 听到了这个 经文的道理 听到了人的 讲述者的修办经验 也许他就可以发那一份 勇猛精进的心 可是呢 离开这个讲堂之后 离开这个道场 那他那一份心呢 已经消去了一半 回到家 看到家里面的 种种的一切 要进戒线前了 结果呢 那一份道心 已经没有了 所以忽明忽暗 这忽明忽暗 这是我们修道人 最大的警戒 他说一日修来 一日攻 一日不修 一日空 这个修 就是 让我们自信佛堂 忽明忽暗的 那个障碍 要把它修除掉 因为自信佛堂 本质光明的 它是光硕硕的 它那个光呢 是持续不断的 但是呢 今天忽明忽暗 是因为呢 外在的障碍 把它掩盖住了 所以你必须去修 把那个掩盖呢 把它修掉 那建一公 照二过 何时向前呢 抵达彼岸 独耳门 耳门想过吗 建一个公 好不容易呢 做一件善事 做一个好事 结果呢 接下来 犯了两个过错 那么又退后两步了 进一步退两步 所以何时向前 抵达彼岸 我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 真正的 回归净土 回归礼天呢 所以想想这个道理啊 我们真的要在 戒胜恐惧当中 我们每踏出一步 是不是就可以保证这一步呢 不会再退后了 当我们有一份 见性的力量 有一份智慧的 我们是不是呢 可以常保住 那一份 见性 那一份 这种 智慧 那一份 明明德的功夫啊 常常的保持住 二六十宗 不理这个道 这个是修行的功夫 他说 忍忍诚心 瘦 忍忍 把这个诚心 拿出来 以诚心 助持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扫除贪生吃 赤子心怀 常保持 将我们的累劫 累势的脾气 慢慢的来扫除 保持那份 真心真性 赤子的 情怀 莫再制造毒素 污染 环境 人人扫清 世界的毒 用道德 伦常 由己做起 再造 祥和 清贫之事 那他说呢 不要再制造毒素了 那么你想想看 我们世间人 其实 当我们有一份 起心动念 是恶的 是为自己的 那就是呢 自己在制造一份毒素 来污染这个人世间 这个起心动念的毒啊 是比其他所有 外在的毒 还要毒 那我们说 这个 贪嗔痴 慢 疑 杀到淫妄 这些呢 都是我们 起心动念的毒 那么你如果 没有这些 起心动念的毒 你怎么会去 做这些事情呢 你不会说 下来很重的农药 然后去种菜 用很 很不健康的水 给人们 给人们饮用 或者是说 制造各种的 扰乱人身心的 这种产品 甚至呢 是伪要 你就不会制造这些毒素了 所以污染环境呢 事实上呢 不是 不只是 这些外在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人 人内在的那一份 这个习气毛病 污染了整个世界 那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 气候 变迁 这个温室效应 让这个温度呢 越来越暖 越来越热 这个呢 是毒素啊 这个不是自然的 那没有自然 当然呢 它就会累积 那种不好的能量 结果呢 人类呢 致死恶果 所以人人要 小心世界的毒啊 这个世界的毒 人人有责 人人懂得 来回归自信 回归伦理刚长 回归亲近平等 那么世间的毒 必然会消失 所以他说 用道德伦场 有几座齐 道德伦场 才是亲近世间 最重要的 一个要素 每一个人 都能够回归 道德伦场 那么他就 不会再造毒 所以这个毒的环境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有几座齐 想要有亲品的世界 由每一个人做起 这个叫呢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一切呢 都是因为自己 的不好 造成这个事件的现象 这是真正的回头 回头诸位莫作 勉力众善奉行 真正的回头 就是回归到自然的生活 回归自然 就是 以伦理道德为标准 现在呢 我们不要说 参禅打坐 我们不要说 这个 诵经念佛 那个都是一种手段而已 真正在生活之中 运用的 是道德伦理 是这些 三纲五常的标准 那么 儒家应运 也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 只要我们 把这个人道做好 整个世界 就会 祥和 世界的毒 就会 清楚 这个是 从每一个人的生活 下功夫啊 那所以 由己做起 这是一件 很重要的 一个观念 我们 不需要靠别人 不要再指责别人 不要再批评别人 不要再要求别人 一切呢 从自己做起 这个是真知真见 如果说 把心放在外面 不断的去抗争 不断的去 对立 造成整个社会的 问乱 这个就是毒素了 人人能够 当作修缮 回归道德伦场 那么这样呢 世间 真正的会达到 世界大同 那这 这是 最近一篇 这个 先佛的讯文 老师的讯文 所告诫我们的 我们今天 借着讲 这个借假修真啊 来体会这个道理 那么 借假修真 从 刚才这篇讯文 我们可以清楚了解 那什么是假 什么是真 假的就是 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了这些毒素 毒素是假的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 贪生吃慢 这些杀到淫妄 这些是假的 因为我们自信呢 本来清静 本来光明 清静光明的自信 没有这些东西啊 那没有这些东西呢 我们怎么会受到这些东西的污染呢 这个是说不通了 那可是现象已经造成了 那可见呢 我们自信呢 已经迷昧很久很久 那所以 世间 我们可以说 看得到的一切 都是一种假象 都不是真的 你看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这个世间的现象 是因为人心 所感应出来了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伤恶大地 是我们人心的变现 这是佛在 这个任言经上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知道说 当这些现象啊 能够从我们的内心去 去感受到的话 那么这个外在这些现象 都会因为你内心的变化 而产生变化 我们知道 有一个日本的博士 他做了一个水的实验 那这个实验呢 因为在网路上 已经流传很久了 那相信呢 大家都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消息 水 他可以因为人 的一个 给他的一个讯息 然后呢 他会呈现 他那个喜怒哀乐的变化 水在 他说呢 水啊 在那个装水的瓶子上 如果贴上这些 正面的 的这个字啊 那不管是 什么字 哪一国家的字 只要是正面的字 给他贴上去 那么这一瓶水呢 就有一个正面的 瓷场的 的一个元素 那他呈现的结晶呢 就会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说 贴上一个 负像 负面的 的文字啊 仇 恨 杀 死 等等呢 这些负面的文字啊 把它贴在这个 水的瓶子的上面 结果里面的水呢 变得了 混乱不堪 他那个分子结构啊 可以说是 丑陋不已啊 那所以 水会看哦 他会看懂的 这些文字 不管你是 哪一个国家的文字 他会感受得出来 这个真的是 相当的灵啊 那水也会听 他会听啊 如果说你每天说 我爱你 我好喜欢你 我对你非常恭敬 哦 用这些正面 正面的 的话 每天的 跟他讲 那么他的这个 分子结晶啊 也是变成 非常漂亮的结晶 哦 就好像钻石一样 那你如果每天跟他讲这些恶言恶语 这些负面的话 那他的结晶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难看 那不管你是用哪一国的语言 通通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会听 他会看 他会这个 感觉 他会知道 你如果每天去看他 每天去观照他 他的这个水晶子啊 就一直保持在一种很好的状态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试验 在那个 日本有一个琵琶湖 那他曾经受到地震的影响 所以呢 湖水呢 混浊不安 那把那个水 取出来做化验啊 他里面的分子啊 也是呢 混乱不已啊 结果他就请了 十几名的同事 在这个水 这个湖水的附近啊 来做这种 祈颂 祈祷的功夫啊 就一直灌出这个水啊 我们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赶快好起来 用这种祈祷的力量 结果做了三天之后啊 再把这个水拿来化验 果然 他里面的分子结构啊 又变得很漂亮 原本那个非常不安 非常问乱的这个分子 已经呢 回归到 很安定祥和 很漂亮的结晶 那所以啊 从他的实验啊 这个科学的数据啊 我们知道说 水有这个见闻觉知啊 那他这个见闻觉知呢 可以依照 人心的这个 变化而产生感应 那么水 是属于矿物 还是属于植物 还是属于动物呢 那如果 如果认真的把它归纳起来 水应该是属于矿物 那么矿物 它是 所谓的无情 没有感受的 那无情的众生啊 在佛经的话来讲 那么无情的众生 它也会有见闻觉知 那他的见闻觉知 是怎么样来的 那佛经说啊 这个就是 这个无情众生的 的这种法性 每一个万物啊 都有他的性 性称为法性 这个法性在人的身上 就叫做佛性 那么佛性呢 是他那个黎敏觉知啊 会更 更加的 敏锐 所以在人身上 称为佛性 那么佛性跟法性 有没有一样呢 其实佛性跟法性 是同样一个 同样一个性 同样那个性呢 都是呢 圆满无碍的 这个就是 佛经讲的 情与无情啊 同源总治 同源总治啊 就是啊 他就 他都是依此的 那个本来的 那个大本体的自信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 的那一份智慧啊 是同自信发露出来 所以同源总治啊 这句话的道理啊 可以说的很深很细 那那种细微的感觉啊 细微的印证啊 我们必须达到佛菩萨 圣贤人的标准 我们才可以知道 但是呢 透过佛经的道理 透过这些科学家的 这种理论依据啊 我们也可以知道 佛所讲的 事实上呢 都是有他的道理 他的这个道理呢 现代的人 用他的智慧 是没有办法去印证 但是科学家呢 慢慢的去把它印证出来 那可以知道说 佛的智慧啊 真的是无量无边 如果说这些科学家 也能够来学佛 来了解这个佛经的奥指的话 那么他们对于 他们的科学实验 可能会有更加的 突破性的发展 会让世人更清楚 佛所讲的真理 那么我们知道 水既然是人心的感应 那么整个山河大地 是不是也可以依照人心的感应 而产生出他的变化呢 那这个答案呢 相信是肯定的 那所以我们说 天灾地变怎么来 人心的感应来 那么这些 这个山川河谷怎么来 也是人心的感应来的 每一件东西呢 都会印着人心的变化 而产生了 那所以我们看 我现在这个证词 这是一块大理石 这个石头 在我们刚才讲的 石头也有法性 那么石头的这个法性 它可不可以成佛呢 如果 如果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法性跟佛性是同一个性 那么石头也可以成佛 那石头怎么成佛呢 石头是根据 我们自己成佛之后 它就跟着成佛了 所以成佛不在石头 成佛在我们 人身上 我们内在的自信身上 当我们的这个自信呢 是一种圆满具足 亲近平等的 那么我们看所有的大地 山河 整个天地的一切 都是跟我是一体的 都是我内在自信的印象 那么这些呢 通通包罗在 我的身心之中啊 就好像 米勒祖师 把整个 万国九州啊 在包罗在 他的大肚里面一样 所谓放之 则米六合 卷之则退场于命 那么这一个自信啊 没有大没有小 没有方没有圆 没有外没有内 它通通都包括 所以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那就是我们 自信的变化 那这个自信啊 我们必须去把它开启 我们才能够懂得 这个道理 了解到法性与法性 佛性是同一个性 那么你对于山河大地 的这个呈现啊 那个都是我内心的变化 整个山 宇宙 大地啊 就是我 就是我而已啊 所以山河大地 它是为了成就你 来呈现这些像 然后山河大地变坏了 也是因为你造恶 然后你的脾气烦恼 把这个本性染着 所以造成了 你看不到这些真相 所以你看 身体跟影子 是一体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影子 其实是身体的 其实是身体的假象 但是呢 没有身体 就没有影子 影子 它的变化 是从身体的变化 产生的 那我们现在 世间的一切 也是这样子 世间一切的变化 其实就是我们 心的变化 那么心的变化呢 是这个 刹那不可作魔的 所以呢 山河大地的变化 也是刹那不可作魔 只有回归到我们的 本心本性啊 那个圆满具足的本性啊 我们才可以说 它是永恒存在 所以金刚金讲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那影子是假的 山河大地是假的 我今天所看到的 一切都是假 假象 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呢 就是我们那个 圆满具足 如如不动的本性 所以想想 六道沦违怎么来 我们心的变化来 心变化什么 就产生了 那一道的 的这种众生 你就会到那个众生 那个国土上 呈现出来 那么你今天 会在地球上 呈现出来 也是因为你的心 达到这个地球 就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所以你今天到这里 看到到的这个现象 都是自己的心所变现了 所以这个道理 佛菩萨 不断的在告诉我们 不断的希望我们清醒 那所以我们说 古来圣贤皆寂寞 那么这些圣贤人 他们讲的话 众生不相信 而且不愿意去做 那么这些圣贤人 只好用自己的 这个身体力行 来做出来 表演给大家看 做出来视线给大家看 那么如果 有人能够照着 他的这个视线 来跟选着 亦步亦居的来做 那么他也可以 回归到本来的自信 这个就是圣贤人 寂寞的原因 那寂寞的原因 是因为 他还有一个动作 还没有做出来 那他这个动作呢 他在思索 要怎么做 如何让更多的众生 能够接受他 所做出来的这个动作 接受他所讲出来的 这些话 各种一言一行 都能够让他们 有所起悟 所以圣贤人 他看起来是寂寞的 那事实上是因为 众生不了解他 众生跟圣贤人 这个距离太远了 差距太大了 以至于认为圣贤人 都是特立独犬 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埋头苦干 其实 这个是圣贤寂寞的原因 但是圣贤他不是这样 他内心一点也不寂寞 他内心 希望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百姓 能够走向圣贤之路 那这条路 真正的带给他们 生活 幸福 快乐 圆满 自在 那所以 了之道 世间 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假象 那么你的心 还需要什么变化吗 那你不需要变化了啊 你的起心动念 也都是虚妄的啊 譬如说你想赚钱 你想拥有一个事业 拥有一处豪宅 拥有一份理想 事实上呢 这个都是虚妄的 那都只是一种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 有它的必要的经过 但是呢 你不可以去执着 这些呢 只是过程 过程完了 就必须把它放下 所以你不需要 太过于追逐 当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下 不要过度的去追逐 过度的去追逐 外在的这些东西啊 反而让你忘了 你内在本有的 内在本有的 反而更加丰富 更加圆满 更加光亮 只有向内参求的人 才能够真正了解 这种道理 那所以说 既然是 现象都是假的 这个天地是假的 那么我们这个肉身呢 肉身也是假的 我们说我 我师 故我在 我因为能够思考 所以我存在 这个世间 那这是 这个 是迪卡尔讲的 西方的这个哲学家 那其实呢 她 她的这个 她的这个说法 也是不成立的 那我师 故我在 我都没有了 我怎么会有师呢 你看思想 这个师啊 它是心上有一个 有四个格子 有一个大田地 在那里 大框架把它框住了 所以你只能够在这个田 去绕 去思考 去运作 你的心就在这个田上 那怎么会对呢 我是 无限框广的 我是无量无边的 既然是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我怎么会被这个框框 给框住呢 所以 我是没有事的 事实上呢 连我都没有 什么是我 你们想想 什么是我 我这个 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 我的产品 我的公司 我这个身体 这都是我的 但是呢 你想想 真的是你的吗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随时可能会破灭啊 不管是什么因素 随时都会不存在啊 事业 事业也是一样啊 现在经济不景气 那么倒闭的就一大堆 所以事业也是 不能够久住 那么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是我的吧 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 如果身体是你的 你可以叫他 不要生病啊 你可以叫他不要老 可以叫他不要死 那这个才是我的啊 我可以真正的掌握住 这一界 这个才是我的啊 最近有一个新闻 一个叫做大白沙的 这个艺人啊 他想要变成美人鱼 想要重回 这个演艺界 那所以呢 他拼命的减肥 然后呢 去做美容手术 希望让自己呢 变成美人鱼 变成这种 演艺的一个明星啊 那么在演艺圈 必须用这种摄像 来让自己立足 用这种摄像 来迷惑观众 可是想一想 他的这些 动作啊 他可以让自己 久住到什么时候 如果说 瘦了一圈了 然后呢 把自己呢 变年轻了 你可以维持多久呢 你有没有办法 抵挡的住 老化的现象 抵挡的住 死神的牵引 那这个说起来啊 这个演艺界是 没有办法 去清楚了解的 只有修行人 当然演艺人员 也可以是修行人 那只有修行人 那种扩达的 那种清澈的 那一份智慧 才有办法 让自己 觉知到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不是演艺界 这样而已 整个世间的人 都是这样子 向外追求 看这个外在的 这种表象 所谓的脾向 那这个脾向呢 把自己呢 这个心啊 更加 更加的迷惑 因为为了追求 这个脾向的美好 所以呢 你不洗一切 去追逐它 那么你的心呢 本来是向内的 向内呢 可以见到圆满 见到光明 结果呢 人一直 不断的在向外 那在向外的 结果呢 结果就造成 自己的心迷惑住了 迷昧了 看不到本性 本性 那结果 追逐的假象呢 也是虚幻 但而不可坐摩 钱是你的吗 钱 你也不可能带走啊 那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带走的 只有功德 只有正义 那么我们下功夫 希望呢 能够让自己 带更多的功德 那希望 以后能够脱离 这种 人 身上的束缚 人身的束缚 我们可以回归到 一个永恒的热寿 这个才是 我们要追逐的 所以追求的是 千秋名 万事利 那个才是 有追求的意义 所以老子 他曾经有一句话 他说了 无所以有大患 唯无有生 其无无生 无有何患 他说我有 一个大悠患 就是因为 我有这个肉身 台湾话叫 有心 他说 其无无生 无有何患 当台湾无心 没有这个肉身的时候 我就没有什么悠患 那么这个 老子这句话呢 表现了一些 境界上的说法 那就是一种 空无的 一种观念 那么我的肉体 都没有了 我自然就没有 受到肉体的拘束了 那我就可以 逍遥自在 你看我们没有 肉体拘束之后 我们马上聚足 五通 五种神通 所以鬼 他的这个神通的能力 比人强 那是因为 我们人本来也有 我是被肉体拘束住了 没有办法使用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使用呢 因为呢 你追逐假象嘛 你不是借假修身啊 你借 这个放弃 真的去追逐假的 结果你本来的 就不断的在流失掉 我们说 智慧 德能 向好 通通 流失掉了 智慧是本来 我们人人俱足的 结果我们没有智慧 人生最大的智慧 就是如何 让自己的 回归自信 回归礼天啊 回归这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才是最大的智慧 那么拥有这种 回归的力量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看透一切 世间的假象 看透一切 人情世故 的这些包袱啊 那么看透不是说离开他哦 而是说呢 你如何 知道圆容 圆满的去面对他 那么你今天没有那个智慧 所以呢 你就被他所束缚 被六道人为束缚 被公私家庭束缚 被欺焉子爱所束缚 所以一直在这个 这个圈圈里面啊 轮回不已啊 不晓得什么时候 可以跳出这个轮回 那你今天 没有明智来告诉你 你没有好好的 在功德上下功夫 来修持 你怎么会懂得 这些道理呢 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肉身 来修持这个 这些真理啊 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刚才老子讲 即无无声无有何万 我没有这个身体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种悠患了 那么老子的道理呢 他没有讲得透色清楚啊 那我们必须把它解释清楚 那么当我没有这个身体 我就没有忧患了 那是因为 我从有身体的限制之中 已经超越出来的 已经拥有那个智慧 拥有那个德能 我超越了这些 人世间的障碍 所以呢 我可以呢 没有忧患 我可以逍遥自在 并不是说 我只要没有身体 我就可以逍遥自在 所以你看 鬼道 鬼道他并不能逍遥自在 他虽然有 五种神通 可是呢 他还是受拘束 他被拘束在鬼道 他也不晓得怎么脱离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见闻觉知啊 没有办法体悟到 我们自信 本来公民 本质圆满 本来亲近平等的 那个大本体 他没有修行 没有明示的指引 所以呢 他不晓得 所以今天我们借假修真啊 那这个道理是很 很需要的 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用这个肉体 好好地来修持的话 那么我们到了鬼道 人死为鬼嘛 到了鬼道 我们还是去继续地沦落 继续地被束缚啊 所以了解老子所讲的这句话 那是真正的 这个借假修身 的一个方法 知道肉体的痛 世间的苦 知道眼前这一切的 这个 这种 有限性啊 那么我 努力的 精进不懈的 从这个困局之中啊 脱身出来 那么我就可以回归到 我的本 本性本性 回归到那更逍遥自在 的原始面貌 这个是老子这句话 他的正义 那所以 借假修身 今天的这个课题啊 是因为 我们有这个肉身 能够在此时此刻 接受到民事的教法 接受到 这个大道的熏悉 所以呢 能够利用这个 有用的肉体啊 好好地来努力修持 那你没有这个肉体之后 你想要再修持 也已经不可能了 那所以 老天 这样大道的可贵啊 是可贵在这里 所以想想哦 到底是 灵性比较重要 还是肉体 比较重要 那如果说 用我们的观点来讲 借假修身 那么 灵性跟肉体 是同样重要 那为什么肉体也重要呢 你刚才不是说 肉体是假的吗 对啊 但是我们今天 可以透过假的 得到真的 那这个能够得到真的 那这个能够得到真的 那个这个假的重要 是重要在这里 那我假的 能够得到真的 那么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肉体 我们不晓得 这种四肩的苦 肉体上的痛 那种 那种有限性的 那种束缚 没有肉体 也没有办法承受 这种大道的传承 名师的指寿啊 所以在 讯文里面告诉我 所有的众生 要成就 都是从人生 开始修行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说法的话 畜生是不可能 畜生是不可能 修道回 回归本性 那么鬼道也不可能 地狱道更不可能 他们都必须 成人生的样子 然后呢 积功累得 然后呢 才可以跳脱 六道轮位 那这种观念呢 在 各种宗教里面 都 并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很 很详细的说明 那今天 先佛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 得到这个肉体 能够 又生逢 名师 降道 大道普传 所谓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那我们又 得到了 那么这么好的机缘 都让你碰到了 你不好好的来修持 你不好好的 努力的来跳出 六道轮位 努力的回到 我们原来的老家 那么你想想 你现在都不做了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有肉体了 可是呢 已经没有大道 没有名师在教你了 没有这个环境 让你熏悉了 那么你也是 来了也是没有用 那所以 现在修到 最好的时机 就在此时此刻 当你有幸 能够听到这样的道理 你就应该了 好好的来 痛下功夫 好好的来回归 自然的生活 我今天呢 是为了众生而活 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因为呢 我知道了这个道理 那我知道了众生的苦痛 如果说 如果说众生都能够跟我一样 了解到这样的道理 那么大家一起回礼天 大家一起回归那个 逍遥的本体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从痛苦之中 把他超拔 超拔出来 我可以知道这种 痛苦的那一份绝授 所以呢 我更需呢 这个慈悲喜舍 要来带领更多的众生 来回归到 他的本来面目 那所以呢 现在的众生呢 不容易劝 我们所谓的刚强男话 斗争坚固 不容易劝 而且现在的贪生吃慢 越来越深重 那科技 带给人类 一时的方便 可是呢 带来更多的祸患 我们受之于科技 所带来的 跟我们受到伤害 所比起的 可以说呢 得不偿失 那没有办法 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科技 虽然对我们伤害很大 可是呢 我们如何利用科技 好好的来鸿法立生 好好的来帮助众生 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点 虽然科技呢 毕竟把我们带到世界末日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末日 无限的延续下去 让它不要到来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办得到了 因为在佛 讲所谓的时空的问题 它那个时空 是没有 没有意义的 它说几千万年 多远多远的 这个国土 它这讲的都只是一种 象征性的说法 那人 如果能够修到那个境界 悟到那个境界 人一刹那之间 就可以到达 所以的时空呢 对于觉悟的人 是没有意义的 觉悟的人没有时空啊 觉悟的人没有思想 没有念头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 我是故我在这句话呢 是错误的 我都没有了 怎么会有事 那我在 我在哪里呢 根本就没有我 我是一个大本体 我跟所有的众生 都是一体的 那所以 了解到众生的根性了 我们就要 用各种方法 我们这里 用一个例子 他说呢 有一个老女人 她养了一群公鸡 那么她很 相信 整个地球 都是因为她在转 因为呢 太阳就是因为 她的公鸡在叫 所以才会呢 升上来 所以她跟人家讲 我是最伟大的 你们不可以欺负我 你们不可以没有我 如果我呢 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她常常这样跟人家讲 那每个人都笑她啊 这个人 狂妄不移 这个人啊 发酒疯啊 不晓得她在讲什么 所以不晓得她在讲什么 其实也反映了 我们世间人的现象 不晓得她在说什么 不晓得她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吗 神啊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晓得 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在说什么 那跟这个老女人 是一样的 那么她 听到了村里面的人 都不相当的话 结果呢 她就离开自己的村庄 另外一个村庄 到另外一个村庄 住的时候呢 就发觉到说 只要她的公鸡一觉 太阳就闪 早上就起来了 那她更相信呢 太阳是因为 她的公鸡 才会升起的 那她是公鸡的主人啊 所以她最伟大 一到她又迁离到 其他村 事情都是这样 越来越相信 自己是大的 大家好 道次庄子 讲道戒甲修真 庄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她说呢 智人用心若静 那么智人 当然就是指修行 已经到达彻悟的人 已经修行到最圆满阶段的人 那么她的用心啊 表示说她还是处在人世间 对于这些 待人接物 的道理啊 她已经能够 用最圆种的方法 来面对她 那她所谓最圆种的方法 就是指 像镜子一样 她的心 像镜子一样 镜子 我们知道 是光明 是无瑕的 那她因为光明 节亮啊 所以 她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物像 这些景象啊 都完完整整 毫不遗漏的 呈现在镜子里面 那么当圣人 她在面对这些 人情事故的时候 她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样子 就是 你所呈现的样子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好人 她造出来的样子 就是好人 你是一个善人 她造出来就是善人 当你有不好的一面 当你有这个 罪过错的一面 她呈现出来的 也就是你不好的一面 罪过错的一面 那这是自人用心若静 所以 这个自人啊 她不会跟人家争 她看到了 这个事情的真相 她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 不圆满的 这个地方呢 是有需要 去修正的 她的内心 会知道这个标准 但是呢 她不会去跟你 说明 她不会呢 去强加于你 那也就是说 圣人的标准啊 她不会把她的善 她所谓的美 所谓的好 强加在众生的身上 她只是 很自然的 如如实实的 把本来的面目 把本来的真相 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是自人 所以 讲到这句话 来呼应我们今天 讲戒假修真啊 我们对于 世间的万事万物 其实 就是应该这样子 那我们 为什么会对于世间 有所谓真假 好坏 对错 善恶的分别呢 那么这个分别呢 就是因为 你的心呢 有所偏执 你的心没有办法 像镜子这样子 很如实的 呈现出来 那你是偏心的 你喜欢 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情 你好恶 某一个人事物 那么这个 好恶啊 会在你的言行之中 表现出来 你的心是不诚的 你的内在呢 不够诚恳 所以呢 表现出来的 当然也就不够诚恳 也就不够如实 那我们说实相 实相的道理啊 就是 大到呈现的 自然的状态 那大到呈现的自然状态 他没有区分 你我 没有区分对错 没有区分好坏 那这个是 成于中 行于外 的一个修行的道理 那我们说 借假修真 我们看到了 世间万事万物 然后体现到 我内在 那个如实的 本来面目 透过 万事万物的 这个 启发 跟词典啊 我应该 悟出这样的道理 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生命的现象 就是来到人世间 来了解这样的道理 因为很多事情 你都还没有想透 很多人情事故 你都还没有过关 有些 所谓的 欠债 我们说业障 你必须去还清 有你的 这个使命 与责任 你必须去把它了 这个是我们人 来到人世间的 的目的 所以当你碰到 各种 障碍 各种境界 现前的时候 那个绝对不是 无缘无故 现前的 那无缘无故 有一个人来诈骗你 无缘无故 有的人呢 来批评你 或者是说 伸出手 对你 指责谩骂 或者是 打你 这个呢 你要想想 一定都是事出有因 世间的 人世 时空 这么多 为什么 只有你呢 会单单出现状况 那么这个要想想 那一定是呢 我在跟 他的对应之中 有一种 因缘的牵引 那这种 因缘的牵引啊 是很 维系的 这种维系啊 维系到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那事实上 我们说是因果 那因果的道理呢 在中国 一直都存在 那只是说呢 被佛家 他特别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是 这个是佛家的思想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 相信因果 就会受因果的报应 那不相信因果 就可以不受因果的报应 这是有可能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相信因果 你还是一样会得到因果的报应 那么所以说 你面对了各种的烦恼 障碍 你都一定要呢 欢喜的去面对它 然后呢 去把它解决这个问题 你绝对不是逃避 你不是恐吓 或者是说 你用各种诠释的方法 去把它压抑住 这个人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生活之中 有太多这样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有各种问题 那你在各种问题上 你有没有办法处理得了 你过关了没有 其实呢 这个都是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你不能够靠父母 不能靠妻子儿女 不能靠这个丈夫 靠亲戚 都不可以 你必须自己去面对 你自己的要去解决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事情呢 还是同样的 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会造成你更多的烦恼跟痛苦 那么会有此时此刻 你当下去迎接它 去面对它 然后呢 去跟它化解 所以解决啊 解决啊 还须细灵人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是戒甲修真 最主要的真相 所以真假 我们可以说是一 不是二 为什么真假是一呢 因为呢 因为呢 真的里面 它的一个波动 会产生假的 真的里面 虽然没有假的 但是呢 它新的印象呢 会产生假的 那个新的印象呢 是人在无知 无明的状态下产生的 我们说动 所谓一动不如一镜啊 但是这个动呢 是它的一个 时空背景的 因素 那它动呢 就会产生 各种的像出来 那只要呢 一有所 心有所偏执啊 这些像呢 就会成为一种 偏执的像 成为一种妄像 那人会把这种妄像 当作是真实 那这个是因为 人不觉的关系 不觉的关系 才有所谓的 各种无明对待的产生 那我们想想 我们生活之中 我们要面对的人情世故啊 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们以前小时候 还有父母 他可以帮我们 处理一切事情 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呢 父母 他没有办法 帮你处理各种事情 父母已经老了 那么你必须承担起 照顾父母的责任 现在父母的问题 是成为你的问题 和女的问题 而且你要 这个甘心情愿的 你要欢欢喜喜的 帮父母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这个才是人生的意义啊 我们今天讲孝道 那现代人都不喜欢听 那因为现代的家庭 都是小家庭制 所以啊 这个媳妇也不喜欢 跟公婆在一起 甚至呢 儿子也不喜欢 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现在的爸爸妈妈 都有 不敢养儿防老 这样的一个观念 都必须自立自强 都得靠自己啊 即使是老了 还是得要靠自己啊 那这个是因为 时代紊乱 人心扭曲啊 孝道沦落 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孝道沦落了 整个社会的状态 他那个不安的状态 波动的现象 会更加明显 因为在人 主要的一个基本德行 已经呢 土崩瓦解 既然孝道已经瓦解了 那么人 想在其他的德目上 建立起来 那是不可能 你要透过制度 透过整个团队的 一个规章 或者是透过 整个社会的氛围 你要来保有 整个社会的秩序 这个是相当困难的 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我们知道社会 是由家庭主成的 那么家庭呢 是夫妇之间组成的 那夫妇呢 夫代表日 夫代表这个月 日月合起来 才会明 日月才会合合 合合了才能够产生 整个和谐的状态 那夫妇和谐了 明了他就懂得孝顺父母 他就懂得呢 能够在孝顺父母的这个过程之中 来教化子女 所以教化子女是从孝顺父母开始做起 那么你说孝顺父母这一边的责任 我不要管了 我只想孤儿的儿女 把他顾好就好了 结果呢 所有的这些 因缘果报啊 通通跑到儿女的身上 那是你的问题啊 那是你问题没有解决 你把问题丢到另外一个 人身上 那孝道最基本的德行没有进了 结果呢 你把这种 没有进到孝道的这种因缘果报 结果 丢在孩子的身上 那孩子以后呢 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你才会感受得到 你以前怎么会这么做 但是那个时候呢 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除了说 这个问题 家庭的问题之外 这个问题事实上呢 是很多 我们呢 如果能够好好的来分析啊 好好的从这种 人伦制度来分析啊 那么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世界温乱啊 颠灾地变啊 它所有解决的方法 都是在家里面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现在举一个 生命的例子 也就是说 人都会有生老病死 那么人面对生老病死 通常都是被摆布的 的角色 被玩弄 被死神玩弄 人完全没有力量 去对抗 生老病死 尤其是现代人的这个 毛病啊 这种病啊 越来越多 莫名其妙的病 产生一大堆 那我现在的医院 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 科技的文明啊 也相当的发达 可是呢 对于这个病啊 却常常束手无策 那我没有药可以医治它 你再好的设备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你看现在H1N1 我们看来只是一种 流行性的感冒 那么流行性的感冒 竟然呢 扩及到全球 让全国 全世界的人 人心恐慌 医师们束手胡策 只能够用了 这个疫苗 只能够发展了 这个抗药物啊 来抵制它 但是 这个 抗药的这种药品啊 抵抗的这些药啊 它用多了 会让这种病种 又突变了 结果突变之后啊 那医学家呢 又伤透脑筋 又没有办法对治了 它必须来 去 开发更新的药 更抢的药 来抵制它 来杀死 这个病毒啊 那这样 想想这种现象 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 人世间所讲的 冤冤相报 现在我没有力量抵抗你 被你杀死 将来我更有力量了 我就把你杀死 那杀来杀去 那杀来杀去 结果呢 到底谁会赢呢 那杀死 约渐相报 何时了 那么我们 面对 这些疾病 面对这些 病毒的状态啊 我们只能够用化解 化解的道理 你在哪裡?化解的道理在於人心的祥和 人心的親近 心如果說沒有貪生吃了 你沒有想要殺害對方的念頭 你跟他和平共存 那麼這個病毒它自然就不會這麼猛烈 它自然也就和平起來了 所以我最近因為在家庭裡面 面對了這些生死的問題 讓我特別的感觸 我的媽媽在今年去年 去年的年初的時候 那就因為呢 這個 脏腹的功能衰竭 那尤其肝臟 肝臟也有硬化 甚至長腫瘤 吐血不止 那麼就這樣離開了 那麼我們會想說這是老人病啊 老年人他就會得這種病 他會因為病而死 這個我們那時候理解是可能是這樣啊 但是沒想到一年之後 我的妹妹竟然也死了 這個消息啊 讓所有的人非常的震驚 那我妹妹呢 她可能還不到四十歲 雖然婦文上寫四十歲啊 但是呢 她實際的年齡啊 可能是三十八歲或三十九歲而已 那麼我們就把它當作是四十歲 四十歲就離開人世間了 那病因是什麼呢 病因是不敏原因 不知道原因 然後就過世了 那你想想 這個人世間 這種無常的到來啊 它是讓人不可想像的 那我死神的招手啊 你沒有辦法抗拒 那麼你唯一抗拒的力量是什麼 就是 你在此生 你對於這顆心的一個羞恥 你對於這個世間的奉獻 所謂善 所謂功 所謂德 你做了多少 這個是你可以跟死神 談判的籌碼 那這種道理呢 要好好的講 細細的講 才能夠打動人心 才能夠 讓眾生呢 真正的從這個 迷妹之中醒過來 好 我們說我妹妹四十歲 就走了 不明原因就走了 留下兩個孩子 一個在上小學 一個在上國中 年紀都還小 那整個家的家計啊 這家務啊 本來都是她的操持 那她自己還要工作 那丈夫呢 在外面工作 很久才回來一次 那你看現在呢 現在這個父親啊 要單獨的面對一切 那麼想想 我們在生活之中 常常聽到說 啊某一個人 又怎麼樣了 我們什麼人的親戚 什麼朋友 他又怎麼樣了 這樣的訊息啊 常常傳到我們的耳中 那我們呢 有時候呢 感觸很深 有時候呢 無關痛癢 你看我太太她每天在 在家務病房工作 那她在工作的這個階段啊 看盡各種生死的狀況 那對她來講啊 那可能也是不痛不癢了 那偶爾會有很大的感觸 但是呢 總是一種不痛不癢的心態 那想想 如果說 今天 躺在我們面前的人 是我們的家族 我們最自愛的人 那我 我看著她 我束手無策 我不曉得怎麼辦 然後眼瞳瞳著 我望著她 人家說 眼瞳瞳的看著死神 把她帶走 那對於世間的這些疾病 我們到底 要如何醫治它 如何對治它呢 如果說 我們都想 我們都想跳出六道輪尾 我們都想解決問題 可是呢 我們自己的生死 甚至 甚至這些疾病 只是生死之前的花爆 那這個花爆的問題 花爆也是一種報應啊 你種什麼因 得什麼果 這個果 還沒有結成之前先開花 這個花就是你的報應啊 但有時候花是很漂亮的 那當然就是善果 好果 有的花是很不好看的 有很 象徵意義不好的這個花 那可能就是惡果 壞果 壞果 那這個你都必須去承受 所以 珀雪就特別去研究 王鳳儀 這個大善人 他當時啊 他對於這個病的態度 以及呢 他對於這個病的透徹 的能力啊 竟然可以透過用講的 然後把這個病呢 把他治好了 就一句話而已 就把他治好了 那所以呢 從他的經驗之中啊 我們可以知道啊 這個病啊 的成因啊 其實是 有他的源頭的 那我們說病 第一個有可能是病從口入 我們吃的東西 沒有吃 吃對 沒有這個 吃對營養 沒有按照這種三餐比例的標準 你隨便吃 胡亂吃 不定時定量的吃 結果呢 就吃出病來 那你不按照你的體質 不依照呢這個 這個營養的這種成分 這個胡亂吃 這個也生病了 那麼生病呢 那還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呢 夜感風寒 日感暑熱 這種風寒 鼠濕造火 這種影響啊 也會讓人得病 那這個病的病因啊 就是外因 是外在的因素所引起你的病 這外在因素是 對現在我們來講 外在因素太多了 這個太多了啊 是因為我們現在的 的飲食啊 叫做飲苦食毒 那飲的呢 都是那個 有毒的 或者是 有病菌的 食毒呢 就是吃的東西呢 都是農藥 都是化肥 都是這些毒藥 甚至我們吸的空氣啊 都有可能是不乾淨的空氣 那這是整個大環境的供應 所營造出來的 那麼病從口入 這個外因呢 那就得找醫生啊 你必須要靠醫藥 那這個醫生呢 也要看你的因緣果報 你要找對醫生 找出你的貴人 然後呢 下對藥 吃對了這個處方 那當然你就病了 就好了 這裡面牽 牽引著很多的這種 因果細微的項目啊 這個是沒有辦法 意義論足 總之呢 吃藥 看醫生 那病治好了 那這個就是呢 你的 你有那份福分啊 不受到這個疾病的干擾 這是外因 再來就是內因 內因我們是講 心理的這個層次啊 你的心境影響到你的肉體 結果呢 肉體就生病了 哦 你的這個 火氣 事實上火氣就是指 人的這種體溫啊 哦 上下流竄 那體溫 升到腦了 你就腦熱 體溫下降了 那麼你就 積在腰了 你就會得腰的症狀 積在腳呢 腳走 就沒有辦法走路 然後氣 氣在那裡也會得病 所以呢 有一種這個心理的病啊 那這個心理的病啊 這個就是中醫 他研究的範圍 所以中醫呢 他能夠講到這個層次啊 他是 比西醫呢 還要更 更 更深入 那西醫當然 他沒有辦法講述這種 心理的層面 西醫雖然也有心理醫生啊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向中醫 他講到這個人的五臟六腑的變化 是因應了整個天地五行的變化 你看我們肝 肝為什麼會得病 怒傷肝 這個我們最常聽到的 你生氣了 喜歡這個發火 喜歡罵別人 喜歡這個凶別人 怒傷肝 你就會得肝病 肝肝發炎 哦 會得到V肝 吸肝 得到呢 這個肝硬化 肝腫瘤 肝膽 相連 所以肝得病 肝也得病 這個是怒 一個人喜歡發怒 一個人沒有辦法控制 自己這種衝動的 的 的這種情緒啊 他就會得肝病 那我們說肝屬木 這個木啊 是調子的 也就是說木是往上長的 那木呢 是欣欣向榮的 那木是呢 這個草木繁盛的 那麼這個是正常的木 有健康的木 我們說羊木 羊木就是這樣子 所以木呢 它的這個本質啊 就是人 人 人以理智的人 那所以木性 木性的人啊 他是有 有仁慈之心 他對人呢 非常的柔和 對萬物呢 他也 有這個 慈愛幫助的心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是櫻木的話 如果說 這個人啊 他沒有 這種修養 喔 常常生生氣 常常發怒 就會讓這個 自己的 這個木 木性啊 會成為櫻木 櫻木呢 喜歡呢 喜歡呢 去做一些為非做歹的事情 我就是故意要 跟你不一樣 那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有肝病 那為什麼 因為呢 他就是喜歡跟人家不一樣 喔 標新利益啊 他喜歡發怒 喜歡呢 有自己的個性 他有個性的 結果呢 就是呢 造成櫻木 就傷肝啊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 肝的藥是最多的 我們都知道口 火氣大 口氣重 那這個就是肝火 肝火旺 所以呢 要調肝火 那現在這種藥最多 是因為 現在 得這種病的人 也是最多 那台灣的肝 肝病啊 那更佔是 可以說是 國家的病啊 國人的病啊 更是佔第一位 那所以這個 要懂得去降服他 喔 年輕人 太有個性 不聽從父母的話 不聽從師長的話 結果呢 就 給自己啊 累積那個氣 預計在肝 結果呢 就生病了 這個病呢 你只要能夠 柔心 順氣 接受這個 父母師長的調教 孝順父母 公敬師長 那麼這個病呢 就會慢慢的化蟲 那我們心 我們說到心 心臟的病 心臟是有什麼生起的 我們說 愛恨情仇 心是愛恨情仇所生起的 那你喜歡一個人 喜歡到呢 這個無以復駕 用盡各種的手段 用盡各種的方法 就是想要得到這個人 那得到的時候呢 看到這個人的缺點 結果因愛生恨 或者是說你沒有得到 結果呢 就恨對方 恨女方 恨了所有的人 誰造成你 今天沒有辦法得到這個人 那你就會恨誰 就愛恨交加 這種恩怨情仇 造成你的心 的病 那心病 現在也是很多 心臟病 心肌梗塞 心血管發生病變 各種 高血壓 血壓 血液 缺乏 這種血的問題 都是屬於心的問題 那我們在社會上 也聽到很多 很多人 有一些都是 這個很有名的人 然後呢 就走到外面 結果呢 一下子心肌梗塞 走了 甚至呢 這個年紀很輕的 這些青少年 也會中風 也會得中風 然後呢 因為中風造成了 這個植物人造成了 家人的這種負擔 也是有 那這個 心病 心病 產生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對於事情 的這種愛恨 太明顯了 愛恨太明顯了 就產生了這個 心的疾病 我們說心 心屬火 這個火 這個火是 指我們人 體內的這個溫度 那這個溫度呢 不協調 火是屬於上身的 火氣上身 這個火呢 上身這個 結果呢 就累積在 我們的這個 腦裡面 所以腦產生的疾病 也是心所 有延伸出來的 腦 比如說這種 腦黏痴呆症 比如說 這個腦血管 暴力 比如說這種 失眠 甚至呢 我們說 精神病 這個呢 都是因為 愛恨情醜 造成心的火氣 激在 這個腦裡面 所引發出來的疾病 那麼火的本性 有陽火跟陰火 陽火是正規的火 我們說 這個 心屬火 火是屬於禮 禮貌的禮 那麼火 火性的人呢 他是光明的 因為火相身光明 火性的人是 光明坦蕩的 而且呢 這個人呢 很有禮貌 他這個人呢 很謙虛 那雖然呢 火這個動作是很快 也就是說 火性的人呢 他會動作會比較急 講話會比較急 可是呢 他是正大光明 他是這個 依照這個法律制度 中規中矩的 這個是屬於陽火 你看很明顯的那個 觀聖帝君 我們知道觀聖帝君的臉 就是紅的 所以我們知道 他是火性的 那他的一言一舉啊 都是合乎 道德倫理的標準 所以他 是守法守禮 這個是陽火 那陽火呢 是正常的火 那如果說呢 這個 陽火 你不去培養它 結果呢 你讓你的愛 你的恨 超過了你的本性 明滅了你的本性 結果呢 就造成陰火 那陰的火啊 那就非常可怕 陰火在燒啊 陰火在燒呢 他就會把整個神經系統 把整個人的精神啊 通通會燒毀掉 反射在我們心上 身體上的血管的疾病 心臟的問題 精神的問題 這些都是心 陰火所造成的 那所以說 對於這種 人世間的變化 你必須用 淡然處之啊 那我們講到 脾 脾胃 脾胃是 互相表理的 那脾呢 脾呢 脾胃的病啊 脾胃的病啊 就是怨恨 憂失 所產生的 喔 怨 埋怨 你那個怨呢 是埋在心裡面 那埋在心裡面呢 當然呢 就累積就是病 就會堵在那裡 就會堵在那裡 所以胃會發堵 你就 這個排 排泄呢 就不正常 你的代泄呢 就變得相對的弱 喔 胃腸的功能呢 就相對的減輕 我們說脾胃不好 或者是說胃不好 那有時候胃太好 胃的功能太強 也會造成病 那個這個人呢 就是因為呢 他想太多了 事實上沒有這些現象 你看上一次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在報導一個胃病的情況 就是因為胃功能 蠱動的能力太強 結果引發他的胃病 引發他胃病 結果造成他呢 三餐也吃不下 人越來越消瘦 可是去檢查的時候 你的胃什麼病也沒有啊 你的胃很正常啊 很健康啊 那為什麼會得病呢 因為呢 一死的這種怨氣啊 怨氣 憂失 也想太多 煩惱太多 憂鬱成症 憂氣 積結在那裡 所以造成呢 一死的那種脾胃啊 他的這個運作不正常 那他的運作不正常 把這種脾胃的症狀啊 傳送到腦 結果腦就下命令 啊 現在脾胃呢 開始不正常了 所以呢 我們呢 要好好地去顧手 結果就是因為腦 不斷地在下命令 說脾胃是不健康的 其實是自己認為 自己的脾胃是不健康的 所以這個專家 這些醫生啊 他們對治這樣的病啊 他們就是用科學儀器 來幫他們診療 而且呢 讓這些病人啊 看著他們診療的結果 好 比如說這個掃描 超音波掃描 就讓他看 你看喔 我現在幫你做超音波掃描 好 一邊做一邊讓他看著螢幕 你看你的病 你的胃都沒有什麼毛病 好 你的皮沒什麼毛病 腸胃也很好 好 做這個斷層掃描 做這個 這個 X光什麼的 一大堆的檢查 通通讓他知道 你的病是沒有問題的 他自己知道 病沒有問題之後 他就釋然了 就放開心懷了 他就也不再去想東想西了 也不再去埋怨東埋越西了 結果呢 病漸漸就好了 我們知道 皮 皮屬土 那土啊 就是羊土跟引土 羊土是正常的土 那羊 這個羊土啊 它表現在我們的德性上的 我們說 仁義理智性 這個皮土就是代表性 好 那性是什麼道理呢 性就是說 人眼為性 你講的話 就是你的這個心意 你的誠意啊 那你講的話你要做到啊 那你做到了 不管對方的反應是怎麼樣 你都不要再埋怨 你都不要再擔心啊 也不要憂慮啊 你就好好地表現出你自己 的那一份誠心敬意 誠於中心以外把它表現出來 這個是信用 所以沒有信用的人 常常常也會產生脾胃之病 你看脾胃 脾胃的病 胃腸的病 在我們現在 好像更多 因為胃呢 很容易出毛病 尤其是一些鄉下的 一些農人 老年人 常常因為埋怨 埋怨兒女 這個擔心兒女 擔心家庭 結果呢 常常脾胃呢 出狀況 消化不良 胃塗痠 或者是說胃溃疡 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發炎 小腸 大腸 吸收不正常 各種 各種 各種腫瘤 在胃的也很多 腸胃也很多 那麼這種消化系統的問題 都是你埋怨所造成的 你的一股氣堵在 脾胃裡面 所以呢 沒有辦法消化 造成整個腸道的消化系統 都形成問題 那麼這個 是在腸 在脾 在胃 我們好像都連著講 其實呢 它裡面還有細分的道理 如果說是在這個 五臟 五臟所因 那因呢 就是比較是屬於 你面對的這種 小背 你的貧背 所造成你的 這種傷害 你埋怨你的 你的同事 埋怨你的同學 或者是說呢 埋怨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擔心你的兒子女兒 擔心這些小背 結果呢 就會造成 脾胀出問題 你埋怨大人 埋怨你的上司 你的長官 這個就會是 腸的問題 那麼我們說 皮屬土啊 你要這個 有羊土跟陰土啊 你要變成陰土的話呢 你就是生悶氣啊 你就是埋怨啊 你就是不平啊 哦 你就會這個 育於寡歡啊 這個是陰土 那我們要把陰土呢 翻過來 成為羊土 那我們再講 肺臭的病 肺臭的病 就是呼吸系統 那呼吸系統有毛病了 那呼吸 呼吸屬於 這個肺 肺跟皮毛是相表理的 所以皮膚的問題 也是屬於肺的 那肺臟怎麼引起的呢 肺臟是因為 你喜歡 你喜歡這個 腦 腦人 傷腦筋 你那種傷腦筋啊 這種情況啊 不斷的累積 就會產生肺病 或者是說你 悲傷 你會悲傷 常常呢面對事情呢 無法自主 不由自主的就悲傷起來 這個 喜人憂天啊 那這個悲傷呢 就產生你的肺 肺的症狀 你的 腦人的事情太多 也會產生你的肺的症狀 那肺 肺的症狀有很多啊 你的這個呼吸系統 造成問題 肺肌水 肺腫瘤 那肺這個 這個呼吸道 障礙 或者是說 整個皮膚 精神氣色不佳 皮膚這種 臉色萎靡 等等啊 這些都是肺腫 所造成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知道肺 在五行的德性裡面 肺屬於這個 金 五行屬金啊 那德性呢 德性屬於義 我們說 人義理智 這個義啊 就是屬於肺 所以當一個人 他沒有道義 他不講義 義就是 我們上次講到 合情合理合法 的言行舉止 那就是義啊 你沒有言行舉止的標準 那麼你 常常呢 在那裡 傷腦筋 或者是說 你常常呢 會悲傷 悲傷 自己做不到 喔 或產生了 各種的 難過的現象 那就產生了這個 呼吸 呼吸到 肺脏的毛病 那肺 肺屬於義 肺屬於金 金有陽金 跟陰金 陽金呢 陽金就是一種 一種 這個開懷的 一種喜樂的 一種 我們說樂觀的想法 你看金呢 就是 這個一塊在那裡 你看金的那個筷子 就是他非常的剛硬 他非常的堅強 那麼呢 他也代表一種 一種折善固執 喔 這樣的人呢 是屬於陽金 他對於人生啊 都是正面的想法 喔 所以呢 他 都會積極的去處理 各種事情 他不會萎靡 他不會萎靡在那裡 也不會消極 他會像鋼劍不洗一樣 像這個太陽 那種力量一樣 這是屬於肺 那陰金呢 就屬於那種 消極的狀態 悲悲 悲悲 或者是說 煩惱 這樣的狀態呢 就產生肺病 再來就是說 腎病 腎 腎 腎屬水 對 所以 當人 厭煩的時候 喔 當人呢 會恐懼 會驚慌 會厭煩 這個 就會產生 腎臟的病 喔 腎臟的病呢 包括密尿系統 包括整個婦科的疾病 這個都屬於腎的病 那腎 腎的病啊 尤其像婦科的 現在的也是很多 那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 婦女太超凡了 現在婦女 要走出家庭 要超凡家庭 要超凡事業 要超凡這個兒女 超凡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 現在婦科的病啊 很多 那麼 男科的病 我們說腎臟病啊 也不少 現在的男性啊 性功能不全 或者是說 這種 這種 社會腺腫大 啊 或者是說 這種 體力不佳 等等呢 都是因為 這個 操勞 煩心 都是因為呢 這個 生活在 驚慌 恐懼之中 就會得到這種 腎臟的病 那我們說 腎臟 腎屬水 水 羊水 羊水是 正常的水 羊水是乾淨的 羊水是滋潤的 那 因水呢 因水就會造成 這個土石流 就會造成水災 喔 就會造成呢 這個 臭 臭水溝的水 那臭水溝的水 就滋留不澎 會發臭 那 你看人如果說 整個 泌尿系統 發臭了 那麼你也要 煩惱了 你要洗腎啊 那現在洗腎了很多 整個 這個排泄啊 出了問題了 那這是為什麼 超凡的事情太多 你的 驚慌的事情 恐慌的事情太多 這個羊水 要把它恢復成羊水 不要讓它變成陰水 陰水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 甚在 這個五德之中 它是屬智 智慧的智 那這個智呢 在我們 的這種 修行的這種經典來講 智是最重要的 智是 所有的修行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德目 好 也就是說 當我們 不迷了 我們就會產生 智慧 當我們心定了 那個智慧啊 由然而生啊 智慧本來 圓滿具足 結果呢 今天智慧 沒有辦法具足 沒有辦法朗線 這個都是因為 我們被習俗所染 被整個人情世故的 這種 微理細節啊 給障礙住了 為什麼變成 你叫吃人呢 那因為你的智慧 沒有辦法流露 所以你認為 你叫會吃人 那這是我們大概說 五臟的疾病 這個是內陰 這個是心理的病 心理的病呢 要透過你的調心 我們說的 今天說的這個 借甲修真啊 你要借著這個身體啊 來把你的心調好 借著這個現在啊 有這些明師 有這些同修 有這個大道 在在指導你啊 你要趕快把它調好 所以這個 仁義理自信 你要把它做好 五常之德 你要把它恢復起來 這個呢 這是我們今天修行 是一個很重要的標的 所以修行人 他本身呢身體要健康 他精神要清朗 這個要清安自在 修行要達到這樣子 人家才會對修行 產生嚮往 產生肯定啊 那今天修行人 也是病激奄奄的 那你怎麼樣去影響別人呢 沒有辦法 所以我自己啊 也最近因為受病所苦 所以感覺到這個病啊 一定要把它 把它克服 把它治愈 那當然找了很多方法 那如果說 你的病因 是從心理醫院引起的 那麼你必須重新挑起啊 你找外面的醫生 是沒有辦法治你的心理的病 心理醫生也沒有辦法治你的病 那因為呢 你這個人情事故 你都沒有做好 你在這個周圍環境之中啊 你跟人的互動 那是不協調的 那不協調 你自己呢 又把這個垃圾啊 放在你的心裡面 躲在那裡就 就生病了 那你氣不順了 那你就生病了 這個病呢 心理的病是從 氣毒 這個火發了 這種現象所以 所產生的啊 那所以 在公司上 在家庭裡面 在學校裡面 或者是說在道場裡面 你都要記得 把這種 人意理智性 這些德目啊 把它實踐出來 而且呢 把這種 人意理智性的德啊 協調在整個 身心裡面 絕對不是強加的 也絕對不是呢 你 要求別人 或者是說別人強加於你 都不是這樣子 你自己內心 要有所覺悟 因為你做人 沒有成功嘛 你這個做人的道理 沒有做好 所以呢 就累積成你的病 我們講做人沒有成功啊 那希望呢 大家不要聽了這樣之後 就對後學的話呢 產生的反駁 那很多病啊 其實原因很多 我們只是講心裡的病 來分析他的原因啊 因為我知道 很多道場的 這個前輩啊 我們說前人 或者是典傳師 或者是這些 法師 牧師 那他們的這些 病的產生啊 有時候呢 是為了這個道場 而累積下來的 也就是為了眾生 而產生這個病 他有一種 頂潔救世 這樣的一個原因啊 所以這種原因呢 我們沒有辦法 去了解 也沒有辦法去解說 我們看到很多祖師大德 他走的時候呢 也是視線病態 那視線病態呢 這個病呢 到底是從何而來 我們沒有辦法說他修 修行修的不好 也不可以說他做人做得不好 他在這 某一種方面呢 在這些修行方面 都做得很好 可是呢 他還是呢 得病而死 這些是 很多微理細節啊 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心理層面 講說的 你看這個 孔子 去看他的學生 染伯扭 摸了他的手 說實以 詩人也偶有詩集 詩人也偶有詩集 哎呀 沒有辦法救了 這個人 這樣的好人 怎麼會有這樣的病啊 所以孔子也很無奈 你跟好人也會生病啊 那麼我們今天 從心理的方面 來細說 希望呢 能夠藉著這個心理的調養 營養的協和 讓我們的身體呢 達到一個沒有病的狀態 喔 這種沒有病的狀態 是我們現代人 希望去追求的 所以透過病呢 也能夠讓一個人覺悟 讓一個人覺知 走向聖賢之路 這個是我們今天講 講病啊 病的原理啊 是一個很重要的聚集啊 那我們還有一個 心理上的病 還沒有講 那這個心理上的病呢 那就 更難治人 那心理上的病呢 也是 更新在主 跟 各種 這大環境呢 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當然是要好 好好的 慢慢的來分析 來解說啊 但是呢 從業甲修正 這個甲 你看 大家早安 今天 我們講到第十五句的經文 恢復本性之自然 那自然 就是道 所以呢 恢復自然 就是恢復道 在莊子的預言裡面 他曾經提到 他說有些人啊 他的這個修行方法 很奇怪 那很奇怪是我們後人在說 那莊子把他提出來 他說呢 有的人 刻意高尚自已的行為啊 那表現的 與世俗不同 那這種 作為啊 他是刻意這麼做的 那還有一種人呢 發表空論 抨擊社會的黑暗 喔 表達心中的不平 或者是說不滿 那這 只是憤世技術者的做法 所以憤世技術的人呢 他用這種 空論 用這種 跟別人不一樣的言行 來作為自己 這個處事修行的方法 那還有一種人呢 提倡呢 既是救人 師 才捨物啊 以便修養自身 或者是教會別人 或者是說呢 在 固定地方講學 這個呢 都是這個 修善 人事的做法 那還有一種呢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講大公立大名 定君臣的禮節 以治天下 喔 這是復國強兵 兼兵土地者的做法 那還有一種就是 是在山林 有水草的地方 賢俠釣魚 為了是放下心裡的羈絆 這個是呢 避世討清賢者的做法 那還有一種就是 練習呼吸 做導引 學熊掛在樹上 學鳥伸長脖子 那這只是呢 磨練身體想要長壽者的做法 那他列舉了這五種人的做法 他說呢 這些做法都是友商大道 那他後面呢 還有一個比喻啊 他說有一個人啊 在這個養生方面做得很好 做的呢 可以說是呢 功夫非常的徹底 把自己保養的啊 像小孩子的皮膚啊 那頭髮乌黑亮麗啊 那看起來呢 還很年輕啊 所謂賀髮童眼啊 那麼結果有一天呢 在山上走路的時候呢 就被一隻老虎抓去了 把他吃掉了 那他就懷疑了 這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不是養生養的很好嗎 把自己養到這樣 身體健康喔 皮膚光滑 很年輕的樣子 結果呢 竟然發生意外 所以庄子在講養生啊 他說這個養生也要包括進去 這個意外呢 你也要考慮進去 那意外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我們不知道啊 24小時隨時隨地 都有可能發生啊 我們說無常啊 所以庄子才說啊 以上的這些人啊 通通不是養生的方法 你看我們如果說 在道場修得很好 被人家說修得很好 結果呢出外發生車禍了 或者是說這個身體嚴重受到傷害 那麼你說你修得很好 那這樣呢 對庄子來講 你也達不到養生的標準 那所以說 庄子說啊 達到養生的標準 就是要回歸自然 那當然庄子 那當然庄子有他回歸自然的標準 那麼呢 回歸自然都離不開人的心性 喔 人世間的 淪場的道理 因為你 你不可能離群所居啊 你要跟人住在一起 那跟人住在一起 你就會跟人 發生各種 互動 所謂人情事故啊 那這種人情事故啊 就會產生 我們這個思想上 行為上 在修行上 有不同的變化 就會有產生不同的應對 那只有恢復自然的人 喔 那麼他是 隨順自然之道 那他才能夠 跟這些人 跟人相處的時候 能夠圓榮自在 和樂逍遙 這個是庄子 在他的這個書裡面 所強調的養生的標準 那呼應我們今天 所要講的這句經文 恢復本性之自然 人因為秉著 天地陰陽 五行的氣而生啊 所以呢 這個大地 滋養著我們 萬物滋養著我們 所以人呢 可以行天地之功 可以採天地的精華 那可以呢 這個為天地立心啊 那所以人在這個天地之中 他的作用呢 是相當的大 那人講到心性 只有人啊 有辦法說 來修煉這個心性 來體悟這個心性 來證得這個心性 喔 所以 在萬物之中 人為萬物之靈 只有人 那他才可以說呢 恢復本性之自然 那可見呢 那可見呢 人的智慧 他是可以透過 一種修煉的行為 來達到 所謂天清地寧 達到這種天地合一的標準 那我們講到 然後 上次我們講到戒假修真 藉著這個 病的分析啊 來說明 這個戒假修真的道理 那因為上次我們還沒有講完 都呼應到這一句 去恢復本性之自然 我們今天要講 那個性裡的病 那性裡怎麼會有病呢 性是 圓滿具足 性是親近平等 喔 性是這樣如如不動的 那他怎麼會生病呢 那麼說到這個性裡的病啊 我們就知道說 性不會生病 那生病呢 是因為 你性沒有彰顯出來 喔 你的世神 把你的性啊 給掩蓋住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讓你的性德啊 完完全全的流落 所以說我們說 智慧 德能 向好 這些呢 都是我們性德 完成的流落 好 智慧是清楚 是清朗的 是具足的 是圓滿的 德能 就是我們的道德 也是圓滿的 能就是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這個才學 也是具足的 也是具足的 像好 就是我們外在的 這個長相 身體的健康與否 這個呢就是 智慧得能像好的流程 那對於 這個自信在我們身上 圓滿的具足 那麼智慧得能像好 自然就會具足 所以我們是 應該是不會生病的 不會老 不會死 那我們應該是呢 可以隨意的 駕馭這個肉體 生死自在 什麼時候 要離開 什麼時候 不離開 都是由自己控制 那現在人 沒有辦法這樣 那麼想到 有一本書 叫曠野的聲音 好像後學也有提到過 這個曠野的聲音 它裡面呢是一個西方的 學者 去採訪 當地的這個原住民 是澳洲那邊的原住民 那麼跟他們生活 從他們的這個生活 經驗之中啊 他了解到 什麼才是 恢復本性之自然 人要回歸自然 那這個回歸的道理 就在他們這些原住民的身上 就看得到 那麼原住民他們呢 自稱為真人 他把這個西方這些人 原住民以外的這些人 就稱為變種人 他是從真人然後變種 變種 變種的意思當然就是 不好的 變得不好的 那他們真的 那個真人的樣子 是完好的 是那個神的樣子 現在變種了 當然你就沒有神那種 智慧德能像 那這個西方的科學家當然 不以認同 所以不知可否 他就問這些原住民的長老 你說我們是變種人 那你說看看我們是怎樣變種 你們是怎樣不變種 然後他就說 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你們的身體跟我們的身體 那個能力就不一樣 那怎樣不一樣呢 我們的身體啊 對抗這些天然的這種 現象啊 我們都可以很自在的來應對 你們不行 你們要穿衣服 你們會感冒 會生病 那原住民就不會感冒嗎 他說原住民 這個雖然有一些小病 但是很快就可以痊癒 那也不是常常會生病 那他舉一個例子 他說呢 我們可以啊 這個在大雨之中 不穿衣服 三天三夜都不會感冒 在雨中喔 這樣生活三天三夜 那麼你們 現代的人 有辦法這樣嗎 你們所謂的文明人 有辦法這樣嗎 這個科學家想說 沒辦法 三天三夜在雨中 不會感冒 不會得病 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他們呢 他們本來就沒有穿衣服 他們就是住在這個森林裡面 那所以呢 這個下雨 雨中 住三天 對他們來講 只是家常便飯 那這個例子啊 還不注意說明 他們是真人的原因 直到有一次呢 他們這些原住民 到山上去打獵 去採果實 結果呢 在這個半路上啊 就有一個原住民 從山頂啊 摔到山谷了 那他整個這個大腿的 骨頭啊 骨折 而且呢 是整個突出來了 已經刺破了表皮 穿出來了 哇 這個是現在的科學家看了啊 哇這個不得了啊 這個還得趕快送醫才行啊 但是原住民他們哪來的醫院呢 哪來的醫師呢 他們不需要醫院 也不需要醫師 那他們把他想盡辦法 把他抬 抬到了這個巫師的家裡面 那巫師做法 那可真奇了 巫師呢 他就在用他的手 就在他的傷口上面啊 這樣平行的撫摸 手也沒有碰到傷口 然後呢 念念有詞 那念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 他這個腿部的細胞啊 能夠趕快恢復 恢復你的本位 回歸到你的自然的生活 讓這些細胞呢 都回復到 都回歸本位 那這樣安撫一下呢 也沒有服藥 那也沒有吃藥 欸沒多久 大概半小時的時間啊 他那個突出來的那個骨頭啊 竟然自己縮回去 這真的是太奇 太奇了啊 那中醫可能也不相信這種道理 那骨頭縮回去 那他那個傷口呢 用草藥敷一敷 那不久之後呢 大概兩三天啊 這個人的骨折好了 喔 外表的這個傷口也好了 沒有吃藥 那也沒有 也沒有說看醫生呢 他只是就是要安撫一下 沒想到就這樣發生 這麼神奇的事情 那當然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神奇 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家常便飯 那他們隨時在跳舞 隨時在祈禱 他們說呢 在跳舞 唱歌 祈禱過程當中啊 就是在跟天溝通 所以他們可以常常知道天的旨意 那他們的做法呢 也不會違背天的旨意 甚至呢 他們可以隨時回去 喔 他說他們的身上有一種開關 生死的開關 那如果想要回去了 把那個開關一關掉 那這個人就回去了 那不想回去呢 你就不要去 去動他 就一直生活著 所以這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們說真人 那他們可能是真的是真人 從這種 從這個例子啊 我們看到他們的這種 這個德能啊 至少比我們好 身體狀況啊 比我們好 那我們修行 第一個表現在我們身上 就是我們的身體 身體不好 身體會得病 那都是呢 我們這個自性啊 被泯滅住了 自性沒有辦法當顯 沒有辦法恢復到 這個自然的本性 那所以我們講到 生理的病 心理的病 跟心理的病 這三種病啊 的原因如果能夠了解清楚 那麼我們相信啊 世間的人 喔 包括修道人 他不會再生病 那生理的病 我們已經 講過 其實就是 我們的這種 這個 輪場關係啊 我們神 沒有離群所居 跟這些人 人情事故 處在一起 所以人跟人 之間的互動啊 就產生了 這種 生理的關係 那如果產生了病呢 必然是在 某一個輪場上啊 你發生問題了 所以你那個地方 就會得病 好 比如說我們說 父子關係 父子關係發生 問題啊 這個兒子不孝順父親 那麼這個兒子啊 他的身體的病是怎樣呢 他就會常常 頭痛 喔 或者是說 心 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說 這個 膏肝肩膀痠痛 喔 這個 上膠部位 不舒服 一定是 一定是會有這樣的 病症產生啊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 為非作膽的人 不孝父母的人 他們還是一樣 腰三喝四 大吃大喝 完全的沒有病的樣子 那是因為呢 他的這個 那個餓的能量 還沒有累積到 讓他生病 那他遲早會生病 那如果還會 還沒有改善的話 那他就會生病 所以生理的關係是 我們人 跟五常 跟五輪之間的關係 那 那心理的病 上次我們也講到 心理的病 那心理的病呢 就是 你的喜怒哀樂 我們 我們上次講的 這個肝 就是怒 那這個心呢 就是愛 就是恨 這個土呢 這個土呢 憂 就是悶 那肺呢 肺呢 肺就是 腦 悲 那肾呢 就是煩 就是 驚恐 好 這些心理的變化 就會 產生 我們 這個 身體 內臟上的 對應部位啊 產生不舒服的狀況 啊 這個都我們在上次 都有提到過了 那只是說 這一套系統 是一個 很 繁雜的系統 那麼在王鳳以言行錄裡面啊 他把這個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有 有機會呢 可以來參考 我們今天要講心理的病啊 是我們的這個自信啊 被泯滅住了 你在哪個地方被泯滅住了 就會產生那個地方的病 那這個自信 本來具足啊 自信怎麼沒有辦法圓滿沈 成顯了 那我們只能夠說 這個就是累積 累積 我們所 造下來的 這個 這些 習性 噢 這些業障 我們累積了 太多了 這種不善的能量 噢 佛經講 貪稱赤慢移 這些 惡的能量啊 讓我們的自信 沒有辦法張顯 噢 我們儒家講 五常的關係 五常的這種 道德啊 你沒有流落 你沒有辦法張顯 所以呢 在那一方面 就會得病 那五常我們說 仁義理自信 我們講 剛講完 這個 客村四維 鋼腸之鼓禮 這個鋼腸裡面呢 這個腸 就是一種腸道 腸道就是五常的道理 這五種 這個腸道啊 這個腸道啊 是每一個人 都必須呢 去遵行的 那麼有的人 偏另外一種 偏這一種 那一種 但是這個偏呢 沒有關係 你只要好好的做 在你偏的這一種啊 把它做到圓滿 那麼你其他的四種 就會漸漸的圓滿 譬如說你 你這個人 做得好 那其他的做得不好 那麼你就在人上面 好好地下功夫 把人做到淋漓盡致 做到圓滿 那麼其他的四種腸道 你就會做到圓滿 那如果缺忍的人 缺忍就是沒有人心 我們說慘忍 我們說不慈悲啊 我們說這個酷刑呢 那這樣的人呢 他會呢 喜歡抗爭 他會是 會忤逆 他的這個做事情呢 總是呢 就這樣用各種 取巧的手段 那這種忍不忍 他就會造成 他的這個 身體上 肝方面的 這種病變 所以沒有人心的人 常常會有這種 口肝舌燥 常常會呢 這個 這個怒氣上升啊 所以沒有辦法 得到一種 很好的滋養 這個就是 心裡肝 不忍的人 所產生的這種肝病 那我們講到這個 人 意 意 意是屬於精 那一個人呢 他有這個意啊 他一定呢 這個做事果決 做事明快爽朗 不拘小節 這個人呢 一定呢 很有意氣 跟朋友呢 可以兩肋插刀 啊 毫不顧自己的安慰 能夠為朋友呢 能夠仗義之言 付湯到我 這個是意氣 所以我們中國人 很喜歡 綜藝的人 綜藝的人 一向呢 被人所歌頌 那麼如果說 藝方面 沒有辦法自然流露 藝的性德啊 被掩蓋住了 那麼這個人呢 就會有這個 肺障方面的疾病 藝屬精 精屬於肺 肺是指那個呼吸系統 那肺跟皮毛要互相表理 所以呢 皮毛也會有關係 那整個呼吸系統 發生變化了 那就是呢 這個人不講義氣 那不講義氣啊 當然呢 他就會得到 這種相對應的病症 喔 我們講到人一禮 禮就是 屬火 火是屬金 火是光明的 喔 火是這個 給人溫暖的 那火是明理啊 喔 所以有禮貌的人 為人正直的人 那 為人符合這個標準的人 喔 守 守規矩的人 守法守戒的人 那這個人呢 就 就是屬於 有理之人 那如果說 不是這樣子呢 喔 沒有禮貌 那又呢 不守法 不守規矩 做事情呢 隨意而為 那他的這個 心臟 心血管的 的這種 器官啊 就會相應的 發生問題 所以心臟的問題 血管的問題 神經的問題 這都是屬於 那個禮 沒有做圓滿 禮呢 有所欠缺啊 那我們講到這個 性 喔 先講智 智是屬於水 那水是智慧 水是柔和的 水是清澈的 那水是這個 公平的 喔 我們說 這個 一碗水要端品了 喔 這個 水是平的 是水平面嘛 水是平的 所以呢 他帶人處事是平等的 那水又清澈 喔 水可以洗滌萬物 可以滋養萬物 喔 水可以幫助人呢 這個清醒 喔 水是柔和的 他遇到遠的 就形成 形成遠的狀態 遇到方的 就形成方的狀態 那所以呢 這個水啊 就是人的智慧 有智慧的人 自然呢 他就懂得柔軟 喔 他因為事情看得很清楚 喔 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他 處事帶人的方法 就是很圓融 喔 這個是屬 屬智 屬水 那水呢 是屬聖 那如果不是這樣呢 喔 做事情呢 是這樣 橫衝直撞 喔 愛怎樣就怎樣 這個 水啊 泛濫成災啊 泛濫成災呢 就好像土石流一樣 流過的地方呢 都一定受到傷害 那會把人淹死 喔 所以 這個聰明 好變的人 他用道理把人淹死 那錢財萬貫的人 用錢把人淹死 這個呢 都是不治的行為 所以相相應的 這種病症啊 就發生在 那個腎臟的問題 泌尿系統的問題 或者是婦科的問題 這個都是沒有智慧 喔 沒有智慧所產生的 那麼我們講到性 性就是常性 喔 性就是屬土 那麼土呢 是看我們的大地 很敦厚 很樸實 土能夠長萬物 喔 土呢 是這個很厚重 那土不爭 喔 土很實在 我們說一步一腳印的 所以真誠的人 喔 有信用的人 這些人 人家都很喜歡 這樣的人呢 他就可以成就 那如果說不是這樣的人 喔 講話不守信用 那做事情呢 很刁鑽 這個 很刁鑽 這個 不願意呢 把自己的好 去跟別人分享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 沒有 沒有這個 沒有厚道 很刻薄的人 那這個相應的對症呢 就是 這個消化系統上的毛病 就是脾胃 喔 這個大腸小腸 喔 這些毛病 就會產生 這個是大概講 這個心理上面病 那如果說分析裡面的道理啊 當然也又可以講得很很廣 所以我們大概呢 這分析這五種關係 就可以了解到 那所以 這個不管是 生理的 心理的 喔 包括這個心理的 這個都是呢 我們人 在這個世間 所要學的一個標準 所以成佛 我們說成道 我們最主要的 的一個標準啊 就是在做人 把人的本分做好了 把人的道理做好了 那麼你就可以成佛 成道 成聖 那人的道理做不好 人還有一分的虧欠啊 你就沒有辦法圓滿 就沒有辦法 回歸本來面目 喔 你就沒有辦法 恢復自然 那所以 我們說要修 修 修不是跑到廟裡面去修 跑到深山裡面去修 喔 那是 弘揚起的修法 你跟這個 社會人相處 你在社會裡面修 喔 你自己呢 有一個家 家 夫妻合合 夫妻共同來修 把這個家撐起來 那麼你一個人 把這個家呢 發光發熱 其他的家呢 就會跟著你一樣 發光發熱 喔 夫妻合起來 夫 你看 夫代表日 夫代表月 日月合起來就是明 喔 就是一個太極 單單日不行 單單月也不行 一定要呢 這個 夫妻合合 所以君子之道 照端夫夫妻 人倫之常啊 也是從夫婦開始 把夫婦關係搞好了 然後呢 家庭的運作順暢了 那麼你的社會就和諧了 社會和諧了 世界 就會 和平 世界和平了 大家就自然 得到逍遙 得到快樂 那這個呢 才是恢復本性之自然 最主要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現在我們講 透過這個 呃 我們剛才講莊子的那些 喔 透過 念佛 透過 這個打坐 畫符 透過這個 瑜伽導引 打太極 喔 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 山林的 的這種 接近 那時候想要 得到養生的道理 結果呢 不曉得世間的變化 你做人的道理 都沒有做好 你單單去做那些 你還是沒有辦法做好 所以為什麼現在 念佛不能成佛 喔 這個 拜佛不能成佛 講經說法不能成佛 打坐山禪不能成佛 摧符念咒也不能成佛 喔 你這個 打瑜伽 學太極 也不能成佛 插花 這個 書道也不能成佛 這些說起來 都是一種小道 小道呢 跟大道是沒有 直接的關係的 但是呢 可以回小向大 喔我們 如果 立下 心智啊 我就是要成佛成聖 我就是要超生了死 那麼你今天呢 可以回小向大 你可以透過你平時的那個修養 你可以達到 那種 這個親近的這種心態 平等的心態 真誠的心態 你把這種 這種心啊 拿在 人倫之上 拿到我們這種 社會上各個層面 去跟人家 這個處事 接物 那麼呢 你就可以恢復 本性之志 你就在這裡面成佛 成道 就在這裡面成神 所以為什麼不這樣去做呢 為什麼單單去找這些民事啊 找這些方法 結果呢 人的問題啊 一點也沒有解決 那所以最先前我聽到一個 一個人 他講一個故事 說有一個台灣的尼姑 跑到泰國去當尼姑 然後呢 這個人呢 在泰國遇到這個尼姑 然後就問他說 你怎麼跑到泰國來做尼姑呢 他說啊 這個泰國的尼姑啊 比台灣的尼姑好啊 那怎麼個好法呢 他說泰國的尼姑啊 不用煮三餐啊 他只要去脫波就行了 那台灣的尼姑 還要去照顧大眾 還要去煮三餐啊 很煩啊 還不如在泰國呢 在脫波可以好好的修行啊 那他就問他說 那你 那你這樣子 真的就可以好好修行嗎 對啊 我的心呢 就比較親近了 可是你沒有跟人先去解決 你怎麼會有功德呢 然後這個尼姑就跟他講 他的意思只要問他說 你沒有去行功利德 你單單脫波 那你怎麼可以行功利德呢 你沒有做這些功德 怎麼可以成就呢 他就說了一句話啊 這個尼姑說啊 親近心就是功德 那這個問他這個人啊 他是我們道場的道心 然後就好像 若有所悟啊 覺得說這個尼姑講的話 很對 親近心是功德 所以就認同了他這件事情 那當他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後學自己在想 奇怪這件事情啊 總是感覺哪裡不對啊 巧在心裡啊 真的是覺得 欸這個事情啊 怪怪的 是哪裡出錯了呢 沒有錯 如果親近心是功德 一個人呢 能夠修到親近心啊 那他的功德啊 真的可以是度化 無量無憑的眾生啊 但是後學後來想一想啊 一個人 要修到親近心啊 那是何等的難啊 難的原因是因為 現代的社會啊 要修親近心啊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人 餐禪打坐 他不會成就 餐禪打坐 要在慧能那個時代 才可以成就 因為佛陀曾經講 這個正法慈時期啊 這個 守戒戒律兼固 那向法慈禧呢 就是禪定兼固 那慧能這個時代啊 是剛好是禪定的兼固 的向法時期啊 那末法時期呢 鬥爭兼固 那鬥爭不是本性 藉由鬥爭 你不可能成就 你只有會更加墮落 那麼我們說現代的人 現代的和尚尼姑 要修親近心 你沒有辦法得到禪定了 你怎麼修親近心呢 那麼你不去煮三餐 沒有這些凡忍的事情 結果呢你去脫波 借著脫波呢 省去這些凡事 你就以為你得到親近心了 其實那不是真正的親近心 那是怠惰的心啊 那怎麼回是親近心呢 現在要修親近心 真的是相當的難 所以現在只要有人講啊 親近是功德 那我覺得這個 這句話呢 需要再斟酌 因為現在竟然沒有辦法 得到親近心了 那麼你在這個修行上 怎麼會有成長呢 那怎麼辦呢 你必須在人事上 好好的歷練 好好的修行 你才可能會有真存的心 才有平等心 進而才會有親近心 你的心不真 心不成了 你面對的這些人情事故 這些倫理剛場的事情 我們說五輪八德的道理啊 你都沒有做到了 沒有做好了 你怎麼可能會有真正心 你怎麼可能會有平等心 會有親近心呢 那所以這個故事啊 這個尼古講的話是 有需要質疑的 有問題啊 那你別拋除一切 然後呢你在那裡 這個不用管事不用管人 那你就是得親近心了 這是大大的錯誤 你跟我們以前的祖師大德 哪一個不是從廚房出來的 哪一個不是從這些多災多難 歷盡千辛萬苦之中 正無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 先佛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修行的課題 就是儒家為主 儒家的課題就是三綱五常 就是五輪八德 所以恢復本性之自然 就是恢復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這個才是我們本性的自然 你現在要得親近心 你在那裡參戰打坐 你在那裡呢 拜佛念經 你在那裡拜禅 學秘咒 這些人都沒有辦法成就了 時代不一樣 現在人心太亂了 人心溫亂 整個世界亂 那麼這麼亂的世界 你想要得親近 結果呢 讓大家都下地獄 那麼你怎麼可能會成就呢 你不可能成就 台語有一句話說 賣功啊 我們要有這個智慧啊 我們要懂得道理 你的父母 你都沒有度化 兄弟姐妹 你的這些親主好友 你的這些這個鄰居 社區 都沒有辦法度化了 你自己哪有辦法去修親近心呢 你這些這個做人的道理 你都沒有做好了 你怎麼可以做佛做聖呢 不可能啊 所以不要再用弘揚琴來套了 在山林裡面修行 在叢林 這些寺廟裡面修行 這已經不是不符合天使了 修行就是講做人的道理 我們說進天地理神明 天地其實呢 在儒家講 父親就是我們的天 母親就是我們的弟 我們進天地呢 就是從孝順父母做起 然後理神明 神明是我們的自信的流露 我們要拜我們的這個自信 天就是信 地就是心 這個進天地就進我們的心性 又應用到人世間就是父母 神明就是我們的師長 我們的這個長輩 我們的這些這個同修道友 這個都是提醒我們的神明 在我們的自信 在我們的自信裡面 我們沒有對立的人 只有成就我們的人 所以孝父母眾師尊 是在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要修本性之事啊 老子說 若得一萬事必 若得一的道理 那就萬事必了 萬事必就是說 什麼事情都圓滿了 什麼事情都 都完全了 若得一啊 這個一的道理是什麼 一的道理啊 就是呢 你把人道做好 這個就是一的道理 人道做好了 天道就圓滿了 這個是現在修行啊 最主要的課題啊 不要認錯題目了 所以你看現在佛家 靜宗的這個修行道場 為什麼在提倡地止規 為什麼在大陸呢 紅法 他紅的法是地止規 在世界各地講 也是講地止規 地止規是儒家的這個思想 清早的一個學者 把孔老夫子這些理念 然後用一些簡單的字句 把它表達出來 集結出來 成為一本 地止規這本書 那麼他講 裡面呢講的 也很細微 把這個孔 這個儒家的理念啊 他做了一個很 很有調整的這種規列 所以現在演講現代人 很大 那麼佛教的人 透過地止規來修行 那真正有志之士啊 能夠知道 這些修行的和尚 尼姑 你在人道上都沒有做好 你一下子 要到那種 超越世間的修法 出世間的修法 在現代來講 是修不好 好 你住在這個社會環境之中 住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就是跟人相處 人就會有事 所謂人事 人事不是問題 人事是修行的方法 透過人事 讓你了解到 我們的五常之德 我們的這種 道德的本分 所以叫敦倫敬奮 敦就是這個注重 倫就是倫常 你在這個世間啊 有一種倫常的關係 不管你走在哪個位階 走到哪一個環境 你都有一個倫常的關係 不管你是做同事的 做朋友的 做父親的 做兒子的 做領導人 做被領導人 通通有一種關係在 有一種倫常在 你就是要在這個倫常 好好的盡你的本分 所以叫敬奮 你的本分 就是做被領導人的關係 那你就是要敬忠 敬忠把你的本分做好 做領導關係 你就要敬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倫 這個理 把理做好 把理交好 把這個軍親師的本色 本分做好 那就是自然之道 那所以了解生命的本質啊 我們今天要極力呼籲啊 希望大家 都要知道做人的道理 只有了解做人的道理 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生命的本質 那生命 那生命是什麼 我們今天這個肉體 來到人世間 靈性寄附在肉體之上 藉著這個肉體的方式 來到人世間 來聊我們的這種職責 那也可以說是聊我們的業 我們要把這些業 把這些使命把它做完 那你就可以回歸本來面目 這個就是生命的本質啊 哪有比這個本質更清楚 更明白的呢 那所以在本質上 都沒有搞清楚 沒有搞 搞正確了 那麼你是不可能了解生命的本質 要了解生命的本質 我們這裡透過一個寓言故事 來跟大家說明 那有一個弟子啊 每天都問師父 什麼是人生真正的價值 那這個師父啊 也不曉得怎麼說 弟子才會清楚 所以師父就用了一個方法 他就隨手拿了一顆石頭 就交給弟子 你把這顆石頭 拿到市場去賣 但是呢 你不要把它賣掉 你要看呢 這個這個石頭 在現在市場的行情是怎麼樣 那你再回來報告 看能夠賣多少錢 那麼你就說 這顆石頭啊 是經過大師兄之 加持過的 好那個弟子就拿這個石頭 在市場去賣 那我本來沒有人問金啊 結果呢他一喊到有大師兄的加持啊 哇這個 很多人就覺得說這個石頭 不是普通的石頭 一個人呢就出價一千 後來出價一千人太多了 結果呢 出價到一萬 哦這個石頭價值 一下子被提升到一萬塊了 那這個 這個弟子就說 那你們 改天再來吧 我去請教一下師父 看他願不願意賣 那麼這個 弟子回去之後啊 把這件事情告訴師父啊 說這個石頭啊 人家要價一萬塊了 那師父再說 你改 隔天啊 你再把這個石頭拿去賣 你就說呢 這個石頭啊 是師父供奉過了 加持過的 那看看他的行情怎麼樣 結果隔天呢 這個弟子啊 再把這個石頭拿到市長去賣 哦 改口說 現在這個石頭了 已經被師父加持過了 哇一被師父加持過了 這個就有人開更高的價錢 哦 十萬二十萬三十萬 哦 一直到了三十萬 這個弟子都不願意賣 那買方呢 就覺得很生氣啊 那你到底要多少才賣啊 你就開個價吧 哦 這個弟子也不敢開價 於是呢 就對買家說 這個師父還沒有說要賣 所以他要去問一下師父 那回去就跟師父講 這個石頭啊 已經開價到三十萬了 那師父說啊 哎呀這個 一個普通的石頭 我只是加了不同的說法而已 結果呢 就造成不同的價值 那麼 我 你不是在問 什麼是人生的價值嗎 那麼你的價值啊 都是用 世人的眼光 在認定價值 哦 就好像這個石頭 被賦予世人的價值一樣 所以他的價值 是不斷的在變化的 也就是說 世人的眼光 如果調整了 你的價值就跟著變化了 那 你要知道 一個人啊 他的心性 那是無量的 高貴 所以一個人 內在的那個珠寶 是無限的價值 不可以用世人的眼光來衡量 所以 人 要有超越珠寶的眼光 那麼才可以 看到人生真正的價值 超越珠寶的眼光 超越珠寶的眼光 也就是說 這個石頭象征的那顆珠寶 你要有超越 這顆石頭的眼光啊 你才能夠了解人生的價值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不要 把這個 我們的良知本性啊 這個物化了 你不要用世間的標準 來看你內在的那顆寶珠啊 那你要超越這些世間 的看法 那麼你才可以看到 人世間真正的標準 你剛一朵花 它插在花瓶裡面 那麼隨著時間一久啊 它就會凋謝了 被人家扔掉了 那花開花會蟹 越會緣 越就會缺 人會生 人就會死 你看它這個 這個過程啊 它從被重視一直到被末視 這都只是一種 世間人對它的這種 價值的看法 所以它的價值是隨 世間人的變化而變化 但是一個人 它的這個人生的價值啊 它不是在世間人的看法 它是在回歸 本性之自然 那個價值在高貴 因為那個人生的這個真理啊 是不生不滅的 只有超超越 這種生死 超越代謝 超越圓缺這種道理啊 你才有辦法看到那個 本來的面目 那個本來的面目不生不死 那個才是人生的價值 那他說呢 人生的價值在於知道 人的心就是佛 那佛已經是看透眾生 的真相 那眾生呢 是還沒有開悟的佛 所以眾生跟佛是一體的 那這個弟子呢 當然後來就 透過修煉 就清除自己人生的價值 那我們 從這個故事啊 從這個預言啊 我們知道說啊 在我們的人世間 其實有整個過程 都是不斷的在變化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你有一個不變的 那個真理啊 這個真理呢 就是我的良知本性 就是我的這個良知良能 本來自善 那這個本來自善 它是沒有分別沒有對待 沒有妄想執著的 所以它用在這個五輪鋼場上啊 它是執行而無礙的 所以你會自然懂得孝道 替道總的這個中孝的道理 這個是不需要人家教的 今天中孝孝替這些道理啊 需要人家來教 需要人家來推動 那麼可見呢 人的那個價值啊 都已經被掩蓋住了 被迷滅住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 要來呼籲 大家就是回歸到 鋼場倫理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人生的修行 透過生活上的修煉 就可以知道 人生的價值 就可以恢復本來的面目 這個就是 古聖先賢 他要告訴我們的道理 所以其實說來 他沒有很深喔 他沒有很虛無 很空泛啊 就實實在在就是做人的道理而已 把做人的道理做好 那一切呢 都是圓滿 一切呢 都是自善 做人的做理都做不好 那麼其他的 這個心性的道理啊 都不用談 所以講太多也沒有用 習來千句多 物者一句少 就是說學習的人 講千句沒有物也是一樣 你真正開悟的人 一句話就夠了 一句話就把你點通了 所以一句話就是你去把 你的本分做好 你的鱸場盡好 那這樣呢 你就可以開悟了 這個就是儒家 儒家告訴我們的道理 也是我們這個白羊起 應運 這個儒家收遠 他告訴我們的做法 我們這樣 孟子 曾經說 人有鸡犬放 者知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求 愛哉 那人 這個鸡犬走私了 知道要去把他找回來 可是心放私了 卻不知道把他找回來 這個是很悲哀的 那麼這個心呢 就是我們現在人世間 三綱五常五輪八德的心 沒有人知道孝道的重要性 沒有人知道這個中道的重要性 這個忠孝在人世間 是一個無形的價值 這樣的價值呢 可以產生很大的這個社會利益 那麼忠孝是我們的自信所發 是我們的本心本性 但是呢 這個本心本性失去了 卻不曉得去把他找回來 那所以現在的眾生啊 這個舌本竹墨啊 孟子認為說 這樣的事情呢相當的悲哀啊 所以可見孟子 已經看到了本心本性 那只有人 從本心本性下手 到之中子 講到恢復本性之自然 本性本來是自然 那麼我們為什麼 今天要強調恢復本性呢 如果本性是自然 那麼本性應該是自然擁有 自然圓滿 自然具足才對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 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要藉著老師 傳道給我們 指引我們一條 回歸本性之路 那麼 這些現象 這些原因 如果探究起來 無非是佛陀講的 只因妄想 分別執著而不能證得 所以諸天仙佛 萬仙菩薩 紛紛下來 要來普渡收緣 大方祝道 都是為了這件事情 要告訴眾生 如何恢復本性之自然 就是恢復自然的本性 但是呢 眾生不一定會接受 也不一定聽得懂 甚至呢 不願意去例行 那我們說 我們上次講到 人義理智性 就是我們的本性 那麼人行 人義理智性 就是在行 自然之道 那道 放之於這個生活之中啊 那就是德 所以說道德 充斥在我們的 二六死中 那這些 五常之德 本來具足在我的 我的身心之中 喔 那麼我們今天 會因為環境的變化 而對於五常之德 對於這種自然之道啊 會有時流落 有時不流落 有時不流落 那這個原因呢 都是因為 妄想分別之所 那妄想分別之所 又是哪裡來呢 這個就是我們一念不覺所產生的 所以人為什麼會有輪迴 都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念頭 念頭產生了妄想 然後呢分別之所 那妄想就已經很大的錯誤了 結果呢 加上堅固的執著 還有呢 這個是非不明的這種分別 那所以我們不斷的在 累積 累世在輪迴 我們不曉得 什麼是我們安止之道 更不曉得我們本來面目是什麼 那所以一念三千念啊 一念萬年根啊 人的念頭啊 這個一念也有三千 能夠畫三千 那這個三千當然也是一個 代表說明而已啊 根據佛經講 何止是三千呢 明的菩薩說有一百二十八萬兆 這個一堂尺有這麼多的念頭 這些念頭的這種變化 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察覺 那就是因為一念不覺啊 所以呢這一念呢 就種下了萬年根 萬年根啊 這是指我們輪迴 六萬年來的這個沉沦啊 的一個源頭 就是這一念 那麼佛本來是無念的 恢復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是無念的 他無念 所以呢 所做出來的 是沒有分別執著 完全是 這個利益眾生的 但是今天呢 有了這個念頭 所以呢 有了這個念頭 所以呢 你會想要達到你的目標 喔 你會想要達到你所希望的 結果呢 這個就造成了這個 所謂的執著 真佛 那麼要修 修行 要達到真佛一般 無念 念就會生出 我們的這個念頭 就是我們的魂魄 我們的生命 我們這個肉身啊 所以 中國人講 克念成聖 克念 當然就是 要克服這個念頭 能夠呢 把這個念頭啊 把他克服住 把他降服住的人 那麼他可以成神 成聖成佛 那妄念呢 復邪神 妄念沒有辦法克服 結果呢 這個妄念分飛啊 妄念呢 這個思緒不斷啊 就會附上 沾染這些血神 血神當然就是指 一些五一六成的染招 貪生自愛的這些病毒啊 的內功外感啊 結果呢 人當然就會得病 人的智慧都能向好 當然就會漸漸失去 所以 老子講 多言所窮 不如手中 手中呢 就是讓我們 試著來恢復 自然的本性 支持這個忠告 回歸到這個自信的 本來面目 所以恢復自然自信啊 所以恢復自然自信啊 不是在那裡言語 不是在那裡做表面功夫啊 而是實實在在的幹 要真正的實血 所以實在之血 好 普子的這個步伐 一步一腳印 所以儒家也講 子於自善 真正的知子 指到這個自善的保地 那知子是什麼 知子就是我們要自命立命 我們要這個了解 人今天所造成的這些現象 它那個道理是什麼 那麼我怎麼突破 那麼我怎麼回歸 這個就是自命立命的道理 知命了解到人 有一股天命 有一份那個自然的本性 無極老母 這個天啊 是給我們這個永恆的 的這個命 那這個命呢 可以讓我 逍遙自在 可以讓我呢 無拘無束 那所以我具足的這個 這個智慧得人向好 都是 遠遠滿滿的 那我的道的流露 是全德的 所以以前人 為什麼來人世間 這樣走一招 他就可以回去 那我們上次講那個原住民 他可以知道生死的開關 他可以隨時回去 那現在 不行啊 所以 這個 指於至善 儒家教我們 把我們的念頭啊 指在這個至善的寶地 因為我們的 心性 我們這個性啊 是本善的 那本善的是 無私無邪 無善無惡 純然至善 所以為什麼說 五常之德 所流露出來的 都是自信的發端 因為那個是 無私無邪 無善無惡 沒有對錯了 就是全然至善 這個就是無念 所以全然至善 這個就是達到 回歸到無念的狀態 那當然三教的說法會有 會有他的切入點不一樣 但是呢 在講的通通都是一個 都是在講那個道 所以我們今天講 恢復本性之自然 都是在講這個 我們的這個 心性啊 所以當時 謠傳為給順的時候 也將聖人的道理 傳給他 那他講了一句心法 那就是 人心毀毀 道心毀威 毀精毀衣 允殖絕衷 那相信大家呢 都聽過這一首詩 那我們知道 人心的這個變化 是不可捉摸的 這個不可捉摸的變化 讓我們沒有辦法 從這個道理之中呢 釐清出來 從問亂的這個六道輪圍裡面 清醒過來 所以人心毀毀 他一個念頭的偏差 就可能造成 整個局勢都完全改觀 那你看有一個 出家人 是一個尼姑 那麼呢 因為他們的道場 常常有外面的這些 外面的這些人啊 來參訪 那這個尼姑呢 有一天呢 看到一個男眾 講的非常高大標誌 那他就動了繁星 動了繁星之後呢 後來又想說呢 我現在已經是出家人了 那我怎麼可以又動繁星呢 所以呢 就把念頭又歸回來 可是呢 就這一念之差 讓他治下了 各種的這種病根啊 那他就呢 他就呢在 就產生了這個 子宮方面的病變 甚至呢 要開刀 那他自己呢 不曉得這一念的變化 讓他這樣子 那要開刀的前夕啊 去接受一個大師的指導 那這個大師呢 也不敢在眾人面前 想他的過錯 就偷偷的告訴他的朋友 咳咳 要他的朋友問他 有沒有在男眾方面 曾經起心動念過 這個尼姑的朋友啊 來轉達大師的意思啊 結果這個尼姑一聽啊 眼淚就掉下來了 他知道自己 曾經有這樣的一個動念 那所以呢 造成今天 讓自己的身體 有病變 那 那這個尼姑呢 一面哭一面就吐啊 就把他的病根給吐出來 忏悔 自己的不適 承認自己的錯誤 那病根就吐出來 那麼隔天本來要去開刀了 結果要醫生呢 再做一次檢查 檢查已經沒有大礙 不需要開刀了 所以你說這個 念頭這麼樣可怕啊 好 一是好的動念 你看一念之差而已 但是他又沒有說 沒有馬上改正 又馬上改正了 又馬上回歸 回歸這個至善了 但是呢 這個已經種下了禍根 這個叫 這個念頭的差詞 就形成了天淵地別 所以我們講 進天地的時候啊 其實我們要知道 天地不在外 天地在內 我們那個性就是天 心呢 就是地 天清地寧啊 我們性要清 地要寧 心性達到清 達到寧的境界 那就是止於至善 那就是啊 手中的狀態 也是我們這裡所講的 本性之自然啊 那所以 這個本性之自然啊 這個恢復 是一個重點 恢復這個動作啊 就是我們說的修行 那修行就有千百萬種啊 不管千百萬種啊 只要你能夠恢復本性之自然 那麼你修行 就已經是用對功夫 所謂父子登山啊 各自努力啊 那登山的路啊 有很多條 但是只要呢 能夠登上山頂 那就算成功 那所以世間 有五大教 我們也講過五教聖人的奧子 這五大教通通通是很好的宗教 好 所以我們可以在五大教裡面 選擇一個法門 來作為修辭的方法 那我們把道 的這個理念 把明師這個道 進入到五大教裡面去修辭 那麼你一定會成功 那所以你不需要改變你的宗教 你不需要呢 去變化你的生活 你就在你的原本的這種 文化基礎上 宗教信仰上 好好的下功夫 當你一直下 下到最深功夫的時候 你看到了這個 本性之自然啊 你會知道說 原來五教所講的 通通在講一個道理 那就是心性的道理 那忍的那個心 忍的那個性 那我信是出然至善 心是呢 圓滿無礙 那心呢 一念不絕 又有差詞了 所以呢要讓他 不要有一念不絕 不要有這個 煩惱無敏的現前啊 那就是呢 時常要守住 二六時鐘 不可虛於理也 這個道 你要守住這個道 所以起心動念 都是信德的流露 都是呢 這個五常之德 就是三綱五常的標準 那麼如果說 現在有人問說 那到底我應該修辭什麼 我應該在哪一個方面下功夫呢 你剛才說五教 那我不曉得五教 到底我要修哪一教啊 先佛告訴我們 明師告訴我們 我們 不要刻意去選 因為呢 總在欲緣不同 每一個人的成就啊 都有他的緣不一樣 但是呢 重點是 你真的要想 爬到山頂 你真的要這個 恢復本性之自然 真的要止於自善 這個真正的這個力量 那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不知道 你就好好的在生活上 好好的下功夫 所以儒家 就是生活上的修行 儒家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在公司 你就把公司 的這個本分 做好 那我們說 敦輪盡分 敦就是 敦就是加持 敦就是一種厚重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輪場啊 把他下功夫 下的生 輪就是 輪場 所以在這個輪場之後 之內呢 下功夫 生下功夫啊 你在公司 你要對老闆敬忠 這個就是 你的本分 你要盡你的本分 在公司 你也是一個領導人 那麼你要對 這些被領導的人 你要有理 你要有人 你要把你這個 領導者的角色做好 那麼你有你的同事 同事之間的這個誠信 要做好 同事之間的這個 道義 情義 這個要做到 那麼這個就是 最好的修行 那所以不要再去找 特別的法門 生活就是你最好的修行 家就是道 你看我們這個社會 是由一個家 一個家組成的 那麼社會的秩序 當然就是由一個家 一個家 所建立出來的 那麼你說我出去公司了 我出去什麼樣的團體了 但是你總要回家吧 所有的這個整個社會的秩序 都是繞著家在轉的 家如果不成家了 社會秩序就不成社會秩序 整個公司團體 整個國家 也都不成秩序了 所以家是最重要的 所以家就是一個道場 今天誰能夠知道家就在道場呢 家就是道場了 那我想到道場這兩個字 這個場要有道 才叫道場 不是說開一間佛堂 設一間廟 就把它叫道場 如果說這裡面的人沒有道 讓你這個廟再漂亮 再大間 你還是一樣 淋淋落落 顯不出道風啊 那你這個家也是一樣啊 你這個家呢 不守鋼場 父不父子不子 家不成家啊 那麼你這個家沒有道 沒有道呢 就家庭破壞 家庭問亂 家庭問亂之後啊 每個家庭都這樣 社會就敗亡 國家就要毀滅 世界 就到了末日 這個就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當現在科學家 在拯救世界末日 今天我來看了 那個Discovery 科學頻道 他說呢 現在呢天氣越來越熱 溫室效應 越來越明顯 那很多的動物 都會漸漸的絕跡啊 很多的動物會滅種 還有人呢 也漸漸的 會受不了 因為氣候異常 天災地變不斷 那我們知道 最近這幾天 在南太平洋 傳出了這個地震 傷亡也是很嚴重 菲律賓 他們呢 遇到了颱風 結果呢 四十多人 因而死亡 那更多的人啊 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啊 那麼這個颱風 所造成的範圍啊 還不只在菲律賓 還在印尼 這個泰國 越南 甚至馬來西亞 通通有波及到 你看這個 我們爸爸水災之後 這個國際間 另外一個災難 就是 就是這一次 這災難很多 那災難很多 科學家把矛頭指向了 這個氣候的暖化 氣候的暖化 就是因為 這個地球 的這個人啊 產生了太多的碳 的排放量 加速了這個溫室的效應 讓它產生了更大的一種 氣候的異常啊 也就是說整個氣的對流啊 越來越快 因為熱嘛 那熱的那個流 氣流呢 就會跑到 這個熱的這一邊來 那整個地球都是這樣 所以呢 現在 南北極的冰 融化了 一年比一年快 所以冰棚呢 也一年比一年少 那現在有一個科學家 他發明了一個方法 那就是呢 把太陽光的折射 折射到地球以外 也就是說太陽光呢 不要那麼強 不要那麼直接的照射到地球 把部分的太陽光呢 把它折射出去 那這樣呢 地球就不會 產生這麼高的溫度 降低這個地球的溫度啊 那當然呢 就可以 可以延緩這種 氣候暖化的現象 那他怎麼樣折射太陽光呢 他把這個 一兆多片的這種玻璃 放到太空之中 然後呢 這個玻璃就會反光啊 他把這個太陽光啊 這個反射到 其他的地區 就是不會直接照射到地球 那這樣的地球 就不會受到太陽光 這麼強的照例 那結果如果呢 當然 還沒有結果 因為他所提出的這個理論啊 那是一種實驗的階段 正在報導 有太多的科學家都在這方面努力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那他現在呢 這個方法 也是一個 阻止太陽光照射的方法 但是 他那個成本 他那個製作 還有花下去的人力 都是相當的龐大 甚至呢 甚至呢 要把這些玻璃啊 載到 這個天空啊 去把它放在那個軌道上 這件事情呢 就相當的難 那個經費呢 非常的可觀啊 所以你像這樣 人 哪有有那個力量 可以阻擋大自然的力量呢 所謂孤誠無力可回天啊 人哪有辦法 對抗他自然 所以人定勝天這種說法 這是以前 鼓勵人 的一種 名詞而已啊 如果現在的人 面對大自然 我們都知道 人不能夠勝天 天一定勝人 在天的面前 我們就是要 保持謙卑 保持恭敬 那天是什麼 天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的性 我們的性 如果能夠恢復自然 那麼天的災難 就沒有了 天的災難就減少了 我們的心 能夠回覆到 這個地一樣 你看這個地 大地 給我們滋養 給我們福育 然後呢 他也不求回報 任我們見大 任我們誤會他 他還是如辱不動 所以說地你 那我們的心呢 如果能夠像地這樣子 如辱不動 任人批評 任人見大 那麼 有更大的包容力 來包容各種的 罪過錯 那麼地就寧了 我們的心就寧了 那天清地寧 心性清寧 那清寧之後 我們當然 我們人 就 表現在外 智慧得人向好 就會表現出來 我們家呢 就會 家到圓滿 社會呢 就會和諧 世界呢 就會和平 那所以 一切呢 都是 從我們的心性下功夫 但是呢 你要想想 我們的心性 瞭解了 我們還有這個 外在的環境 我們坐在這個地球 有跟人之間的互動 那麼跟人之間的互動 這變成了 這個成就我們的心性 最主要的 一個環境 你看你家裡 夫妻 你有父子 有這個兄弟 你在外 有軍臣 有朋友 那麼人 跟人之間的互動 就產生你的 這種修行上的 這種功力啊 你在心心上 下了多少功夫 你回復多少自然自信 那就在人身上 看得到 你對待你的妻子 對待你的丈夫 你是不是 用妻子之道 丈夫之道 來對待呢 對待兒女 你有沒有用 對待兒女之道 對待父母 有沒有盡 該盡的孝道 這個呢 都是我們 必須去了解 必須去實踐的地方 這個為理細節 真的是太多 太早 但是每一個環節 都是從心性出發 所以呢 一個懂得心性修持的人 他在每一個地方呢 都會做得很好 所以為什麼說 忠誠一定出自孝子之門 那麼這個孝子啊 他一定是天清地擬的心性 也就是說他的心性啊 沒有太多的雜亂 沒有各種的煩惱妄想 他就是性格的流露 他就是呢 好好的把他的孝道進化 那孝子在家庭 一定呢 一定呢 能夠這個引導妻子 把這個家治好 丈夫是領妻啊 妻子是幫夫啊 如果說 丈夫 妻子 能夠這樣子和容相處 那麼 夫妻合而起來 那就是明啊 我們說日月嘛 日月就明起來 整個家就光明了 你這個家光明 也會照亮到其他的家 你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圓滿的家 你就照亮附近的家 你這個社區的家 或者是說你這個家族的家 都被你照亮起來 這一個人影響是非常重要 我們人 來到人世間 我們不是就是要做這個嗎 如果我們不是來照亮別人的 那麼我們 來社會上 來世界上添亂子 造成更多人 的混亂 造成更多事情的混雜 那你哪有辦法回天呢 你哪有辦法恢復本性之自然呢 那你來人世間到底 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的作用是什麼 所以從今天起 我要想辦法 讓自己發光 我要照亮別人 你照亮別人 你就要懂得回歸心性 你的心性既然是具足的 既然是親近的 既然是圓滿的 那麼呢 你就應該從這個心性出發 你這個圓滿具足 親近平等的心 把它呢 流露出來 把它做出來 在每一個人事物上 都要有作用 在妻子身上 在兒子身上 在朋友身上 在這個老闆身上 還有在父母身上 你都要讓它起作用 你都要讓它發光發熱 讓大家都知道 人世間的溫暖 知道呢 這個做人的可愛 那麼這世間 不就是一併光明了嗎 家庭不就是快樂的家庭嗎 我們所看到的不就是天堂嗎 哪有什麼天災地變呢 哪有什麼這個地獄呢 有什麼世界末日呢 沒有啊 這都是人搞出來的吧 那人搞搞得世界這樣烏冤瘴氣的 那麼大家都亂 結果呢 你自己也跟著亂 那你想想 你有沒有責任呢 今天我們要說 你如果是一個覺悟的人 你必須要清楚 世界混亂責任在我 不在於別人啊 是因為我沒有做好 我沒有修好 那就是因為我沒有做好 我沒有修好 那所以世界混亂 家庭溫亂 家庭溫亂 人世間溫亂 天災地變溫亂 一切都是個人引起的 所以要守住這個 這個心性 守住這個自然之道 那才是天地的根啊 你要讓天清地靈 整個世界和平 你要守住你的根 就是心性 性是每一個人都一樣 但是我們的性呢 不被心所干擾 所以我們的心呢 流露出來的 都是那一份的 的真誠 那一份的平等 那一份的慈悲 那這樣呢 就能夠回歸到圓滿的性 那就是天地根了 所以天地的根在人啊 你看天不遠地不語 天生地地長 他是為了成就眾生 眾生裡面 人就是主導 人就是主要的角色 那麼人 要補天地的不足 補天地的不足 就是把天地的大德呢 把它實踐出來 把它講述出來 把它做出來 你看天地的大德 人哪有辦法去承受得了 這種德呢 我們說天同覆地同在 天這樣覆是覆蓋的意思 天 好像一個蓋子 把我們這個地球 我們這個空間給蓋住 那就是一個無形的保護傘 讓我們可以安居樂業 在這個大地上 那他誓死的 給予這個春夏秋冬 給予這個 雷雨 各種的這個氣候的變化 地同窄 就是地就是承窄萬物 地就是滋養萬物 我們都站在同一個這個土地上 所以呢我們才能夠成就 我們才能夠這個成長 那天同覆地同窄 就是說每一個眾生都是在這個天地之中 那麼這樣說來 事實上呢 哪有眾生啊 就是我一個人而已啊 外面的人 這些人他不是別人 那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心性的變化 產生了別人 這些人都是為了成就我 才來到人世間的 所以整個天地就是我 他們都是我的一體 這個一體啊 讓自己要有所覺悟 讓自己能夠放下 讓自己能夠成就 這個就是呢 這個恢復自然之道 所以自然之道 沒有別的 就是五輪之道 五常之道 就是三綱之道 就是儒家所告訴我們的 這些作然的道理 儒家說 君子求己 小人求人 那麼求己是什麼 求己是求 內在的心性 那心性 我們自然既然知道 心性是我們本質具足的 就是我們那份良知良人 那麼所有的一切 外在的事物 人的這些圓滿 他通通在我們自信裡面圓滿 所以呢 君子都是反求諸己 君子不會向外面去 去做功夫 那只有懂得反求諸己啊 你才能夠成己成人 你才能夠做一個成者 中央講成 他講自成 那所以啊 這個求人的 就是小人 所以他這裡 把小人 小人不是說很可惡的人 而是說呢 向外用功夫 心外求法的人 就叫小人 那麼心外求法 你哪能夠求得到呢 外面哪有道可以求呢 外面哪有法呢 你不懂得恢復自然的本性 那麼別人所能給予你的 都只是短暫的過程 民事能夠給你道嗎 民事只指引你道 民事沒有給你道 那麼道場也不能夠成就你 道場是幫助人 成就自己 也就是說我們要自動自發 才能夠感應到道場的那份的教化 民事的指引 都是要靠自己 自動自發的去探求 那民事指引才有目的 才有意義啊 那所以在道場 我們講 修道 我們講半道 我們透過半道 來修持自己 那麼透過度化眾生的過程 來行六度波羅蜜 來成就自己的菩薩性 但是後學覺得啊 這個修法 是以前的人 大概是十年前以前的人 他可以說 透過半道來修行 以前我還聽過半道成道這種說法 但是呢 現在 這個世界啊 日心願意再變 人心呢 不斷的呢 求心求變 所以在這種變的過程當中啊 這個人的心性 有沒有辦法掌握住那個根本 那天命的助詞 是不是一直 助留在這個世間 在護止這些修道人 這個我們現在呢 真的是很難講 我們不敢期待 天命來成就我們 那麼如果說 每一個人都有天命的話 我們為什麼還要靠別人的天命 來成就我們 天命之為性 率性之為道啊 那麼我們這個性就是天命 性 是親近 是圓滿 我們恢復本來自然之性 那這個性呢 就是圓滿自然 這個就是我本來就有的天命 那麼你了解了 你要行天命 你要把這個天命的道理 跟眾生講 你又不斷的去呢 推動 去弘揚 那麼這個樣的半道呢 才有意義 所以呢 半道不修道啊 終日欲介分 現在呢 不能夠再講半道 半道成道了 現在半道沒有成道了 因為大家 都著重在 這個四象上的 這種美好 渡人的多寡 道場的大小 都已經著重在這個 那麼想要藉著半道來修道 充其量 都只是 在累積個人的福報 當你在半道的過程 你沒有了解到自己 心性的圓滿 心性的這種真誠與親近啊 那麼你這個半道 都沒有見性 沒有見性 都是成就福報而已 也就是說 不是功德 那是福報 福報不是功德 福報不能幫助我們 這個跳出六道輪圍 福報只能讓我們 投生到天道 比較好的環境 但是呢 福報太多啊 卻不容易修道 順考考人啊 那是 比逆考還要嚴重 所以多少順考 刷掉了 這些先生菩薩 我們說本來是佛 為什麼現在不是佛的呢 都是因為呢 太過 安順了 所以呢 把這個心性 都泯滅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講 半道不修道 那是不行 修道比半道還要重要 以前呢 有這個天命的長者 在庇佑著我們 那現在天命的長者 都一一回去了 那一一回去了 當然 我們仍願意相信 天命還是在世間 可是呢 這些長者不見了 我們依什麼作為修辭 依什麼作為指導 已經沒有 可以讓我們依止了 只有心性可以讓我們依止 心性的覺醒 心性的這個平等 清淨 真誠 慈悲 這個才是呢 真正讓我們可以依止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自己的心性呢 回歸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沒有燃燒 沒有燃燒 沒有對待 沒有這些起心動力 這個才是我們心性的狀態 所以這個叫修道 調整我們的心 調整我們的身 心就是內在的變化 身就是外在的環境 所以你會注意到道之中子 他講的 講的這些經文 講的這些道理啊 不外乎三個原則 重點都在講人 人跟心的關係 人跟社會的關係 還有人跟自然的關係 你看哪一句話 有超出這三個範圍的 沒有啊 都在講這個啊 我們今天這句話 恢復本性之自然 那麼這個不是在講 我跟心的關係嗎 我只要恢復到心性的狀態 我就是恢復自然之道 我就可以成道了 那麼恢復自然之道 你再來辦道 你再來講述這些聖人的心法 那麼這樣呢 你才能夠打動人心 你才能夠感動別人 你才能夠度化別人 你講的話才是真正的有力量 那那一份力量呢 來自於慈悲 來自於平等尊重 這個真的是忍者無敵啊 忍者可以度化所有的眾生啊 那我們不是忍者 那你還不能夠說 你把道修好 道沒有修好 道沒有修好 你怎麼辦到呢 好即使在點道的會場 你在打毛巾 你在掛好寫表文 你在講三寶 可是呢 你都沒有用親近平等 用真誠慈悲的態度 來流露你的心性 來對待這些人事物的變化 那麼你的心 你所做的這些行為 怎麼可能會有功德呢 我們說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那這是六祖壇經裡面所講的話 見性是什麼 見性就是 你是不是流露出親近平等 流露出那個真誠慈悲啊 那麼我們現在講 現在即使是要修親近平等 都很不容易 親近平等是功德 沒有錯 但是呢 現在的人心啊 要修到這樣子 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透過這個磕頭 透過念經 透過祈禱 透過這種靜坐 這個都只是 這個 我們說 不是究竟之道 終聖之法 那真正的大聖之法呢 就是指出你的心性 你直接從心性上下功夫 那心性上怎麼下功夫呢 就是儒家講的 你在家 做兒子 你就好好地進孝道 做父母 你就進辭道 做兄弟 就做行替道 做夫妻 你有這個夫婦之道 做朋友 你有誠信之道 做君臣 你有這個 仁義之道 這個就是從心性上下功夫啊 你要反省你自己做到的沒有 在每一個環節 你是不是做到百分之百 心性是圓滿的 所以做出來的一定都是百分之百 你說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做到百分之八十 那不行 你還有一品身像無名沒破啊 你就不能夠回歸本來的面目 你就不能夠恢復本性之自然 自然的狀態你還沒有完全達到 只有百分之百 所以聖人是百分之百 佛是百分之百 這些 這個 大羅金仙啊 他們那個是百分之百 那麼我們現在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呢 要修道 要修道 以這個覺悟為師 以這個親近為師 平等為師 從這個覺悟之中啊 來了解到我們的起心動念 都是 要圓滿我們的自信啊 所以我們在於各種的起心動念上啊 都不能夠有一絲一毫的偏差 那是真正的戰戰兢兢 臨淵女伯 這樣才在走這個修道這條路 他這裡講半道不修道 中日欲戒份 中日就是每天呢 在這個欲戒 在這個欲望的這個範圍裡面啊 他讓你生氣 在那裡起心動念 在那裡貪嗔吃慢 欲戒就是我們的 紅塵世界啊 紅塵世界就是因為 人有各種的起心動念 才會產生各種的欲望 那這種欲望呢 讓自己呢 墮落這個無敵的深淵啊 讓自己不知道怎麼樣 回歸到這種本性的自然啊 回歸到親近的狀態 那所以中日欲戒份啊 喔我們今天 一碰到各種天災地變 我們看到人民 就是謾罵 喔 就是呢 這個 要求 就是指責 說別人怎麼樣 政府怎麼樣 國家怎麼樣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 哪一個人真正的想到 這些天災地變 是我造成的 我自己要這個反攻自行啊 我今天做不好 所以我今天受到這種 天災地變的懲罰 天災地變 不但懲罰我 還懲罰了 跟我住在一起的這些眾生 我是個罪人 唯一要當罪的人就是我 那麽我們今天修到人 看到這些天災地變 看到這些受苦難的眾生 我們也沒有辦法 去晚化這種結束 那麽可見呢 我們修到人也修到不得力 修到沒有功夫啊 喔我們說要發光發亮啊 你發亮的程度 只是照應到你這一家 那不行啊 你要造幣到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那麽你修到財上得力啊 那你修到自己 自己成就 那有什麽意義呢 是眾生都跟我們是一體了 那麽你獨自回天 那眾生在這裏 六道輪违 你回去有什麽意義呢 所以為什麽白水老人 他的怨是無死無重的怨 這個無死無重的怨 那就是體悟到這個道理 眾生跟我是一體的 眾生不為天 我也不為天 那麽我現在呢 可以超越六道 我當然要幫助眾生來超越六道 那所以 那所以 要修到 要辦到 我們現在講的辦到 是要從 你修到的功夫上 來辦 修到 沒有功夫啊 你沒有辦法辦到 那麽我的妄想這麽多 我的分別這麽嚴重 喔 我的執著 這麽樣的固執 我怎麽樣改變自己呢 說到這個修道啊 雖然說 我們在人情世故上修 但是境界現前的時候啊 我們常常呢 會被這些境界 所轉 那我們的心沒有到達那個功夫 所以呢 心被境界轉 這個是呢 眾生常有的現象 那我們的這個修學之人啊 常常也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 讓自己 從這個界的功夫 來下手 我們這個道場 每天都要行佛歸禮節 喔 像跟先佛上香 磕頭 那其實呢 這就是一種界的功夫 透過這個 這個磕頭 現香的儀式啊 讓自己回歸心性 讓自己呢 得到一份的這個親 親近安寧 在那撒那之間 見到自己的本性啊 那這樣呢 就有達到作用 喔 當然你可以自己 給自己下更多的功夫 你雖然沒有辦法 在隨這個境界現前的時候 就流露出心性了 但是呢 你給自己戒律 給自己下功夫 喔 雖然那不是究竟之法 但是呢 透過這種戒律 你就能夠在裡面入定 你就會生智慧 那我記得以前喔 我們在火師團的時候 那麼這個火師團是學生 的修道團體 那學生總是很天真嘛 那學生總是有各種招數喔 那學生只能夠說呢 那個 一樣畫葫蘆 那不算 不算在修道 就是一股衝勁 但是那個時候呢 扎下的這個基礎 可以為後來的 這個修行啊 奠定這種很 很深的 這種道力 那我以前呢 是用這種拖地 掃地 每天去佛堂 拖地掃地 用這個功夫 來讓自己 得定 用這個戒律啊 來讓自己 進入一種 這種修心的狀態 所以當這樣在掃地 在拖地的時候啊 看到那個 這個地面啊 因為你的 這個掃 你的拖 所以變得乾淨了 喔 你這個 莊嚴佛堂啊 讓佛堂變得清淨啊 讓眾生呢 來到佛堂 生心 心生喜悅 那這個就是一種 很好的一種功行 那我就每天這樣做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太累了 不想去做 那一天呢 就睡不著覺 你一定要去佛堂 把這個地掃乾淨 你才可以 算是今天做的功夫 所以呢 這樣每天要求自己 你 剛開始並沒有那麼勤奮 那因為做久了 大家就會來要求你 都會來問你 你今天有沒有去 掃佛堂 你昨天怎麼沒有來掃佛堂 都會來這樣來問 要問久了變成自己也不好意思 不得不去掃佛堂 那就是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 所以就要求自己 一定要天天去掃佛堂 結果這個功夫啊 一堅持下去 堅持十一年 每天去做 這個十一年 我們說十年健功夫啊 這十一年總會有 總會有一點功夫吧 是的 我覺得我在 那個修辭裡面啊 得到了很好的定功 我的一些心神啊 也在那裡發揮了一些作用 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修行啊 進入一點 一點到底啊 得了一點智慧啊 我想呢 可能是因為那個功夫啊 堅持了 堅持了這個十一年的功夫 的時間啊 才讓我自己 有這樣的體會 那所以在學生的時候啊 學生看了那個 釋迦摩尼佛的地址傳 那每一位地址 十大地址之中啊 都不 木敬年神通第一啊 大家社苦行第一啊 等等這些第一啊 那我當時呢 是非常嚮往大家社 這種苦行第一了 那所以 學生們啊 就會這樣 互相的這種 期許啊 就把你封個什麼第一的 就這樣叫 比如說你很會講道 就叫你 講道第一 很會度人 度人第一 很會煮菜的 很會煮飯的 煮菜第一 很會禮節的 禮節第一 哦 學生就這樣叫啊 叫了家去的 大家也覺得很有趣 大家被叫低了 在那個方面呢 他也會特別用心 那我就想說 我什麼也不會啊 什麼也不行啊 講道度人都不行 那他們呢 同學之間會怎麼叫我呢 我能夠大家早安 今天 講道 道之中子 第十六句經文 啟發良知良能 之至善 那我們說啟發 啟就是開啟 發呢 就是follow 那麼開啟跟follow 量知良能 那可見呢 人的良知良能 並沒有隨時開啟 並沒有follow 那他需要有人 有師父 來指導 把人的這個良知良能啊 讓他開啟 讓他follow起來 那我們上次講到 恢復本性之自然 本性的自然 那就是自善之道 我們說子於自善 那子於自善呢 就是知命立命 知數超數 我們有立下 這種紅式的大願 立下呢 這個超越的絕智 我們想要呢 回歸本來的面目 我們要達到自善 那麼人的自善呢 是沒有善惡的 是全然存善的 全然存善 所以呢 就沒有善惡可分別 那也沒有所謂的 迷或者是戊 也沒有所謂的善 或者是敬 所以自善呢 是存然 圓滿的這種心善 那我們要講 那良知良人呢 那良知良人 在孟子的解釋 他是這麼講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人也 所不利而知者 良知也 他說人啊 不必學 就能夠做的 那麼就是良能 那麼他不用經過思考 就可以知道的 這個呢 就是良知 那這兩句話呢 把它簡單的解釋起來 我們說的良知良人 良知其實就是 我們說的道 良能就是得 道跟德 把它合起來 那就是良知良能 那道跟德要付諸實見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這個良知就是道 良能就是德 把這個德呢 顯現出來 把它開啟出來 發露出來 實踐出來 那麼人家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德 就可以呢 知道你的這個良能 所以這是良知良能 那所以呢 人欲理智根於心啊 人欲理智信 這五常之德 都是根於我們的這個 這個性德 所以這個呢 是不學 不律 就能夠有的 所以不律而知啊 是良知 那麼我們本來就知道 這個不用了去思考 不假思索 不需要學習 這個是良知 所以人欲理智信 他所統貫的這些德目 他所包括了這個各項的這種 道德行為啊 這個都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去學習 人的性德自然就可以流露出來 那麼了解這樣的道理 我們把這個性德 落實在生活之中 落實在 事故人情裡面 待人處事裡面 那麼呢 這個也不需要透過學習 你就能夠知道了 你就能夠做了 所以我們如果說用簡單的 這個比喻來講 我們今天講 孝道 那孝道呢 是不需要學習的 所以孝道 是一個人 從小在家裡面 看到父母親 他對長輩所做的一切 然後呢 耳辱目染 來教化了這些子弟 子弟呢 在這個 敬教的過程當中啊 那他就知道 他就自然也會流露 那個孝道的性德 所以呢 他在家庭之中 對父母 就會講孝道 做孝道 對長輩呢 也會恭敬 對同輩呢 也會懂得謙虛 那到了這個社會 孝的德性 衍生出來 那他都會忠於領導人 這個忠於他的公司 他的團隊 那他會對朋友 講信用 講誠實 講謙虛 那這些德性呢 其實都是一個道理 那就是信德 那就是良知啊 啊 所以這個良知呢 在不用這個思考 不用學習的狀態之下 他可以自然而然 所以這個叫做本智具足 啊 本智圓滿 本無動搖 那本智具足的性德 透過我們後天的環境把它表現出來 那所以我們會發覺到說 現代的這個人心 就差在 這個表現出來這個動作 那麼每一個人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不能夠表現出來呢 這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沒有人把它啟發 因為呢 他本質具有的 那一份良知啊 被環境 被整個世間的污染 給掩蓋住了 那沒有人啟發的自性啊 那他的這個 行為 那就跟這個動物沒有兩樣 我們人稱為萬物之靈 是靈在人的那一份智慧 人的那一份道德 那人如果說 沒有智慧道德 那麼行為不就像 動物一樣嗎 所以為什麼當時 孟子 他批評楊豬莫迪 這種無富無君的 這樣的一個思想 是將人民 推到這種動物的國度裡面 那所以 他要極力 提倡這種良知良能 所以良知良能的提出呢 在孟子這個時代 就已經有這個口號了 那麼良能 我們要知道 一定是透過良知所發露出來的 透過良知所發露出來的 那個就是這個道德的原貌 那麼如果說沒有透過良知所發露出來的這些行為 那他不能夠叫做良能 那可能是人的習性 人的秉性 所做出來的這些動作 那麼在自善裡面 在我們的性德裡面 沒有這些動作 沒有這些負面的行為 也沒有這些污染的這種文字 自信是充滿祥和 充滿自善 充滿了一切和平的 所以照理講 人所生存的這個環境 應該也是這樣 一片祥和的 充滿了人世間的愛 充滿大家的這個 情意啊 但是呢 現在不是這樣子 那可見呢 我們的良知 已經被掩蓋住很久很久了 以至於良能無法流程 那良能沒有辦法流程 整個世間呢 就按照習性來做事 所以為什麼說 性相近 習相遠 那麼習性呢 會導致 人 越來越堅固執措 把這個良知良能的 這個性德啊 把它完全呢 丟出腦後 真主人不當家了 所以呢 這些五一六成當家 五一六成 就成了我們現代人 所說的習性 那每個人習性 淺深不一樣 所以他所做出來的言行 就有或大或小的影響 那這個影響呢 對於性德而言 都不是正面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 為什麼世間 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人心問亂 世界問亂 我們整個人心啊 惶惶不安啊 那最近聽說 台灣地區又有兩個颱風 要來侵襲 那經過了八八水災之後的這個台灣民心啊 已經是成了精工之鳥 不管是受災戶 或者是說政府 或者是說人民 對於這個颱風啊 已經呢 真的像浸肉寒慘一樣 不希望呢 不希望呢 有這個水災再次產生 但是又來了兩個颱風 後續的發展怎麼樣 我們呢 也很驚慌啊 要祈求這些天災 不要降臨 不要呢 這個 影響到我們的生命財產 那麼人 必須修德來應天 修德應天 那麼在整個人心的這種啟發 良知良人的啟發 那就是天心的感應啊 這種天心的感應啊 那麼老天 他就不會降災 降難給我們 所以降災降難 不是老天給我們 我們要知道 這一切呢 都是自己形成的 那自己的內心 那一份的這種染灶 那一份的不善 那一份的邪惡 所以引來這些天災地變 所以你看古時候 這個皇帝 如果說做的不好 做有什麼事情呢 做的違背人心呢 那麼他如果還想 整治治理這個國家 那老天會給他機會 那他們這個 那他們這個 主德啊 如果還在的話 老天會警告他 叫他呢 修身立德 保持呢 這個主業啊 就是國家的這種 命脈啊 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所以你看周朝 周幽王這個時代 周幽王是個暴君 那麼周幽王統治整個天下 統治的呢 這個民不聊生啊 所以上天給他警告 在這個周朝的發源地 有個叫契山這個地方 發生了山崩 那這個他們的發源地 這座山呢 竟然發生山崩啊 那對於周朝的人 這個是相當的恐慌的 主地不保了 主地發生為難了 那麼可見了 他的子孫呢 必然是做了違背上天 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違背上天的旨意啊 所以當時 人家要趕快告訴周幽王 希望啊他能夠趕快忏悔 齋戒沐浴 來祭祀上天啊 來求上天的降罪給自己 喔 降罪給這些文武百官啊 那也要皇帝帶頭做起啊 希望老天不要降更大的災難 在人民的身上 那這個是古時候 有得的這個軍王 他會這麼做 那麼我們知道周幽王 他既然是個暴君 他對於這些話呢 怎麼會聽得進去呢 所以後來周朝呢 經過他之後呢 已經是元氣大傷了 那可以知道啊 每次的災解 都是一種上天的警告 那麼在唐朝 就在唐太宗的時代 那可以說是唐朝最鼎盛的時期啊 而且呢 剛開國不久 那麼唐太宗的末年啊 這個寵信武則天啊 那當時呢 這個現象呢 老天也跟他警告 一條青蛇 飛到了這個宮廷啊 盤繞在那個 梁上 三天三夜都不 不去啊 那麼這個天文官啊 就趕快去占卜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然後呢 就說明了 會有這個女魄 或女人作亂 皇帝呢 要趕快摘戒墨浴 狼奇這個天府啊 希望呢 能夠得到上天的亮解 那當然 當時的唐太宗 有聽進去 唐太宗呢 還算是一個賢君啊 在我們歷史上呢 也是相當出名的一個皇帝 那當時他就把這個武則天 把他發配到這個廟裡面 當尼姑 好 不要讓他留在宮廷 但是武則天的力量 畢竟已經 隱藏著形成了 在這個 唐室的這個子弟當中啊 那他也應用了他的這個手腕 運用他的人脈 那後來呢 在唐高中之後呢 他還是呢 佔據了唐朝的這種基頁 那所以在歷史學家裡面 把武則天稱帝的這個 這段歷史啊 他還是把它歸到唐朝裡面去 雖然武則天改國號為周 但是呢 歷史學家 並沒有承認 這個周 這個朝代 所以唐朝的歷史 武則天也算是一個皇帝 那這也可能是皇帝 也可能是整個唐朝 他的一個 那個國運啊 那所以可見呢 我們人 在每一個這個生活的時空之中啊 那一份道德的呈現啊 那才是可以嘗試九安的依據啊 你看一個國家是這樣子 一個家庭也是這樣子 一個人也是這樣子 當人有什麼錯誤啊 那麼老天會用各種方法來警示你 那當你呢 這個 做得不如法的時候 那麼老天呢 還會用各種的人情事故來點醒你 那如果呢 你不是毀 毀到拜德的人啊 那麼老天呢 都會讓你有這個反省的機會 改過了機會 那我要說一個 我個人的故事 那我這個故事呢 當然是發生在 我的身上 我們家啊 在 在 在我大概三十歲的那一年 喔 我們家的這個家族 決定呢 把主產賣掉 那因為主 主產呢 就是一個 一大片田地啊 已經變更為 這種建築用地 那後 後代的子孫呢 也都沒有人在種田 所以趁那個 變更為建築用地的時候 把他脫手啊 那正是最好的時機啊 所以就把主產賣掉了 那每一戶呢 人家呢 都有分到一筆 一筆 一筆主產 那分到我們這一家 我爸爸是最大的 那每一 我爸爸他有七個兄弟 所以每一戶呢 大概都有大概一千萬 一千萬 那一千萬 那分到我們這一家之後呢 我們家 又有三個小孩子 有四個小孩子 一個是女的 女的不分家產 所以呢 這一千萬呢 就由我們三個小 三個這個兄弟啊 把他平分掉 那當時呢 我母親啊 他也不懂 那他呢 是一個 不四字的 農人啊 家鄉的婦女 他也不懂事啊 也不曉得怎麼樣處理 那所以他就趕快呢 把這筆財產 分給 我們三個兄弟 那三個兄弟 我大哥 他不要 財產 他要房子 所以呢 我母親 就把 這種祖先 分配給他的這個 主 主地跟 這個房子啊 過繼到他的名相 那我個人呢 分到三百萬 我弟弟也分到三百萬 那剩餘的錢呢 就留給我媽媽 那這個 女兒已經嫁出去了 但是女兒 我聽說好像 也是有分到五十萬 那後來呢 分到錢 的這些兄弟啊 姐妹啊 下場都很細慘 所以我真正的體驗到 這個主產是毒 這句話 喔 為什麼主產是毒呢 因為 人看到眼前的利益 沒有一個不貪的 你看貪這個字 就是 他本身的寫法 金貝 金貝 金就是獻錢啊 貝就是錢嘛 獻錢的利益 所以就成了單 獻錢的利益 哪有人不貪的 那我當時 當兵回來 突然有這筆錢 那我也沒有智慧 當時呢 還沒有受過社會的洗禮 所以呢 也盡量的揮霍 也被朋友呢 拖去啊 要投資什麼 投資那個 當然不久之間啊 這筆錢 就揮霍殆盡了 那我又不敢跟家人講 那道場呢 雖然當時在道場 喔 我有意願 跟這個道場 一起買佛糖 那那時候點團是沒有答應 他說呢那個是我的主產 我們不敢動 所以呢就放任我 自己去處理 那我當時 沒有人生的經驗 剛退完五的一個小伙子 拿了這筆錢 可以幹什麼 當然就是盡量揮霍喔 喔 雖然一度有去買房子 可是呢 沒有餘力交款 所以後來呢 這筆錢呢 你呢 就 就 在不知不覺之中 投資 被騙了 然後呢 這個 為了準備考試 喔 準備了好幾年 也都沒有得志 所以呢 這筆錢 就這樣消耗光了 那 那怎麼辦呢 這件事情 只是造成我的墮落 造成 我的一個內心的創傷 因為投資 是被朋友騙的 那個 投資沒有成功 後來也不了了之 也被朋友借了一筆錢 喔 在歸玩上也發生問題 跟朋友就施破了 那麼整個 運勢啊 就整個 人生的前途 就這樣 盪落下來 欲欲不得志 喔 考試考不上 要去找工作 你年紀已經太大了 喔 揮霍到35歲以後 你要再找工作 那更是難上加難 那所以一直到現在 都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毒啊 影響很深啊 影響很深啊 讓我對於這個 這件事情啊 實在是耿耿於懷 那後來呢 還好就是 我後來結婚 來到雲林結婚之後 娶妻生子 能夠呢 跟太太一起努力啊 買到一個房子 總算可以安身立命了 那麼算是 對於祖先啊 做個勉強的交代 現在 現在回想起來 喔 那也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喔 年少輕狂 不懂的事情 那麼也沒有 也沒有這個 良朋益友 盡視一些胡群狗黨 來誘惑你 那這個道場的這些前輩啊 也這樣放任不管 所以呢 造成今天 也沒有一個基礎 尤其在經濟的生活上 一直都是呢 處於非常窮困的狀態 喔 現在即使創辦了春秋學會 喔 創辦這個春秋學會啊 可以說慘碳經營 有多少錢 做多少事情 那可以說呢 都是舉債度日 那我們的書都是欠錢來印的 喔 真正的要累積到 有一個運輸的量啊 那是相當困難 那所以我知道 我個人的福報很差 那不但福報差呢 我自己呢 這個 身體也不好 喔 這一段期間啊 尤其是最近 五年之內啊 身體受著各種 病痛的折磨 喔 不是那裡痛 就是那裡痠 喔 不是那裡怎樣 就是這裡怎樣 每天晚上啊 都是這樣子 在痛苦之中 趕快的 能夠一睡兩隻啊 只要能夠睡得到覺啊 那隔天起來就會好一點 那到了隔天的晚上啊 又開始發作 啊 持續每每天都這樣子 那我自己在講課 我自己講給自己聽 我當然要有點覺悟了 那這個覺悟呢 那這個覺悟呢 就是說 我自己 所創 所累積下來的這些因果 到現在呢 他們也一定要來討報 用盡各種方法 要來跟你要 那麼你必須還他們 你如果不煩他們啊 那麼你只有 增加自己的痛苦 增加自己的 那一份難受 所以 這個身體啊 我就放任他了 那放任他 也不是說不去治療喔 而是因為治療啊 去檢查都沒有病 那檢查沒有病 就不曉得怎麼治療啊 所以西醫呢 也不曉得要開什麼藥 只能夠開消炎止痛藥 那消炎止痛藥 你吃了這個藥有什麼用呢 你沒有用乾脆就不要吃了 買了很多健康食品 到現在呢 沒有一項有效的 甚至不惜呢 花大錢買那個電視在廣告的 這些產品 沒有一項見效的 所以我就知道說 不要去想說 要去吃什麼能夠治療你的病 因為呢 這個是 冤親債主 所惹下來的病 這是你欠人家的病 各位還記得我們講過病 在戒甲修針裡面呢 我們講過有生理的病 有心理的病 有性理的病 那麼這三樣病呢 它是在各種狀況之中發生的 那麼我們說 因果的病 也是在這裡面 因為呢 因果 它一定是趁著你最弱的時候 來跟你現前討報 那麼最弱的時候是在心裡 還是在心裡 還是在生理呢 那其實都有 所以說我們說 冤親債主的病 我們並沒有另外講 冤親債主引發的病 那是因為 冤親債主 就是看到你身體最弱 你的這個運勢最弱的時候 來跟你討報 它讓你的人 沒有辦法彰顯 讓你的性沒有辦法彰顯 那你就會跟人家起衝突 你就會在這個大環境裡面呢 產生障礙 產生煩惱 那你就會得病 那麼面對冤親債主 所障礙 得來的病 應該怎麼樣解決呢 那只有 這個懺悔 只有溝通啊 你認錯 你不斷地要去認錯 知道自己呢 累結累世 所留下來的 這些因果 實在是太深重了 我們不曉得哪一次 曾經殺過人 害過人 偷過人 罵過人 那麼這些因果 累積到這一世 好你現在想要 想要修道了 你現在想要學好了 那正是機會啊 正是冤親債主 來跟你討報的時候啊 他不正現在討他什麼時候討 當你在違背作歹的時候 他也沒有辦法討 因為你根本沒有功德給 你根本沒有功德啊 他怎麼討 那你有辦法 我會被作歹 那還沒有受到四千人的懲罰 那表示你的福氣啊 正勝 你的福報還沒有消完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來討報 那你福氣消完了 你想要學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冤親債主就來了 那他們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管你現在怎麼樣 你現在呢 可以讓我抬到機會了 你就要想辦法還我 所以像是我們講過 那個親民節掃墓的故事 那就是這樣子 你讓我打到機會了 你就要想辦法還我 就是你欠我的 所以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欠他的 我必須去還 那我要還 我也要有能力還 那沒有能力還 沒關係 他就 他就待在那裡 他就讓你痛苦 讓你的前途不順 讓你的身體呢 這個感覺到不如意 那裡酸那裡痛 那裡堵那裡脹 讓你感覺到不舒服 有時候痛苦到呢 覺得說呢 如果能夠早一天往生 也不曉得該多好 像我妹妹這樣子 睡一睡 走了 年紀輕輕就這樣走了 我當時呢 跟我太太講 我也是希望這樣子 睡一睡就這樣走了 其實這也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避免這種脫模 避免這種苦難啊 但是現在想起來 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因為我的夜還沒有了 我的願還沒有了 這些夜這些願 還沒有了之前你就走了 那麼你還要承受一次的夜 還要承受 還要再去了一次的願 你還得再輪迴啊 我怎麼會有這種念頭呢 我不想再輪迴了 進搞這些六道輪迴的事情啊 那我是愚痴啊 我在這裡講經說法 我做書立說來勸導世人 結果呢我自己沒有辦法改 那我 我到底在修什麼 你根本就沒有修嘛 所以人家會不信你的 你講的話沒有力量 因為不是你親正的 你只是表面功夫啊 你講的這些都是忌問之學 忌問之學啊 不足以為人師啊 那所以我講 透過這種 DVD來講課 那這個呢 也是因應到場的整個環境 因為像有這樣的人 在道場 也沒有民生 也沒有了這種 道場的地位 那好像過街的老鼠 走到哪裡 人家排擠到哪裡 走到哪裡 人家障礙你到哪裡 你根本沒有機會 來表達你自己 你的這個修行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所以啊 後來 我知道說 這一切 都是我欠下來的 所以我必須呢 努力去還 只有努力去還 那呢 才能夠 把這個業 了 了乾淨啊 那怎麼努力去還呢 那就是啟發良師 良忍之自善 我要把我的道德 啟發起來 那一份自善的本性啊 要把它恢復起來 既然我已經得了道 那麼我就應該行道 我應該把道呢 把它落實在生活上 那落實的方法 就是在每一個環節上 每一個這個倫理份上啊 你要下好功夫 秉著一顆這種謙卑的心啊 來 來學習啊 那所以 所以說 我們上次 講到在火師團 因為在火師團 有一段扎根的功夫啊 讓自己現在呢 相當的受用 在這個佛堂 掃地拖地 持續了十一年的功夫 讓我現在呢 感覺到的 這個修道啊 就必須這樣子 一門深入啊 常識熏修 那你才會有成就 那十一年 也算是一段功夫了啊 所以我現在有那種 那種 可以得定的功夫 來學習這些聖人的經教 所以這個因緣 也可能是在那時候 所種下來的 那今天透過這個 光碟 來在這裡跟大家講課 那可能也都是呢 有其因 然後有其果 我現在呢 只希望呢 能夠盡量回饋 在懺悔之中 在實踐之中 來將自己的業 趕快還清 我欠人家的 我希望能夠趕快還清 那你沒有機會 因為要自己找機會 那麼我只會 住書立說 我只會獎金說法 其他的我什麼也不會 你要去煮飯 要去指揮交通 要去這個 文書掛號 這個我都不會 我只會獎金說法 只會呢 這個寫文章 寫書 那這個就是 我在道場的專責啊 我就必須 在這個方面好好做啊 那我本來是台北道場 學界 在台北道場呢 就是因為 一大堆 一大堆障礙啊 當然呢 跟剛才講的 那個主產的毒啊 遺骸啊 以至於呢 後來沒有辦法 待在台北道場 那後來來到雲林 到了雲林之後呢 也是一大堆 障礙在前面 受到的排擠呢 那個力道更大 所以我沒有辦法 在其他道場發揮 我只有了自己 在自己的道場發揮 自己的道場在哪裡啊 就是我們現在看得到了 在這個光碟裡面 在這個書本裡面啊 這個就是我能夠發揮的 那我希望呢 也能夠透過 自己的這種 解說 自己的印證 把聖人的經教啊 把他參數的 更加的淋漓盡致 更加的明白清楚 那所以 那所以常常 有一些 這個 年老的這個 典籃師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 這個這樣 逐一逐字的這樣來看 看這個文字 所以看到我的書啊 這麼厚 他們就發臭了 我常常 建議我說啊 你這個書不要寫得這麼厚嘛 為什麼你的書都這麼厚呢 你看一本註解 道之中子 道之中子才二十三句 你看我就寫了這麼厚的書 這一本這麼厚的書 就註解了這麼多 那陶淵明聖經 百孝經 百孝經 也是厚厚於大本 一些老的 道親啊 收到這種書啊 搖頭感嘆啊 他們感嘆不是因為讚嘆 而是因為 這麼多啊 不曉得從何去看起 那有一些 有心的人啊 他會覺得很受用 所以我們的書呢 是對於某一部分的人 會得到受用 但是後學這個註書啊 那後學的這個 原理原則啊 就是 古人所講的 長經要短註 短經要長註 短的經啊 你要寫得清楚 寫得明白 你要講得更詳細 那如果短經呢 如果長經呢 長經你就要簡單的 惡要的把它指出來 那所以呢 在於 發揮這個先佛 這些聖賢的經教啊 總是以 現代的口語 現代的這種觀念 來解說 希望呢 希望呢 能夠把每一句話 能夠解釋更清楚 讓聽到的人 看到的人 從這句話呢 能夠呢 跟他的生活 跟他的這個行業 跟他的這種起心動念啊 相結合 然後呢 然後呢 再 讓這句經文 在你的這個二六十中 產生的各種作用 那這個是後學當時 那個註解經典 講述經典的一個用意啊 那所以希望透過 這樣的一個 講述啊 能夠把自己的那一份指捨 把它完成 那我們知道 這個訓文啊 經典那是講不完 那所以我們要折要講 我們道場有在流通的 有在這個 講說的這些經典 我們必須呢 先把它流通起來 那這個註解經典的人很多啊 所以呢 我們就必須呢 把更真實的智慧 更實在的修正 把它表述出來 所以我們上次 好像講到 在火師團 洗這個 擦佛堂 拖地 這個功夫啊 十一年 那我們不是講到說 什麼第一嗎 火師團的學生 大家呢 互風啊 你是講到第一 你是這個 渡人第一 主菜第一 各種第一啊 後來我被人家封了 是什麼呢 成者第一 誠信的誠 當我聽到 同學們 封我這樣的一個封號 我那種感覺 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 真的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 哦 人家對我的這個 指教啊 對我的這個稱數啊 或者是說 評語啊 從來沒有這句話 讓我那麼高興過 而且呢 我覺得很 很切重 符合 我個人的性 我要做一個成者 那麼我對於成性 這兩個字啊 是非常的堅持 如果各位聽到 我今天所講的話 你知道我這個人 在某一方面 沒有誠信 沒有誠信 那麼你大可以拿著這句 這個 這件事情啊 來指責我 來要求我 一定要做到誠信 啊所以呢 我我 立下的絕智 在所有的 這個德目之中啊 啊 五常之德之中啊 我就是要把信 這個道呢 守好 把它做好 把這個成 達到一個成者 那麼成者呢 在中庸裡面呢 可以說是最高的典範 那做到一個成者 那一定是呢 他本身在於良知良忍的 這種實踐上啊 做到的相當的圓滿 在於子儀至善的功夫上啊 更是 花費的這種 這個圓滿無外的境界 那所以這些經歷啊 讓後學知道說 其實呢 那都是一種磨練的過程 那這種過程呢 可以激發我們的智慧 啊 激發我們的這種 經驗 讓這些智慧跟經驗啊 脆發出修道的這個資量 喔 這個資量呢 就是我們能夠 啟發良知良忍多少 啟發越多 那麼你就更接近圓滿 喔 完全的啟發 那就是聖人的境界 你只有達到八十分 九十分 那個是賢人的境界 那麼你達到這個六十分呢 那是君子的境界 那我們道場 我們的老前人 我們的老前人 那我們的這個先佛啊 告訴我們 我們至少呢 要修道君子的境界 那一個君子 他可以補天地的不足 他是代表天地 來教化眾生 來流露這些天理良知啊 來啟發良知良能的 喔 世間的君子多了 那麼每一個人 就是手禮 就是呢 和睦 喔 就是講講信用 就是呢 仁義道德 喔 所以世界呢 就祥和了 世界就和平了 所以這和平要從哪裏做起呢 從每一個家做起 喔 所以對於夫妻 夫妻是家庭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喔 君子之道 趙 趙端夫夫婦啊 所以一個君子 一定是要把這個人倫圓滿起來 那所以聖人 都教我們 從家到做起 所以 這個古來的聖賢啊 他們視線的樣子啊 都是 有家庭的 那我們道場 有一度時期啊 也有強調清修 道清呢 一輩子 以這個 勵志紅道 推展道物 為主要 但是呢 那只是一段時間而已 後來呢 也沒有特別的注重大家 強調大家 老前人在世的時候 他都希望人家呢 在這個家道上 去圓滿他 一個人要圓滿家道 那就是啊 要從夫婦做起 日月合了才能夠明啊 所以師尊師母 普將這個大道在人間 這個 將難以其度啊 他的用意呢 也是希望 家庭圓滿 所以呢 世間一定是 要以家為單位 一個人是搞不起 一個人是沒有辦法 有作用的 必須要一個家 一個家 這樣的來成全 所以一個家 只有一個人修道 那這個呢 不能算是其家 不能夠算是呢 這個和睦的家庭 一定要呢 整個家家庭裡面 所有的人 都來求道 都來修道了 那麼你這樣才有辦法 叫做啟發良知良能 你這樣才有辦法 叫做呢 止於至善 那所以很多這個 道場所謂清修的人 那他們當然有他們的使命 好 但是大部分的人 還是都走 走向 道將火宅 的方式來修行 那這個是比較符合 整個時代的趨勢 時代的潮流啊 就是要夫婦同修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太微薄了 一個人呢 面對這個六萬年來的這種 因果千殘啊 這種因果報應啊 一個人是沒有辦法面對的 你必須用一個家的力量來支撐你 我們說一重靠重 現在的重呢 是在家 道是在家 所以呢家有道了 那麼 家人就就 能夠有德性的流動 好 這個夫妻和諧了 父子 講詞講孝 那麼兄弟呢 講友愛 講替道 那這樣呢 所有的家都和諧了 這個社會 就和諧了 這個世界就和平了 所以你看聯合國 他講了世界和平 提倡世界和平 已經三十多年了 甚至呢 他還在 很多的大專院校 世界的各國都和諧 世界的各國知名的這個學府啊 開創這個世界和平的科系 希望呢這些學子 這些學者專家 能夠研究出一道 能夠研究出一道 真正的推動世界和平的原理原則啊 但是我們看看 已經三十多年了 每年開會 每年呢做這些世界和平的活動 結果到現在呢 還沒有看到世界和平的曙光 反而呢 世界呢 好像越來越亂 喔 社會呢 越來越 混亂啊 人心 越來越不平啊 那麼這些學者專家 也沒有辦法 去解決 好像說呢 這個 談的跟做的 跟實際的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學者專家 我們只能夠說 他們學佛學 學道學 學辱學 學這些武教之學 他們是一個學者專家 他們沒有辦法 把這種生命的學問 落實在生活之中啊 那這樣呢 只是唱高調而已 只是呢 書本的文章啊 沒有辦法就是 所以我們要把這種 學啊 把它轉過來 道學把它變成學道 乳學把它變成學乳 把佛學把它變成學佛 那才是真正的有智慧 有道德 所以我們 講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無一不是從聖賢 的教化裡面 去得到這個智慧 你把佛的這種道理啊 把它實現出來 把儒家的道理 把道家的道理 把武教的這些道理 已經教了 把它實現出來 這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很多 現在的很多這個 修道的前輩啊 都希望透過 學者專家 的肯定 肯定 肯定我們這個 修道的團體 把這個道呢 提高到學術 的領域 藉著學術的領域 來弘揚這個道 後學 聽到了這樣的一個 做法 也是覺得 不置可否 喔 這個道啊 是要透過忍著修 你才會再圓滿 那麼學道呢 是比修道還要更低級 學道只是初步啊 現在呢 你要把修道人 修道的這個 的這個境界啊 降到學者專家的境界 這明明是下降嘛 怎麼會說是提升到 這個學者專家的境界 提升到學術的領域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後學很不以為然 一個修道人 他的修道的這樣的一個體悟 跟認知啊 必須由一個學者專家 來認可 這不是顛倒的嗎 喔 本末倒置啊 那所以現在的學院 喔 不管是宗教開的學院也好 基督教開的學院 都是走西洋的教法 喔 一個小時一堂課 每堂課都不一樣 喔 然後看你要學什麼 你自己在那一堂課呢 好好自己去專研 這樣教出來的學子啊 沒有一個人可以成功的 那我們成功的定義呢 不是看到他的論文 不是看到他的畢業徵書啊 而是看到他 到底有沒有成勝成賢啊 喔 或者是說 你起碼要成為一個君子啊 我們看的是這個 世間多一個君子啊 世間就多一份的光明 我們不希望看到世間太多的學者專家 每一個人都是專家 每一個人都是博士 那博士跟博士不合 博士跟博士對立啊 專家跟專家呢 都各有意見啊 這個事件呢 又變成一個爭吵的事件 道場變成一個爭吵的道場 那怎麼會退呢 這是捨本除木的做法 那真正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像古時候一樣 師俗的教育 一個老師帶一些學子 一門深入常識熏修 只有透過這樣呢 你才能夠教好一個人 教好他成為君子 教好他成為這個聖賢 成為仙佛菩薩 這個老師呢 一定是道高得重 他所教的學問呢 一定是呢 這個經 經事 記問 經濟之學 就是治理國家 治理人民 能夠呢 調整心性 這樣的一個學問 這樣才是叫做 啟發良知良人之之善 那我們現在道場 已經沒有這個制度了 現在道場 也要辦學院 也希望呢 把道呢 提升到 學術的領域 那麼透過這些學者專家的研究啊 把道 把它 搞到這個象牙塔裡面 越專 越驚嚴 越精細 這個就是他們會揮揚到的方法 完全是錯誤 後學是認為這個是極其不可為 但是整個 整個力量的在流行 你沒有辦法擋 老前人 當時 非常反對 我們的道去立案 道一立案了 道一明了就沒有了 就沒有道了 積極反對啊 可是積極反對 又有什麼用呢 整個那種 下面的聲音啊 都希望去立案 都希望有一個明目 所以老前人也只好 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沒有辦法反對 這個是潮流趨勢 那結果到立案了 到立案了之後呢 當然我們看到另外一層 彭博的景象 但是這層彭博的景象啊 大家早安 今天繼續講 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那台灣最近呢 本來說有兩個颱風 要來清洗 每一個人都是人心惶惶 戒甚恐懼 所以很多人都忙著千春 尤其是 南部山區的民眾 因為巴巴水災 摩拉克颱風啊 創傷太嚴重了 所以大家呢 真的是 惶惶如驚弓之鳥 尤其是這些政府官員 那沒想到 這一次的颱風 對於中南部 並沒有造成什麼災情 所以那些被千春的民眾啊 當然 就偷偷地跑回去了 不願意接受政府的指導 那可能是 氣象局 錯估了形勢 所以 居民呢 也不願意配合 那因為 錯估形勢的關係啊 結果這一次 是 比較 有災難的 竟然是 到了宜蘭市 宜蘭縣 那宜蘭縣很多 鄉鎮啊 它的下雨量都破千了 也很多土石流 跟這個洪水 造成家園的損失啊 那所以說 這一次的巴馬颱風 那可 真的是跌破專家的眼鏡 那我一下子往那邊走 一下子往這邊走 那照理講 它應該是從台灣的南 走到北 沒想到在南呢 南部這個地區啊 它就急起直下 一直往南走 然後 又回奔到 菲律賓去了 那真的是 所謂風雨無情啊 那風雨啊 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什麼時候會來 那要造成什麼樣的災難 人都沒有辦法掌握 那這個是天的意識 哦 可是我們說天的意識 那天到底在哪裡呢 天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也沒有人可以掌握得清楚 哦 甚至講得明白 那麼說清楚 說明白 其實呢 天就是我們的心 我們還記得 以前在國中的課本 常常聽到了 天聽自我明聽 天視自我明視 那所以老天 他所聽到的 他所看到的 就是 眾生的心 所表現出來的樣子 所以我們先前講過 天災地變的產生啊 完全是人 的心線事變 所造成的 那心 哦 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境界 那他的這個視啊 所謂意念啊 就會變化什麼樣的境界 所以完全是心線事變 那整個 眾生所營造出來的這個環境啊 那就是每一個人的心念所造成的 那所以說 這個叫做共業啊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 在講 昨天還看到 這個 新聞 有人專門在論 世界災難 可能快要到來了 據說呢 這個馬雅文化 在我們知道在 在南美洲 有一個馬雅文化 馬雅的文明 那他們的 科學技術啊 相當的高 在他們的天文學的記載裡面啊 他們把 人類的年代 紀錄到 2012年 那以後就沒有再記載了 所以是不是 在他們的文明 喔 或者是說 在他們的 這種 預測 科學家的認識當中啊 人類的文明 到了 2012年 就會產生 一個很大的變動 那這個變動呢 可能導致人類 喔 有滅絕的危機啊 然後呢 在 美國 美國 美國的這個專家 他們做出一個 科學的 預測 喔 這個預測呢 是 把這個年代啊 說成是 2025年 那 2012年到 2025年 之中 差13年 喔 其實也很接近 那如果說 2012年 產生 天災地變了 那是不是到了 2025年 那整個 世間 或者是說 整個人類 會收束殆盡呢 喔 這個是科學的 一種數據 那他認為呢 現在 氣候 越來越溫暖 那麼 南北極的冰融化 這個融化的水啊 沉入到河裡 讓他流到大海 喔 這些 河水啊 是淡水 淡水流到海裡面 海裡 就 那個 鹹粪啊 就被沖淡了 那這個海水 它本身 有調節氣候的作用 喔 你看我們的 世界的地圖 喔 世界的地理 都會講到 喔 大西洋 有大西洋的暖流 有墨西哥的暖流 那麼 太平洋 有太平洋的 寒流 都不斷的在流動 那麼 暖流 寒流 這樣的一個流動啊 產生世界 的一個平衡 這種氣候的平衡 你看海 佔我們地球 百分之七十 所以它的 流動啊 它的變化 勢必產生 我們整個地球 很 很大的一個巨變 但是呢 平常呢 大家這樣 這個 暖流啊 寒流 這樣 互相交會啊 就形成一種平衡的狀態 所以呢 可以相安無事 那現在呢 這個淡水 大量的 流到的海裡面 就造成海的 這種密度啊 就降低了 海水 海水 比淡水 比較重 所以我們說密度 那比較重呢 它 它是 比較有力量 也就是說它在 和海流在動的時候啊 它那個力道 比較大 那現在呢 都是淡水 佔了大部分 的一個比例 結果呢 淡水比較輕 所以 它的那個 輕的程度啊 所帶動的 流動的狀態啊 就比較沒有力道 就比較不會流動 那比較不會流動呢 就產生一個現象了 那也就是說 有暖流的地方 那可能呢 它氣候就比較 溫暖 有寒流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就特別的 寒冷 那所以它預測啊 像倫敦 英國這樣的國家 那它可能會變成 沙漠化 會變成那個 冰原化 冰原化就是整個 都是結冰的 一個國土 像現在的西伯利亞 一樣 結冰的狀態 我們說北大荒啊 那韓國 這個美國 南部的很多州啊 都會沙漠化 寸草不生啊 因為寒 寒流沒有來啦 所以 越來越熱 所以 冷的地方 特別冷 熱的地方 特別熱 就產生的 這種激化的現象 那麼 那麼 現在的這個 東南亞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這些國家 很可能會面臨 海水淹沒的現象 那當然台灣 也逃不掉 那這個 中國大陸的 東南沿海 也會淹沒 大部分的城市 所以真的到那個時候呢 葛仁世界呢 已經變得 混亂不堪了 因為呢 我們土地不能利用了 那土地不能利用 就產生 糧食不足的問題 那人 需要糧食 動物 也需要糧食 那時候呢 人 已經不會管動物了 所以動物呢 可能一一會被滅絕 那人呢 只好呢 跟 有糧食的人 去搶 去攻 去打 直接呢 就把他搶過來 所以造成呢 世界大亂 造成呢 整個 國與國之間啊 戰亂不已啊 像這些強國 他們沒有糧食了 他當然就要向 臨近的國家 去伸手 那伸手 也沒有錢啊 所以當然用搶的啊 因為他力量比較大 所以小國輸了 小國輸了 那沒辦法 小國的人民 就會不斷的抗重 憤怒 怨恨 那這個 種族的對峙啊 就越來越嚴重 那到後來呢 連大國也沒有糧食吃了 那就是 忍吃忍啊 在我們中國歷史上 發生忍吃忍的狀態啊 那這個是 已經是兵王馬亂了 已經是雞不折死了 所以會發生忍吃忍 那現在呢 科學家的預言 到了2025年 整個世界 有可能會發生這個樣子 那科學家的是不是 維言聳聽呢 這個我們也 沒有辦法證實 總之他們有他們的理論依據 但是我們現在呢 最重要的 就是要 來想 難道 都沒有解決的辦法嗎 人 真的要 一天等過一天 一年等過一年 在那邊等死嗎 那麼我們做人 在這個世間上 他的意義 他的價值又在哪裡 那所以說 如果說這些天災地變 是人心所產生的 那麼自然 也可以從人心 來把它改正它 我們 讓這種危機啊 這種天災地變的混亂 它不要發生 或者是說延遲發生 那科學家呢 提出這些數據 當然他們也有在想辦法 如何阻止 如何阻止 人類的毀滅 但是呢 科學家 他們並沒有學道 並沒有學佛 他不曉得這種道理 啊 什麼叫新憲事變啊 什麼叫天天自我明天 天事自我明事啊 他們完全不了解 不了解 那現在了解的人 是誰呢 了解的人 只有靠 這個修行人 我們講修行人啊 我們不講宗教人士 畢竟宗教人士啊 他的認知啊 還是有限 那如果沒有說 真正把這種聖行的教會 落實在生活上 落實在自己身心上 落實在整個天地萬物上 那麼他不能夠叫做修行人 他只是披著宗教的樣子 他沒有辦法 來改變人心 甚至他也改變不了自己 所以宗教人士呢 現在其實也不可靠 那我們需要 需要的人 是修行人 所以因著今天的經文 啟發良知良人之至善 我們需要真正的修行人 這個時代 喔 不能夠沒有聖賢 不能夠沒有這些佛菩薩 我們需要這些人 來呼籲 來欺望狂瀾 喔 來阻止 這個世界災難的產生啊 那真正修行人的力量 那是非常的大 喔 如果我們想想 武教的聖人 武教的聖人 孔子 佛陀 耶穌基督 摩安莫安莫德 老子 等等耶 他們那個力量 真的是無遠佛界 你看他們 離我們已經那麼久了 最少又兩千年了 但是呢他們的影響力到現在 還在 他的這個信徒 能夠遵守他的教法 繼續的 來掌握住 整個做人的本分 那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地區 如果有一個阿羅漢以上 這個地區呢 就沒有天在地邊 什麼極化的問題 沙漠化 冰原化 這些呢 當然就沒有 如果有一個君子 住持在這個地區啊 那這個地區呢 就會 進入小康德 治世 從小康呢 進入到大統 的一個治世 如果人人都是君子 那麼他影響的範圍呢 就會擴及到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乃至整個世界 所以空老夫子講大統 大統就是要幫助 每一個人 成就世界和平 成就呢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這樣的一個日子 所以我們說 遙天順日 這樣的一個環境啊 是人類最需要的環境 最適合人類的環境 那尤其是現代的人 更是呢 嚴謹期盼的一種期待啊 但是說期待啊 其實 大部分的人 都還不知道 人真的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真的可以擁有這樣的生活 人不知道 而且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你看我們 這次颱風 那颱風呢 來了 叫他撤走 有的人不願意走 那這個 財產 生命受損失了 就在那裡 大罵大叫 要求人 給他公平的待遇 給他合理的補償啊 但是呢 他還是要繼續 在那裡 那麼你說 這種現象呢 讓每一個人看的都搖頭 明知道那是危險的地方 可是呢 他還要住在那裡 他還要繼續在那裡開坑 用法律也沒有效用 法律自得了一時 能夠防自得了一世嗎 沒有辦法 這些警察呢 能夠勸你死 能夠呢 永久的勸離他嗎 也沒有辦法 那所以有的 學者專家認為啊 就再來一個颱風啊 就把他 下的七荤八素啊 嚇得這樣 人心惶恐啊 那他就不得不學乖了 但是呢 這樣的做法 那不是造成社會 更多的這種 壓力跟負擔嗎 哦 我們 人民 相對的也要付出 慘動的代價 因為這個地方的災難 政府來撫平他 那政府的錢是從人民來的 那所以呢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也沒有辦法自身事外 你還是必須要 出錢出力來幫助他 但是呢 勸他他又不走 那所以呢 我們只能夠不斷的在做補償 惡性循環下去了 真的是國無寧日啊 那所以說 聖賢人 他告訴我們 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 那就是透過教育的方法 透過這種教化的方式啊 來引領他們 走向呢 這個搖天順日 的大統世界 也就是說你必須呢 要去 讓他懂 因為他無名 他不知嘛 你必須呢 讓他知道 人是有良知良能的 人是有這種 道德有智慧的 那他現在呢 不知道有這些東西 你要不斷的告訴他 告訴他一遍 他又忘記了 沒關係再告訴第二遍 再告訴第三遍 一直的 不斷的要去告訴他 直到呢 他自己真正的走入了 這種聖賢的大道 他能夠幾利利人 幾達達人 我們不是說 度佛要度到西天嗎 那所以成就一個眾生 當然也是要這樣子 那所以要教育他 教育現在呢 是我們修行人 最主要的一個做法 但是呢我們說教育 教育好像呢 只是呢 文字上呢 口頭上的 這種活動上的 這種勸導 好像也沒有辦法 很全力的把它扭轉過來 所以中國人 事實上呢 他不講教育 古大德他講教話 他不講教育 教育是 這個外來的名詞 外來語 你看我們中國人用教話 這個字 用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那教呢 教就是用口頭 用這些點擊 用這些這種經驗 來教導他 那畫呢 那畫呢 畫就是用行動 用自己 身體力行 努力實踐道德 來感化他 所謂淺移默化 這種聖人的經教啊 在透過這種行為的 這種教化之下 那眾生的心啊 就會產生淺移默化的效果 那大家就會 會去反省 那如果我也想像 這位聖賢人的樣子 我應該怎麼做 我如果想要求得 我的這個生活上的安寧 社區的平靜 世界的大同 那麼我應該怎麼做 那這是透過 聖賢人的 這種嚴教 跟身教 來達到一個落實 的目標啊 這樣呢才能夠說 啟發良知良人 所以啟發良知良人 單單我們在這裡講 是沒有作用的 那個作用呢是有限 你看現在 你們電視機前面的 這些同修啊 如果能夠聽得到 我現在所講的話 那麼這個也表示呢 你的上根福德是相當的具足 喔 你才會呢 這樣定下來 一遍一遍的 來聽 聽受 我們講道之中子 的奧子啊 那如果一般的人 他連聽都不想聽 那麼你怎麼去教化他呢 那所以只有透過 這個身教 透過你的身體力行 喔 你表現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影響力 喔這樣的一個道德行為啊 就會產生 一種力量 喔這樣的力量呢 可以呢 帶領眾生呢 帶領更多的眾生 喔更多的這個社會國家 能夠呢有所覺知 走向覺悟之路啊 喔至少呢 他們也願意 讓自己做一個君子 喔做一個君子呢 幫助自己啊 在生活上 在這個起心動面上 起碼呢都是 善念 都是為別人著想 喔不再自私自利 喔不再呢明文立揚 也沒有貪真之慢 這樣呢才是真正的解決 我們現在 這個世界末日的危機啊 喔這個災害 這個災害所形成的 這樣的一個恐慌的世界 才能夠真正的化解 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災難 需要靠誰呢 真的呢 現在呢 有發生一點作用的 有發生一點作用的 那就是修行人 這個修行人呢 是要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把道德 歸在自己的身上 行在自己的生活上 那才能夠發生一點作用啊 否則 否則 真的是 要教化這麼多眾生啊 已經 沒有人有那個力量 聖人不在了 民師也過去了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時機啊 有的人有把握住了 那也只是一部分的人 那這個大部分的人怎麼辦呢 他還是要去面對啊 他還是存在的恐慌 存在的不安 那麼我們的這個聖訓 我們的教義 我們的這個道德 還要替師呢 傳佈到人間 那麼你要替天傳道 喔 你要替師弘揚 分擔師的一個責任 你不身體力行 那怎麼行 那怎麼夠呢 所以我們用教化這個名詞啊 是不是 只講口頭功夫 而是講身體力行 那麼我們講 你看 六祖慧能 他曾經講 什麼叫功德 他說見信是功 平等是德 這個叫功德 那麼見信是功 我們用儒家的話來講 見信呢 就是呢 看到了自己的良知 喔 平等呢 就是自己的良能 喔 也就是說 你自己的自信 你看到了 你把它發發揮到 這個世間 那個作用 就是 佛家講的智慧 那我 就是我們這裡講的 儒家講的良能 所以良能是代表智慧 良知呢 是代表 那個 這個道德的本性 喔 佛家也講清淨心 齁 慈悲心 其實呢 這個就是我們良能 他所擁有的 這樣的一個德行 那啟發良知良能呢 就是把你這樣的德行啊 把它 把它殘養出來 把它找到 找到之後呢 又能夠把它實現出來 那這樣呢 才能夠 止於自善啊 人人都回歸到 那個圓滿的 這個自信 道德 那這個世間 不就太平了嗎 所以啟發良知良能這句話 喔 知智善啊 這個呢 是 裡面有無窮的奧義 解說起來呢 解說起來呢 道理可以講得非常的深 喔 我們要見性 才能夠看到 我們的良知本性 我們只有做到 平等心 喔 這個真誠心 才是真正的良能的作用 喔 那所以 六祖慧能 跟孔老夫子 甚至呢 五教的這個 這個金訓 五教的聖人 他們都 用 用 這種 各地眾生的語言 來表達 這個良知良人的 作用 喔 良知良人的圓滿 跟具足 喔 所以你要化解世界災難 你想要擁有 國泰民安的生活 好不好 那麼你就是呢 在良知良人上 好好的來下功夫 那麼你不會做 沒關係 你再跟著善之士做 跟著我們這個地區 有君子 有這個 先佛菩薩這樣的一個人物啊 我們跟著他學 喔 所謂的大德者 你跟著他做 他怎麼教我們怎麼做 那麼你 沒有這樣的人可以接近 你還有經教啊 聖人的教法 你看一句 學一句 喔 看兩句 做兩句 那麼你不是就是 學到了聖人了嗎 喔所以 這個 你跟孟子 孟子在世的時候 是沒有聖人的 我們的古代 啊 諸 諸夫子 雖然說 孟子 是指師傳給他的一個道頭 但是呢 孟子跟指師啊 他們的年齡差太多了 喔 可能也快要一百年 那麼他們怎麼可能碰面呢 指師怎麼可能把道傳給孟子呢 那所以 孟子呢 他是師俗孔子 他是學孔子 但是他也有學當時指師的門徒啊 喔 來把這個孔老父子的思想 融為貫通 然後他又藉著這個論語 孔老父子的直接的傳承的這些文具啊 他把他落實實踐 然後呢 照著他的話去做 你看他就成了聖人 所以明師啊 處處在啊 怎麼會沒有明師呢 所以我們到場 有一位仙佛 他叫做教化菩薩 我們稱為呢 教化師姐 那他這個教化的意思啊 這個取得非常好 他不說教育菩薩 而是說教化菩薩 你看 不但用言教 還用這種僧教 這個化 化是真的是 過化存神啊 啊 要做到這個過化存神的教 教化 那才是真正的 要來度眾生啊 雖然說 這個其他家的一種說法 說要教育人民 讓人民呢 進入到佛菩薩的之間 當然他們的這個講法 也沒有錯 教育 的確是 現在非常需要的一個課題啊 那麼現在的人民啊 很少聽到這個聖人的教法 真正有心要去聽精訓的 那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人了 你看我們現在 電視節目一百多台 這個錄影帶光碟 到處充斥 就是啊 電影呢 每年不斷的 有新的片子出來 那麼人 追逐這些 聲光的刺激啊 已經是 相當習慣了 如果沒有這些刺激啊 那他的生活呢 就會索然無味啊 也就不曉得要做什麼 尤其是晚上 晚上最好的方式 就是看電視啊 一邊看電視 一邊聊天 那麼誰能夠知道 在這種 晚上的時間 好好的來自省 好好的來 這個想想今天所做的 有沒有符合量 符合這個量子量呢 已經不多了 所以現在呢 電視在交 電腦在交 那這些呢 裡面啊 充斥著 這種殺到淫忘的事情 喔 這個 暴力色情的問題 隨時充斥在 我們的生活 而且呢 它是 每天二十四小時 送到我們家裡面 所以這不是磨 所以這不是磨 是什麼呢 磨每天都來叫化我們啊 所以我們跟磨學 就變成磨的樣子 啊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 台灣的明星 每一個人呢 都傾向自私自利 每一個人 都傾向呢 這個 抗爭 憤怒 每一個人呢 都呢 不知不覺 大家都傾向這樣子 真正的 有知有覺的 或者是說 先知先覺的 這樣的人物呢 在台灣 要不斷的去 教化眾生 那所以我們知道 現在為什麼 不能夠是 弘揚起的 這種弘教的方式 因為弘揚起 在從這個 孔老夫子之後 一直到 這個民國初年 這一段時間 也可以說 整個中國的歷史 最精彩的這個部分 這個戲碼是不斷的 在強化 那所以呢 這段期間啊 在孔老夫子的時代 就已經是 李幻月峰了 那孔子的出世 還能夠 出來勉強維持 一個小康的局面 那是聖人的教化 所以那個時代的人 遇到這樣的聖人 那個時代的人 有福氣啊 其實當時是兩位聖人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還有一位老子 他在做無謂的教化 那個教化的影響力量 也不屬於孔子 所以兩者的力量呢 是互相的配合的 那後來呢 老司儒這邊的 道呢 轉到了佛家 轉到了這些祖師大德 佛家的教化 那麼佛家是出家的教化 出家人 他們所所作所為 當然就是出家的事情 所以他勸忍 離開世間 他勸忍呢 要這個 不爭 不貪 用出世間的教法 所以他們自己呢 選擇在山裡面 選擇在偏僻的地方 來修行 那他們教化的方式呢 是他自己修行 有了成就 那麼會影響當地的民眾 民眾會認為 這裡有一個 有道的高僧啊 所以民眾會來接近 他就藉著這個機會 教化民眾 沒有說出去教化民眾的 他們都是躲在山裡面 但是呢 當時的運 這種法運啊 就是這樣子 因為當時的民心啊 還很純良 還很純樸 他沒有這種網際網路 沒有這種有線電視的干擾 這些報章媒體的熏陶啊 他們的心呢 還能夠安置在一個 平靜的狀態 你看我們以前誰敢去抗爭呢 誰敢對政府叫囂呢 除非已經逼到了 沒有飯吃了 真的要人吃人的那個局面 他才會起來革命 把這個政府呢 換掉 那個是已經逼到不得已了 所以平常的太平盛世啊 都還是呢 一種安 安置的狀態 大家呢 理得心安啊 人人呢 在他的生活上呢 安居樂業 所以那個時候呢 這些祖師大德 用出世的做法 來教化人心 讓人心呢 更接近這種佛菩薩 的一個理念 那那個是呢 相得益彰啊 真正的有達到 他教化的作用 但是我們想想 現代呢 你看民國初年以後 整個世界已經更新了 民國初年跟民國之前 那是幾乎是 一百八十度的更新啊 你看就我們的 我們看古人的生活就好了 他們的他們要飲水 當然就要 這個井裡面去取啊 去河川取啊 去有山泉的地方取啊 那麼走路呢 走路當然用雙腳啊 那沒有車啊 那可以坐車的人 那是很不得了 很不錯啦 可是車 車也是馬車 也是鋁子車 哪有像現在汽車這樣子 那他們更典 要靠自己的一雙手 用牛來幫忙 衝擊量只是這樣子 你看這兩千多年的生活 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 人心的變化還沒有這麼大 但是民國初年以後 那真的是已經 不一樣了 我們中國 被船間炮利 打開了門戶 我們認同西洋人的方式 認同西方的這種科學 所以呢 一味的去媚外從洋 認為西方總是最好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 西方人在這種外在的 物性上啊 不斷地研究發展 就產生了工業革命 所以整個時代 的一個大變革 是從工業革命之後 整個世界就不一樣了 距離現在 大概 四百年吧 可是呢 可是呢 到中國 是民國初年 真正的受影響 民國初年以後 我們接受了全盤的西化 所以中國人的民心呢 也跟著變化 那影響呢 也快要一百年了 那一百年裡面呢 大概 已經隔了三代了 三代都沒有受過這種 聖賢人的教化 祖師大德的教化 你看我 我父親這一代 齁 就很少 我爺爺那一代 也很少 我祖父那一代 可能還有沾到一點邊 但是呢 我想大概也沒有 因為我的爺爺 他是一個農人 他雖然認識一點字啊 可是知識程度啊 也沒 不是很高 那隔了這個三代之後 齁 一直到我 我們現代 我們還想 能夠有這個機會 齁 能夠恢復聖教 能夠幫助聖賢人 啟發良知良人之至善 所以中國人 脫離這個經教 脫離祖師大德的 的教法 也 已經隔了 一個世紀之久了 所以 現代的人心啊 要教化 要啟發他 那更是呢 南上加南 那現在 那現在端靠這些修行人 修行人要有道 那才叫修行人 修行人才是真正的影響力 齁 那些做表面功夫的啊 他影響力 是有限的 而且呢 不能夠深入 所以我們老實講了 行外公無內德 有用無體 辦行事盖大廟 將來是空 行外公 說外公呢 就是去講說人義道德 齁 去辦這些活動 齁 去做這些 這個議診人 齁 去宣化 這個是行外公 包括去辦道 也是行外公 但是呢 沒有內德 你辦道的人沒有內德 沒有自己的道德涵養 沒有啟發良知良人 那麼你行的這些事情啊 還是有他的作用 有福德 那這個福德呢 可以幫助你 將來 升到這個七天 享受呢 這個天人的富貴 但天人呢 還會再輪轉 富貴想完了 還要到人世間來 甚至呢 還要墮入到山土 這個是有用無體 有用無體 那都是一個表 表象 修行沒有修到內心 專修外在 那你說 這怎麼會叫修行 那包括我們現在在點到 在講到的這些人 你自己的脾氣毛病 貪生吃慢 還是一樣啊 你把對世間的這種 貪生吃 轉到道場 在道場呢 你還是對這些道經 貪生吃 對道場貪生吃 那麼你只是轉個對象而已啊 你的貪生吃那個根還在啊 所以呢 你沒有內德 你只是在行外公 在修福報 有用無體 體才是功德啊 體才是良知良人 沒有這個體 不能夠幫助你 回天 你不知道見性 你不知道道德 沒有落實道德 所以呢 沒有辦法回天 所以天上無無功德神啊 人間無不忠孝勝啊 那麼你忠孝做到了嗎 你這個人輪 這個鋼廠做到了嗎 那個是內德啊 有的人 有一部分做到了 有的人呢 完全依照 自己的脾氣毛病在做事 那所以老實講 這裡講 辦行事 這個都是行外公 辦行事 蓋大廟 將來是空 行事 就是 欸你 點了多少人 你布了多少人 你辦了多少活動 你蓋了多少廟 你的道這個 道 道親啊 到底有多少 我們說子弟兵 你的子弟兵有多少 這個都是辦行事 辦行事 蓋大廟 這個都是外在的 你跟大廟一間一間的蓋 現在大廟呢 越來越多 到處在募款 到處在缺錢 我們知道 蓋一個大廟要 花很多的錢 那這個錢呢 不是一般的財司啊 這個錢呢 都是數以萬計的 其實說數以萬計是 還很客氣啊 現在你要蓋一間大廟 都要上千萬啊 你看上千萬 我們一個人一生的福報 有可能還存不到一千萬 他要上千萬的這種 這種錢財 來蓋大廟 到處去募款 到處呢 希望道慶捐款 廟是蓋了很多了 蓋了越來越多了 但是呢 老實講 將來是空 你這個主持人 回天了 就傳承下來的人呢 有沒有辦法 將你的道 繼續傳承下去呢 將師孫師母的法 繼續弘揚開來呢 這個 不得而知啊 那會不會 這個廟呢 來互相爭奪呢 這個呢 也是很有可能 所以老實講 將來是空 一切都是空 你蓋的廟了 終究了 終究會 是別人的 或者是說 別人收購去 或者是說政府 幫你強行徵收 或者是說 鮪魚天災地變 這個廟呢 累積了上千萬的財產 就這樣 化為物有 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那我們 修道人 大部分的時間 都花在這種用 這種心事上 那他怎麼可能會有成就呢 那由於現在的 這個 這種清淨心啊 實在是太難得了 要修行 已經修到這種清淨啊 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現在為什麼講儒家應孕 因為儒家沒有 要你修到 這樣子 儒家沒有叫你 跑到深山裡面去修清淨心 儒家叫你在這個家庭裡面 家庭裡面 把做人的道理做好 那你就可以成為 通這個忠孝聖 你就可以成為功德聖 忠孝是功德 你在人世間成聖了 回到天上 當然就做神 所以 極力在呼籲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的重要性 所以現在白癢孕 他不再講弘陽起的那一套 在深山林內 去參禅打坐 拜佛念經 那個已經是 這裡講的行外功 辦行事了 那個沒有辦法幫助人家超身鳥死 沒有辦法幫你超身鳥死 將來是空了 一場空 你沒有回天 結果這個大廟也沒有了 那不是一場空嗎 那你所成全的這些人 也通通沒有辦法為天 那你在人之間這樣 這樣 搞了一回 結果呢 什麼也不是 所以沒有認清目標啊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走都走錯了 那你還要修 你要怎麼修 沒有在良知良人身上用功夫 那麼你講什麼道呢 講道不外乎 講道辦道就是在良知良人上 你要見信見信 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良知啊 你又有智慧 又智慧來辦事啊 這個是良人啊 有道德有智慧 你就可以辦得圓滿 你就可以辦得具足 那麼呢 你就可以幫助整個 眾生啊 他回歸本來自善 啟發他的這個良知良人的自善 那個這個才是 認清課題 認清目標 所以良知良能 現在我們講啊 真的是 我們修行的 一個主要的入處 你看當時的王陽明 他提出自良知 要自自就是達到嘛 達到這個自良知 達到這個良知 那你要有一種方法 你的方法呢 就是在 你的這個人輪上 好好的來行 好好的來做 所以說 悟者尋心啊 望者密佛 喔 覺悟的人 他會在心上下功夫 弥媚的人呢 他會到外面去找佛 那麼我們知道修行 所有的一切 作為啊 都是向內 下功夫 都是歸出於自己的身上 結果呢 現在的人 一昧地去求佛 喔 求這個佛堂裡面的佛 大廟裡面的佛 喔 去軟堂 這個求神問卜 各位前線 大家早安 我們繼續講到 我們繼續講到 啟發良知良能 那麼我們 必須 將當時王陽明 他所提出來的 這個自良知 他的一個修學進入啊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王陽明 是明朝的大儒 那麼他也承傳了 陸九淵這一派的思想 那麼陸九淵呢 我們上次先前也有介紹過 他是直氣孟子的心性 然後呢 發揚光大 那王陽明呢 又將陸九淵 孟子這一系列的思想 透過實踐 來發揚光大 所以 他所講的 被稱為死血 蒲血 蒲就是蒲死的蒲 實在的死 那麼我們知道王陽明 他曾經呢 被扁到貴州 那當時在貴州啊 這個地方呢 那可以說相當偏僻 哦 這個瘴氣 各種散染 的這種 不正之氣啊 非常的多 那麼所以如果中原人 不適應環境 一下子 來到這種地方啊 那就會生病 就為了水土不服啊 那王陽明在那裡 也是生了一場大病 那可以說呢 那可以說呢 王陽明在官場上啊 也很不得力 因為當時的明朝 黃帝呢 黃帝呢 也不是很正作 那麼靠著 宦官 靠著這些東廠啊 來維持整個 朝廷的 的局勢啊 那這些東廠的人 當然是 當然是 以宦官為主 奸臣為道 所以這些人呢 本來就是 這個 心性呢 就不是很正 出發點呢 完全是自私自利 所以對於 跟他思想不一樣的人 那他們呢 就盡量的 去排除異己 甚至呢 向他殺害 所以王陽明 一度呢 為了逃命啊 在江邊呢 寫下絕命詞 這個我們 應該都聽過 所以這個細節我們就不講 我們 大略要來講述 王陽明呢 他是怎麼樣 頓悟的 那這個 在農場裔 這個地方啊 事實上農場裔 這個地方呢 我們也不得而知 那也許可以口聚的出來 只知道說呢 是一個山欄 脹氣 整個呢 早氣非常重 的一個 山野之地啊 那他呢 就是為了想要了解 成勝成賢的道理 那因為 這個宋儒 聖明的這個儒學啊 都是經過佛家的洗禮 所以呢 他們把這個 參禪 把坐 把它融到 儒家的修行 那明朝當時呢 道家應運 那可以說呢 在在 武當山 在這個 武當山 在這個中南山 這個全真派 這些教法 很洪展於 當時的時代 那道家呢 也主張打坐 那佛家呢 也主張打坐 那佛家呢 也主張打坐 那據說呢 那據說呢 他這個打坐啊 想要去思考 人生的這個問題啊 但是呢 打坐呢 也沒有辦法 讓他清楚了解 哦 生了一場大病 那個 生了大病之後呢 還繼續的 去悟 就在那裡打坐 在那裡 冥想 那直到呢 好像是第十一天 那幾乎生子已經撐不住了 那就在那個時候呢 他就頓悟了 當然他的悟到什麼程度 我們可以從傳習路 哦 他的這個學說裡面啊 了解 那是不是跟佛的頓悟一樣 跟六祖會能的頓悟一樣 這個呢 我們也沒辦法評斷 哦 只看到他的這個 這個學術的理論啊 我們知道 他一定是有所頓悟 那他在那個傳習路呢 可以說成傳孟子的心法 哦 將儒家的這種思想啊 發揮到淋漓盡致啊 哦 更加深入的去剖析 人性的 良知良人這一面 那所以他提出了 那所以他提出了 治良知這個學說 他說啊 良知良人 余夫余父啊 余聖人同 但毀聖人能治良知 而余夫余父呢 不能治 此剩余之所有分啊 所以良知良能 我們上次講過 良知 就是我們的本性 我們的 道體 那良能呢 就是道體的發用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這個德性 我們的智慧 所發端 所流露出來的 這些言行 那他說呢 這個良知良人啊 聖人跟凡夫 是一同的 聖人沒有比較多 凡夫也沒有比較小 所以可見他這個說法 跟佛家的說法 是完全一致 那跟道家的說法 也是完全一致 就是良知良人 是充分的 盡 盡其我心 那所以呢 他可以在這個圓滿的本性之中呢 這個充分的發揮啊 他可以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但是呢 為什麼聖人 他可以 才德俱主 可是呢 余夫余父呢 卻不能呢 這個是因為啊 聖人 他知道往內求 他知道良知良能 的圓滿俱主 那余夫余父呢 往外求 所以他不能夠達到良知良能 這個就是呢 聖人跟凡夫啊 所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知道 智慧跟知識 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的人不懂 一直認為說 知識就是智慧 那我們說的智慧就是 知識 其實這是不對的 中國人講智慧 他是呢 本性具足 他是呢 從內在去開啟的 所以那個智慧呢 每個人都一樣 沒有分別 所以余夫余父跟聖人 完全是一樣的 那麼聖人呢 可以完全的流露 完全的將智慧展現出來 可是余夫余父呢 卻沒有辦法 或者是說呢 只偏於一邊 那偏於一邊呢 當然他就有一定的一個程度 的小物啊 也許他就成為善人 君子 等等 那所以 向內參求 向內觀照 那是智慧 所以懂得向內尋求的人 那就是覺悟的人 所以 老師曾經講 這個智者求己啊 愚者求神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往內參求 往心性參求 所以呢 他只求自己 因為自己就是佛 自己就是聖人 我們都有成聖成佛的一個根據 那麼我們為什麼 沒有辦法成聖成佛 就是呢 每天都往外追逐 二十四小時 都是隨著外遠的變化 而在己心動念 所以智者求己啊 有智慧的人 他是求自己 求自己的那一份親近 那一份平等 求自己的那一份德性的一種 流露跟圓滿 那愚者求神 所以我們說 一般的凡夫 他往外追求 他認為呢 神 這個佛 這個聖 就是去廟裡 烧香拜拜 所以呢 不斷的在佛前 在神明面前呢 祈求 祈求一切 那所以我們 看這個台灣的廟 越幹越多 各種神 都有 但是 有幾個人 懂 我 內在的那尊佛 就在我的自信佛堂裡面 那自信佛堂裡面的真佛 那是圓滿的佛 他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的佛 那求 往內求是真求 往外求是假求 所以你看我們 台灣在 這個求財的 求財求公民的 求健康的 求子女的 這個廟呢 非常的多 那大家呢 都求神 神如果說 印著每一個人 的需求 而給他的話 那這個神呢 就是真的靈驗的神 那既然求 求 就可以得到 那麼我們就應該去求 但是呢 事實上 並不是如此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人 都去求 都可以滿我們的願的話 那麼這個神 可能呢 也不是很好當啊 啊 因為他違背了 因果的定律 他也要 聖誕因果 那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的 他的一個使命 跟義務啊 那麼神 哪有辦法 幫每一個人 來複習這些使命 跟義務呢 其實 這個就是佛家的 說的業力 神沒有辦法負擔 每一個人的業力 那如果說神 可以負擔每一個人的業力 那他也不是慈悲的神 哦 因為呢 這個眾生 不知道覺悟 你拼命的幫助他 讓他呢 永遠在迷惑當中 哦 永遠在六道輪尾裡面啊 那麼這個神 不是不慈悲的神嗎 那如果說我拿貢品 來給你拜 我上好香來給你拜 那麼你就聽 聽從我的指示 來滿我的願 那麼這個神呢 也不是一個正神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看到我的東西 你看到我拿來供養你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就保佑我 那沒有 拿東西來供養你的 你就不保佑他 那麼你是一個正神嗎 啊 我們我們說 這個就是貪官物力啊 你走後門 你這個送紅包 那麼你就成全他 幫助他 那這不是貪官物力嗎 那所以說 我們世間人 都不屑於做貪官物力 不屑於啊 這個聽到看到 貪官物力這樣的人 那麼神 怎麼可能 會去做貪官物力呢 我們說正直為神 哦 平等做佛 能夠成為神 神明的人 那他一定是啊 這個在世啊 做人做得很正直 哦 一點真心啊 正直光明啊 所以呢 他回天之後 就封神 或者是說 成為聖賢人 成為佛福長 那所以說 成聖成賢 不是去從外面求 只有愚昧的人 才會去求神 愚昧的人 就是不覺悟的人 哦 不知道 往內參求的人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我們說 這個 我們的廟 每天去朝拜的人很多啊 尤其是呢 過年過節 尤其是眾生有需要的 時候 去拜神的人太多了 啊 那麼我們怎麼可以 說這些人 怎麼樣呢 的確我們沒有辦法說完 沒有辦法說近 雖然說他們這個動作啊 不是覺悟的狀態 但是呢 我們也只能夠說啊 眾生呢 就是因為 沒有受教育 哦 不受教化 他不曉得這個道理 那他不曉得 就不足為怪了 我們 所以佛陀說 先人無知 不是道德 無有餘者 不足怪也 那先人無知呢 就是我們的長輩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 智慧知識 哦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體悟啊 哦 不了解這個道德 這種原理 道德 自 自聚在本身 這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 教導下一代 道德 智慧的事情 哦 我們這裡講 啟發良知良人的事情 所以呢 不足怪也 也 不能夠怪他們 因為沒有人跟他們講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 意識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全世界 所有的眾生 大部分的人啊 都是在不知的狀態 那不知的狀態啊 是因為沒有人跟他講 哦 所以真正修行人 能夠講出教化眾生的 這個機會啊 那在這個世間啊 事實上呢 是不多 比例 比例 比例上呢 是差很多 我們說宗教界 宗教界 如果有 一兩百萬的人口 那麼一兩百萬的人口 你看在台灣 就兩千三百萬 你如何將 你如何將 這種大道的訊息 對每 每一個 台灣人民 這兩千三百萬的人 通通說清楚 講明白 這個也是 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呢 到場 要不斷的去 辦班講學 不斷的 深入民間啊 不斷的去傳習 這種聖人的精神 聖人的教法 將呢 這種大道 自內聚在我心 這樣的一個道理啊 讓眾生呢 有所開啟 有所覺悟啊 那如果說 能夠不斷的 向眾生 講這件事情 那麼眾生在耳辱目染之下 一定呢 會有所 覺醒的一天啊 所以我們修行人說 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啊 一門深入呢 其實就是教我們 我們要了解聖人的教法 就是在一個法門裡面 好好的修持 修持到一定的程度啊 自然就會覺悟 那覺悟呢 就是通了 通了就一切通 那一切通了 就不會 被不斷的再往外追求了 所以我們看 現在的這個 教育啊 是非常的普遍 博士碩士 在我們台灣啊 也可以說的是滿街寶 現在大學生已經不稀奇了 那起碼都要讀到碩士以上 但是博士找不到工作了 是相當的多 那麼博士他們的生活有沒有比較快樂呢 有沒有比較清安自在呢 好像也沒有 從歷史上來看 一個博士 能夠成到的 好像也沒有聽過 那為什麼呢 因為博士這些知識分子 他也是往外求 求知識 求這個經驗 求各種學習 這都是往外求 那往外求 如果沒有往內去 參透的話 那麼這個往外求呢 都只是成了經驗 成了你的記憶 成了你的這種技術 那這樣呢 老實講 愚者求神 還是屬於愚者 不明瞭人生的道理 當你遇到人生的困境現前的時候啊 你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你還是 貪稱吃愛一大堆 所以呢 這樣知識分子越多 讀書越高 結果呢 這個離婚力也越高 這個家庭呢 亂七八糟 整個社會呢 也是烏煙瘴氣了 這個都是呢 往外求所造成的 所以現在的教育體系啊 我們已經不能夠依靠了 現在學校還有人在講 道德 講倫常 講這個心性 理事的因果 這個真的是不可能有人講 即使是宗教系的學生 他們講的也是一些 這個不著邊際的這些理論 所以學佛跟佛學 這根本就是兩為式 學乳跟乳學也是兩為式 學道跟道學也是兩為式 我們不要搞這個 學者專家的路線 我們要搞這個覺悟 這個開啟的路線 觀照的路線 那麼這樣的修行才能夠得力 修行才有這個悟觸啊 這個悟啊 才是我們人啊 最重要的 一個自在的依據 一個成聖成佛的 一個切入點 有誤觸 那有誤觸呢 就必須呢身體力行 必須呢 從你的這個人身上 你的家庭 你的事業 從你跟你有關係的 這些人倫 這個文化之中啊 去了解 去開啟 去頓悟 那所以王陽明 他用什麼做法呢 他提出了三項 原理原則啊 相輔為用 能夠達到這個良知良能 喔 他說精一 事實上磨練 跟誠意 這三項做法 精一呢 就是 偽精偽一 那偽精偽一呢 是當時 遙傳給信 這個順 的一個 信理心法 喔 所謂 唯精唯一 允止絕衷 那這句話呢 在我們道場也常常聽到 那唯精唯一啊 是我們盡 心 之性 我們對於這個 信理心法 這種基本的功夫 也就是開啟良知良能 達到自良知 的這種 不二法門 唯一 就是唯精 的目的 一是什麼 一就是我們這個道體 我們這個本體 所以佛家他常常講 不二法門 六指揮人講 禪定解脫是二法 佛法是不二法 所以說不二法門 那不二法門 就是說 除了從內在的良知良能下手 沒有其他功夫了 沒有其他做法了 那麼如果不懂得 往內參求 尋心求心 不懂得明心見性 那麼你去 在外面所找到的這些東西呢 完全都不是正法 所以叫做外道 所以他說呢 這個精一啊 精唇 這個精唇到一的境界 這個叫精一啊 所以精一就是毀精為一 所以我們要達到一的這個目的啊 那麼我們必須精 精呢就是痛下苦功夫 喔 就是呢 精進不移啊 就是呢 這個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啊 在一門的功夫裡面呢 你不斷的去用功夫 你不要想說去 博雜很多的這個 這個事物事理 喔 東學學西學學 結果呢 沒有一樣專的 什麼什麼都專 就什麼都不專 什麼都通 就是什麼都鬆 所以古大德 不斷的告誡我們 要一門深入 喔 像我們的道 道呢是一個總目標總原則 那是一的一個總規定啊 那但是呢我們達到道這個目標 我們可能有很多方法 所以道呢 融合了各家各派的思想 那麼各家各派的思想 他們可以在他們各家各派裡面 好好的去下功夫 下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他就可以達到一的目標 喔 經存到這個覺悟 那他就可以 為經為義啊 喔 你不要說儒家你也會 喔 道家你也懂 佛家你也通 結果呢 什麼什麼都會 什麼都不會 那我們希望呢 這個 修學的人 在他會的這一門 喜歡的這一門 好好的下功夫 比如說你就學這個道家的 道家的你就選一本經典 你選老子 選莊子 或者是說 你就學這種 這種念奏 喔 你就學磕頭 你就學這樣功夫 好好學 用心的學 學到這種 經的地步 那為經呢 你就可以從裡面呢 這個擴充到 無量無邊 那就是達到回憶的目的 就是達到一個 自信的本體 喔 開啟了良知良人 你就無所不通 無所不能 好 這是王陽明第一個 教我們的方法 第二個他教我們的方法呢 就是世上磨練 喔 世上磨練呢 他說呢 人須在世上磨練 方立得住 方禁 方能禁意定 那他說的這個就是 人情世故的 這種對待 那人情世故的對待 你必須呢 把各種的 環節啊 通通做到圓滿 你要立得住你的根本 喔 所以呢 你用理 用這個道 來對待他 那是 絕對是沒有衝突的 絕對是言容無害的 那麼你這樣呢 才能夠在那裡面 達到這個 理得而心安 喔 心安而得定 達到定的功夫啊 你就能夠入智慧 你就能夠呢 開啟 良知良能 所以一般人啊 他比較 要 適合走這條路 世上磨練 畢竟我們現在 想要透過打坐 透過這個磕頭 透過念經 你要磨練你的 人情世故啊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現在人的根性 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這樣子講 有人說清淨心就是功德 沒有錯 清淨心是功德 但是呢 我們要達到那個 清淨心的標準啊 是相當的難 那必須怎樣呢 在世上磨練 你必須呢 深入人群 深入家庭 深入人心之中 在每一個人的起心動念 每一個人的這種 待人接物上啊 你去體悟 然後呢 你去圓滿他 其實這個就是 儒家所講的修行方式 那儒家呢 他講人 人道做好了 天道就圓滿了 你想要成就天道 你先把人做好 人做不好 你不可能回天 你不可能成聖了 這個道理我們必須清楚 所以 你盡孝了嗎 你盡忠了嗎 你對人講誠信嗎 你對是 講這個義務 講義氣嗎 這個都是人的道理啊 人的道理可以說呢 是非常的這種 繁密啊 很龐雜 可是呢 這個繁密龐雜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圈裡面啊 有一個原則 可以定住 你的這個本位啊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從 你的良知良人裡面 去發漏 去面對這些 龐雜繁密的人情事故 那良知良人完全都是自善的 所以從自善的發端 沒有爭執 沒有怨恨 沒有打鬥 喔 是一片祥和的 是圓滿無外的 但是呢 這個呢 必須透過世的磨練 所以年輕人 年輕氣盛 那麼 老千人常講 年輕人不可靠 那就是因為呢 他在世上磨練的功夫上啊 根本就沒有火候 我們不要說年輕人 其實老年人 也很多人 也大部分的人 雖然他在世上經歷過這件事情 但是呢 一點也沒有磨練到他的心性 喔 他在這個楚人在世上啊 他還是這樣不覺醒的狀態 依照自己的脾氣毛病 去呢 去面對這些事情 那麼就會起衝突 就會呢 跟人家有誤解 就會呢 發生事故上的扭曲 那這些人事物啊 就會產生 另外一波的因果現象 所以王耀敏跟我們提書 世上磨練啊 這件事情呢 我們要把它用心在生活上 其實我們修道就是要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修道 都是在人情事故上修 都是在人情事故上修 所以常常有人講 哎呀都是這個 人情啊 這個人的因素啊太複雜了 這些人情包袱啊 甩不掉 讓他沒有得到的一個 很好的修道的一個環境 但是呢 當你在抱怨這樣的時候 你要想到 這個就是在考驗你啊 這個就是在讓你修啊 不然你以為修到要從什麼地方修 你從講課修嗎 你從辦活動修嗎 你從這個過號寫表文上修嗎 這個是完全錯誤功 錯用功夫 這是表面功夫啊 修道就是從人情事故上修啊 你跟人相處 跟他這個有所需要磨合的時候 那麼你就需要去把你的至善流露出來 讓你跟他在磨合的過程當中 可以呢非常的自在 非常的這個安儒 那這樣呢 你才可以在這個世上 算是成功了 算是有修煉到了 那所以生活事故有太多了 那我們有可能呢 在某一個部分呢 又會這個失去這樣的一個 至善的流露 這個貪生吃又做作用了 自私自利 明文立揚又產生了障礙了 我們又不圓滿了 我們又跟人家起衝突了 但是那個時候你要懂得反省 懂得改過 懂得懺悔 懂得懺悔 那所以儒家 也可以 允許你懺悔 允許你改過 改過沒有關係 犯錯沒有關係 你只要懂得改過 懂得懺悔 那這樣呢 那這樣呢 在世上磨練的功夫上 你就會 更成熟 更加呢 深入一層的境界 那所謂定境的境界 那個時候呢 你就會掌握得到 那所以 我們說教化 跟教育 現在我們看的都是教育 教育 教這些外來的知識 外在的學問 但是呢 沒有一個人可以以身作折 讓我們達到教化的目的 能夠呢 教化我們的心性 這個化解 我們人世間的 這些 困難 與障礙啊 那所以要有人 以身作折 這些人呢 就是我們修行人 尤其是 這個 百養時期的 這個修行人 民事的徒弟啊 你更應該呢 以身試法 如果民事應運 來挽救 這些 原胎佛子 都還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 那麼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才能夠 來救這些眾生呢 眾生什麼時候 才能夠得度呢 所以 一切呢 端在人 端在你 對於世上磨練的 一個火候 的修為 的修為 所以凡事呢 應該呢 放下你的身段 放下你的思維啊 用這個真誠心 來面對所有的人情事故 相信呢 這個在世上磨練啊 那一定呢 一定呢 會有一個很好的成果出來 那王陽敏說的第三個功夫啊 就是誠意 那他說呢 誠意之說啊 自是聖門教人 用功第一義啊 無人為學 當從心底入微處用力 自然堵食光輝 那所以 這個格物自知 誠意正心 你看誠意的一個階段啊 是從格物自知 做到圓滿之後 才能夠進入到誠意 所以他說誠意呢 是聖門教人用功的第一 那你的意誠呢 我們說真誠心 你的意念呢 是一種平等的 這個沒有是非 沒有人我沒有對待人 那麼這個就是意誠 那意誠呢 這個境界啊 都是聖人教人的第一個功夫 當你面對人 面對事的時候啊 你第一個呢 就是 要誠意 但是我們要知道這裡喔 誠意的 這個基礎啊 是在你格物自知已經圓滿之後 你才能夠誠意喔 誠意是 面對人的 面對事物啊 面對整個天地啊 所以是誠意啊 當你的心 還有所寡愛 還有所執著的時候 你的物不能夠格 你的這個 智慧不能夠朗現 那麼這個誠意呢 都還是有問題的誠意啊 我們知道佛 是沒有起心動念的 喔 一點點的起心動念 都還沒有 都已經沒有了 那麼菩薩呢 是還有一絲的無明 還沒有放下 所以呢 他未勝菩薩 等到呢 他連這個 一絲好的這種無明的 這種起心動念啊 都沒有了 那他就成佛了 那聖人的標準 也是這樣子 啊 聖人呢 已經沒有起心動念 所以 空老夫子他講 其實而從心所欲 不宜舉 啊 從心所欲不宜舉 你看他這句話的境界 是相當高的一個境界 已經到了這個 沒有起心動念 那他的 他的起心動念 是隨眾生心而起 喔 我們說隨緣不變 喔 我們說不變隨緣 你看他從心所欲 他的心之所欲啊 是因為 這個環境的需要 眾生的需求 然後呢 他 必須要發出來 只要是人 他這個 人性的這種欲望 總是會有發漏的時候 但是呢 發漏沒關係啊 發漏呢 我不宜舉 我發而皆重結 那我發而皆重結 就是呢 我雖然隨緣 可是呢 我的心都沒有變化 心性呢 還是這樣如如不動 這個是呢 王耀明講誠意的功夫啊 所以他說 當從心體入微處啊 用力啊 心體入微處啊 就是這個心性的變化 我們如果了解到 良知良能 是本質具有的話 那麼這個心體的入微處啊 就是在良知良能 好 良知良能 它是至善的發端 它是德性的發端 所以呢 它流露出來的 無不適符合 整個天地的正氣 所以入微處啊 它就是純然至善 好所以呢 為什麼聖人教我們 要戒慎恐懼 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啊 那就是呢 我們隨時 處在這個 後天的環境之中啊 我們保有這個到底啊 有這個 入微處啊 那一份良知良人啊 你要二六時鐘讓它呢 保持住 讓它流露出來 好這樣呢 誠意呢 才能夠說 真正的 讓你的心 達到一個 公正公平 的一個境界 那心的作用是 由意來產生的 意成了心就正了 心中了自然就堵持光輝 所以呢 王陽明先生呢 他著力在 誠意 那他的這個誠意呢 是著力在 人跟人 人跟這個天地萬物 的一個關係上 所以他把格物自知給省略了 那是因為格物自知 你應該做好 你做好了 你才可以去跟人 跟物 蠢而圓融 哦 用各三種功夫 達到 治良知 這個 啟發良知良能 這個就是王陽明說 提出了治良知 的一種 三個說法 三個做法 那他這裡有講 就是這樣 某於良知之說 從白死千難中得來 非是容易見得到此 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 所以你看他 王陽明他講的話 這很像 這個慘者的話 很像這個修行人想的話 他說他呢 對於良知之說 對於這個了解到 這個人的良知良能 是從白死千難中得來 也就是說他 是歷經千辛萬苦 冒著生命的危險 在生死的這個道上 不曉得歷經過多少次了 所以是白死千難 從這個困難之中 體悟出來 所以我們剛才講 他是在被 被貶到農場役 那麼去 打坐 在竹林中打坐 那之前他還有很多故事 他這個一路過程 他不是這樣直接來的 他是被追殺來的 所以說他真的白死千辛 是講的一點都沒有錯 以後我們有時間 慢慢來講他的故事 我們今天只是講他的理論 那所以他從這個白死千辛之中 悟到這種自良知的道理 那可以說是他的一個身體力 實踐出來的 那個覺悟出來的一個力量 所以非是容易見得 指本是學者究竟話讀 這個呢 就是學者根本的這個話讀 話讀就是說參話讀 就參悟之處 你的觀照之處 你的下手功夫就是在此 在此是在此指哪裡 指指良知 指這個良知良人 那這良知良人呢 是學者 他這個學者不是指 學術專家 他是指真正的修行人 當你在修學各種 這個中法教教教下之派之後 教下門派呢 那麼你要參詞究竟話讀 究竟的話讀就是呢 人的良知本性是 是什麼 人的那個本性 人的那個至善之性 到底在哪裡 這個事究竟是 究竟話讀 有點像禪宗說的 這個 我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當我未出生之前 那個面目又是什麼 那生死的源頭又是什麼 就參照這個 那可見呢你看 楊敏先生他在這個功夫上 已經呢有所著力 而且呢 頓入出他個人的 的一些這個學 學歷啊 那他又說呢 自孔孟寂末 此學者思傳幾千百年 賴天之靈 偶附有見 成千古一塊 百事已是聖人 而不獲則也 哦他講這個話 真的是 很記錄本心啊 讀起來真的有點 拍案較好的感覺 他說孔孟以來啊 這個心法已經失傳 幾千百年 幾千年幾百年 那麼孟子到王陽明 那他可能也有幾千年了 哦 可能一千多年了 那一千多年 這個心法一直都是失傳的 那當然其中還有一個陸九淵 啊 陸九淵發明孟子的思想 那這個王陽明呢 又繼續的把他發展光大 所以呢賴天之靈 偶附有見 幸好呢得到這個上天有靈啊 能夠加持啊 能夠護辟啊 讓這個心法能夠繼續的 由我來發揚光大 偶附有見呢 當然就是指王陽明他自己 他自己呢 能夠在這個心性事理上啊 有所頓悟 在這個良知良人上呢 有所啟發 哦 看到了那個本體 的那一份圓滿 那一份自在啊 那他真的是呢 如入寶庫啊 悠游自得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這個孔炎樂促 哦 這是得道樂天啊 這個孔老夫子 這個炎回夫子 他們到底在樂什麼 實在一般人搞不清楚 有什麼好樂的 你看炎回一旦是一瓢飲 在肉像 人不堪其憂 活也不堪其樂 他到底在樂什麼 樂就是樂代 見這個道體 你看這個道體啊 這麼樣圓滿 這麼樣富足 讓他呢 無所缺乏 這個比物質上的 這個提供啊 那簡直是沒有辦法比您啊 哦 儒家講 中廟之美 百官之父啊 哦 你看中廟之美 那個廟堂上的 叫美倫美奂 百官之父就是說 所有的這些官員 他所得到的這些 這些富貴啊 通通在自信裡面都可以得到 而且呢 自信裡面所得到的 這種 中廟之美 百官之父啊 那是超越人世間 不曉得 有多少 是沒有辦法比 所以為什麼 孟子要講 人訣也有 焉有天訣貴啊 公民焉有道明高啊 你看人訣 就是人做這個官訣啊 人做的官 哪有比在天做的官 還要呢 富貴呢 人比不上 我們不要說聖賢人啊 你看我們比一個天人 就遠遠不足了 哦 我們佛經 他講 二十八成天 有欲界天 有色界天 有無色界天 那麼最高的天呢 非想 非非想住天 我們看到 看到這些天人啊 他們的福報都非常大 他們要什麼有什麼 要什麼呢 只要一個動個念頭 那個東西馬上就來 而且壽命很長 在那裡逍遙自在 他以為呢 自己已經成佛了 事實上還沒有成佛 那所以你看天人的福報 就已經這麼大了 那麼我們 我們這個中國 筆記小說裡面 記載的這些神仙 神仙有可能只是 契天仙 契天的神仙而已啊 那契天的神仙 就可以來去智爐了 哦 他可以呢 趁雲氣 這個踏日月 悠遊在整個環雨之中啊 那他們想什麼 要什麼都有什麼 那一份自在那份快樂啊 怎麼會是 人 人間的這個百官 哦 你即使說你最最高的官 你做到一名宰相 你的福報也不可能比得上天人 也比不上氣天的這些神仙啊 所以這個是樂啊 這是真樂 哦 得道之樂啊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形容的 啊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知道 現在呢 我們是先得而後修 我們雖然得到明示一指了 可是呢 我們還沒有知道道的樂 道的樂到底是怎麼樂 那個誤入次武啊 那個覺知之處啊 還沒有感受到 所以先得而後修啊 你必須呢 像王安敏這樣 從百死千難中得來 你必須呢 不斷的去磨練 不斷的去接受打擊 不斷的接受困頓 那麼你接受世間的一切苦 困難障礙 結果呢 你都能夠應付了 充容於欲啊 那麼你自然呢 在各種環節上呢 你就可以圓滿自在了 哦 不以苦為苦啊 不以忍為忍啊 一切呢 都是在悠遊自得之中啊 那個就是 所謂的樂 那頓怒之樂 當然不是我們常常可以講的 所以我們只是描寫 描寫出那個樣子 那 我們呢 彼此 大家互相共勉 能夠了解到那個境界 好好的修學 好好的這個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 來讓自己達到那個境界 所以王陽敏他講偶附一見啊 哇這個真不簡單啊 在千百年之中啊 竟然出現這樣一個人 偶爾得到 這個道的本體的奧妙 然後了解聖人的心法 千古一怪 百事以至聖人而不惑 哇實在是 成千古一怪 這真的是千古以來啊 沒有這樣的一個快樂過 百事以至聖人而不惑 那這句話是 是中庸的話 千百事以來啊 都是因為聖人 而得到這種不困惑 的狀態 也就是說有聖人的教法 還留存在這個世間 有這些五教聖人的教法 我們得以依循 我們得以呢 這個一步一驅啊 然後呢踏上覺悟之途 這個是真正的走向 幸福快樂 所以人要幸福快樂 不要從外面去追尋 不要每天去抱怨你的父母 你的這個妻子 你的太太 或者是說你的丈夫 去抱怨你的兒女 抱怨你的公司 同事 老闆 這些呢通通放下 你就不要去管了 你就不要再去想了 你依照聖人的準則去做事 就是在人情上 好好的力行 好好的用功夫 那麼你就自然會得到 那一份身心的泰然 那一份定靜之德啊 那這一份定靜之德 讓自己呢 就可以進入到這種 禪定的狀態 入定的狀態啊 這個入定的狀態呢 不是說你跑到什麼地方去 去逍遙了 而是說呢 你就在此時此刻 你就在這個環境裡面 可以悠悠自得 而且這個環境呢 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個元素啊 甚至呢 你要幫助這個環境的所有的人 都達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這個才是 楊明先生呢 他所傳的自良知的一個道理啊 所以他曾經說啊 拋棄自家無限賬 這個圓門 圓門直播 笑貧兒 拋棄自家的這種無限保障啊 結果呢 這個圓門直播啊 去跟人家討飯 去跟人家要錢 學習這些乞丐 這個是誰呢 這個就是我們啊 我們現在呢就是這樣子 學著乞丐啊 到處去跟人家要錢 要錢 可是你不曉得 你的內在 有無限的保障啊 你那顆保障 可以讓你一輩子 花用不完啊 不要說一輩子 永生永世 你也花用不完 你這個 花用不完的保障 你不去用它 結果呢 你就學著人家去討飯 學乞丐去 去要錢討飯 那麼你不是錯用功夫嗎 你不是呢 去往外追逐嗎 你不是捨本逐末嗎 所以今天呢 楊明先生他告訴我們 我們要去找到那個自家的保障 啊我們說自家的保障 就是良者良人 你要把它找出來 我們這裡講 你要把它啟發出來 你要回歸到至善 你要讓你的良知良人 隨時都可以放諸四海 這樣呢 你才能夠真正得到那個道體 真正得到那份這個逍遙自在 這是儒家 所教的良知良人 所以你看道之宗子 他都是講儒家的東西 講做人的道理 但是呢 也不失於這種 出世間的一種修為 所以儒家的修法 都是在這個心的掌握 所以儒家講的境界 他講的理論 也沒有說 比較 比較初級 或者是說比較不圓滿 他講的是非常圓滿 只是呢 後天的人 他不會去做 也不懂了這個道理 如果今天我們看到王陽明這樣的一個學術 我們才知道說 哇人的那個良知本性 良知良人 是這麼樣的圓滿 我應該呢 來去追逐他 來去尋找他 所以 明者見信 吃者見妙 明白的人呢 看到自己的良知良人 看到自己的那份本性 可是愚痴的人呢 去蓋大廟 去辦這些活動 然後浪費錢 浪費精神 結果一生都用在這個浪費的 各位錢錢 大家早安 到至宗子 到至宗子 講到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我們必須了解到 什麼是真的 那什麼是假的 古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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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們 以除妄為主 莫再求真啊 所謂但以除妄 莫再求真啊 除妄就是去除妄想 除妄就是儒家講的格物 他說呢 除了除妄之外 你不需要再去找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 本來具足 你再去找真的 那就是頭上安頭 你本來就有頭了 你為什麼還要去找一個頭呢 所以這個是 錯誤的之間啊 所以一切以除妄為主 我們本來就有頭 我們說那個頭 就是我們的良知良能 本來就有良知良能 這個良知良能呢 也代表著 我們人 那一份親近的心 慈悲的心 平等的心 真誠的心 這些至善的美德啊 都是我們良知良能 的發端 那所以呢 不需要在頭上找頭 只要以去除妄想 那這個妄想 這個道理可生啊 真正的眾生 能夠明瞭 他的妄想啊 是這麼樣的綿密繁複啊 是這麼樣的一層一層 從無間 從無間 間斷過 所以人 的起心妄念 都是妄想 只要你有一個動念 那麼都是妄想 只有我們昨天講的 不變隨緣啊 孔老夫子說 從心所欲不一舉啊 你的起心動念 是因為 眾生的需要 而發出 而感應 那麼這個起心動念呢 是 不變隨緣 那既然是隨緣了 境界來了 現前 境界沒有了就沒有了 所以還記得我們講 智人用心若靜 那個道理嗎 那昨天我們講王陽敏的思想 智良知 知行合一 那王陽敏 先生啊 他因為在這個知行上面 有獨特的認知 有特別的體悟啊 所以他講出來了 很符合道體 我們現在讀起來 他的書呢 就好像 我們道場裡面 在傳述的 這種先佛的心聲一樣 那所以我們 把王陽敏的先生呢 把他徹底的 好好的來研究 相信呢 各位一定也會有很好的認知 那對於修行的下手處啊 你會更清楚 那種理事上的關係啊 你會更明白 那當然呢 黃陽敏的先生的代表作 傳習路 這也是厚厚一本 那都是文言文 尤其是講心性的 一般人呢 一般人呢 沒有辦法 特別的去 了解他 即使是道清啊 你要看懂這個古文啊 也要有相當的公義 所以我們只要 所以我們只將 王陽敏 他的一個 主要的一些論點啊 把他提速出來 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 借著 拋穿隱逆的方式啊 能夠讓大家清楚 一個儒家 一個現代的修行人 如何在修行的心性上 能夠下功夫 能夠得利 那王陽敏他 另外一句話 他又講 外心以求理 此之行之所以惡也 你要求理 這個呢 是 之跟行 所以變成惡 這個外心 你往外去追求 追求這個 理事上的 這種 原理原則啊 那他說這個是惡 惡法不是佛法 惡法不是正法 惡法也不是大道 所以 理跟心是一個 理跟心沒有分別 心就是理 理就是心啊 這個就是 楊敏先生他所講的 外心以求理 外心沒有辦法求理 只有內心才有辦法求理 我們記得 先前曾經講過 這個 這個 要 行善 能夠呢 真正的行善 必須呢 了解到 這種 理路 這種心理上的善 要從心理上的善 來入手 來下功夫啊 那麼才真正的 那麼才真正的 叫做改惡向善 那 楊敏先生他這裡講 外心以求理 那麼你在外面 要去追逐 要去追逐 這些真理真道啊 要追逐神仙 追逐佛菩薩 那個呢 都是 外心 你要求的 求到真正的理 你 沒處可求 那即使你 跟在民事的旁邊 民事早將道傳給你的 那麼你跟在民事的旁邊 不見得你就是 早一點悟到 你跟在大德者的身邊 也不見得你早一點就能夠成就 一切呢 都是在 內心 好 你的心性上的掌握 以及呢 理事上的明白 你心性掌握了 理事當然就明白了 所以呢 不外乎這個 內心求理啊 所以不可以外心求理 所以王陽明主張心極理 心極理的道理呢 就是一切的這些理 一切的事項啊 事項所含的這個道理啊 都在心裡面 那他這個講法跟佛家 跟道家所講的完全都是 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知行呢 不能夠為二 知行是二 二法 也不是佛法 不是正法 也不是大道 所以知行要 要能夠是一啊 這個就是他所強調的知行合一 那他講呢 求理於無心 此聖門知行合一之 教 求理於無心啊 那麼我們修行 我們要講心性的道理 講自善的道理 聖人所教 無意不是知行合一的道理 啊 要能知能行 能知不能行 那麼你所知的 只是知 知見上的了解 那麼能行不能知呢 那麼也是會有一點誤處 但是呢不能夠大車大物 總是呢 能行還比能知要好一點 但是因為你不能知 所以你行的呢 除非有明思在知道你 否則呢 你不曉得所行 是否得重 那所以呢 一定要 拜明思 求真道 你才能夠得到 真知 有了真知 你才能夠真行 所以我們講過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真人是誰 真人就是 我們的良知良人 那麼因為我們現在看不到良知良人 所以真人呢 就用另一個方式 來教我們 那就是明思代表真人 明思來教我們 我們的良知良人 的歸項處 那明思教我們的呢 我們就要開始去走 去歷行 去實踐 那麼 去實踐了 你證悟到了良知良人的巨數 那麼你就跟明思一樣 就跟真人一樣 他說呢 這個是聖門啊 知行合一之教 古代的聖人 現代的聖人 所教的完全都是這樣子 都是教人之行合一啊 那現在的教法 就是叫你要去 弘揚正法 你要去度化眾生 你一定要呢 你一定要呢 藉著這個度化眾生的磨練 那麼你才可以 證悟到我們的這種 良知良人 那一份的圓滿 那度化眾生在哪裡度 在家裡面度 從家開始度情 從家開始度情 那麼你度人 你一定要有相當嚴格的自我要求啊 所以你要先格物自知 你要對於這個道理呢 完全是非常清楚明白啊 你看桃園明聖經 他這個明聖經的意思啊 他首先就叫我們 明白這個聖 聖理 他藉著桃園的這種表法 叫我們明白聖教 所以這個明的道理啊 那是我們修行最主要的 一個追求 你看這個日月都代表明 日月合起來就明 那麼白天呢 太陽非常的光亮 普照大地 我們呢 這個大地呢 因此而得以光明 也得以呢 這個生生不息啊 那月 月亮在晚上 晚上月亮的光明 其實呢 他的這個光明 更凸顯了這個光明的重要性 哦 大地一片漆黑 可是呢 孤月獨亮 於山頭 於空中 這個表示呢 我們處在任何 這個地理環境 時空環境之中啊 我們都必須要堅持 是月亮的那一份 這個清高啊 那清高不是驕傲的意思 清呢是不染著 高呢 高是呢 能夠看得更清楚 那所以這是清高啊 這是日月 它所代表的這種 表法的意義 那麼我們清楚了 我們明白了 那麼就要趕快 從家裡面的人 度化起 哦 這個家庭裡面 夫妻是一體的 所以夫得到了 妻也要跟著得到 夫妻要一起行道 然後可以教化小孩 可以度化父母 家庭裡面得度了 那麼就可以 齊家 哦 就可以趕快一個社區 趕快一個社會 趕快一個國家 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我記得 我的小朋友 現在呢 才五歲多了 哦 十歲才五歲多 虛歲就算六歲多 那麼他的智慧開得很慢 哦這個 一直呢都處在呢 感覺好像同盟未開啊 那個狀態啊 哦所以 讓我們很長腦筋 也不曉得怎麼教這個孩子 那我們又沒有說 是學過教育 哦 也沒有老師的那份耐心 不會教小孩子 真的不曉得怎麼辦 那我就跟我太太 商量 就說我們 就說我們 我們家人啊 同在 一起的時間啊 那就是晚上 那所以呢 晚上的時段啊 我們就不要 去看電視 看有的沒有的 去做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那我們呢 就應該呢 好好的來做 教化小孩子這個工作 那我太太說了 可是小孩子 他不願意讓你教啊 他坐不住啊 他到處亂跑啊 他喜歡呢 東東敲西打的 我們一度還懷疑我 我那個兒子是 是否 為過動兒 實在是太好動了 坐不住 也不受教 哦 在幼稚園 老師也很頭痛 那跟著人家做 也不曉得在做什麼 反正這樣跟著人家做就對了 那也沒有辦法真正的教他什麼 那我在想這樣很麻煩啊 那我這個孩子 求觀聖帝君釋給的 那麼觀聖帝君 所釋下來的這個孩子 應該有特別的作用啊 那怎麼現在的智慧沒有開呢 那怎麼辦呢 當然就要再去求觀聖帝君啊 幫助小孩子趕快開智慧啊 哦 至少跟一般人一樣 你看五歲大的孩子 至少應該可以跟大人 這樣互動 這樣對答吧 那麼我突然有一個 想法 然後 我就跟我太太商量 說呢 我們晚上喔 我們現在 都來看 那個 阿彌陀佛的電視來 因為晚上也不曉得幹什麼 除了有道場的活動 那晚上在家呢 除了看電視 哦 那真的也不曉得幹什麼 那我太太說 好啊 那大家都來看阿彌陀佛的電視台 哦 那當然就是 淨空老和尚 他在講經所法的那個電視台 哦 我跟他講 只要有小孩子 在電視機面前 我們就不能夠看其他的節目 哦 不能夠看連續劇 看綜藝節目 看卡通影片 以免呢 污染了他的心靈 那結果我們 醒了一段時間 哎 沒想到 真的看到了效果 那因為我們是一貫道 可是呢 並沒有一貫道的電視台啊 只有阿彌陀佛的電視台 是我們是 比較能夠接受的 那所以呢 就只好看阿彌陀佛 那麼看阿彌陀佛的電視台之後啊 看了一段時間呢 真的發生了作用 那麼小孩子呢 也跟著看阿彌陀佛 那麼小孩子沒有辦法聽課啊 因為他根本坐不住 也聽不懂 但是呢他課堂跟課堂之間啊 有這個放阿彌陀佛的 這個朗誦唱歌的 的這個畫面 所以呢 每次到了 這個課堂的休息時段啊 阿彌陀佛開始唱歌了 那麼我小孩子呢 就特別安靜 他就會坐下來 他不再好動了 就在看那個電視 在唱阿彌陀佛 嗯 甚至他自己呢 也跟著這樣哼 跟著這樣唱 那當他在唱 唱久了之後呢 他還會看看父母 欸 這個父母 爸爸媽媽媽你們怎麼都沒有唱 你要唱啊 我們也笑一笑說 好啊 那就來唱啊 唱阿彌陀佛 就跟著他唱 那麼所以呢 下課 他們播放阿彌陀佛這一段 就是在接受阿彌陀佛教法的 的時段 那麼 那麼 等到恢復了 獎金鎖法的課程 那小孩子呢 又開始活蹦亂跳 開始 東敲西打 喔 他特別喜歡 冒險犯難 喔 喜歡做一些危險的動作 喔 爬高啦 磚椅啦 喔 這個真的是 讓人看得很擔心啊 但是呢 他一邊在玩 一邊有在聽 阿彌陀佛的獎金說法 那麼呢 只要呢 我們把電視台 切到其他的畫面去 喔 我太太常常看不下去了 那他就把它切到連續去 切到連續去啊 那他這個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聽到聲音已經變了 他就馬上回頭說 我要看阿彌陀佛 我要看阿彌陀佛 結果你如果不聽他的 他就一直在那裡跟你吵 我要看阿彌陀佛 我要看阿彌陀佛 就這樣一直吵 吵到呢 我們必須呢 把畫面呢 轉回到阿彌陀佛的電視台 那他才沒有吵 繼續去玩 欸我看這樣子 欸這樣也不錯 也蠻有作用的 那只好呢 我跟我太太 跟著聽 金空老和尚在講課 當然我本身就很喜歡聽 所以呢 我為了 那個如沐春風啊 可是我太太啊 坐不住啊 聽不下去啊 那我就跟他講 為了小孩 你也要忍耐啊 所以呢 後來他也跟著聽 所以我太太在到場 講課的次數 雖然不多啊 那每天聽阿彌陀佛的講課 這樣累積下來也不少 所以我 我在說啊 小孩子 度化了你啊 小孩子度了媽媽 因為媽媽不喜歡聽課 所以小孩子用這種方式來度他 欸你說這樣有沒有道理 很有道理啊 小孩子雖然不懂 可是呢 他 借著這些 人 這些事 這些物啊 欸 他也可以度化人 那小孩子 因為白天 在阿嬤家 的幼稚園附近 上課 那我沒有在幼稚園的時候 那都在阿嬤家 晚上接到我家 那在阿嬤家的時候呢 他也要求要看阿彌陀佛 只要電視畫面一出來 他就要看阿彌陀佛啊 那阿嬤阿公也沒辦法啊 好啊 孫子要看阿彌陀佛 只好播給他看啊 那播給他看 大人也要聽啊 所以大人也跟著聽 所以小孩子也跟著度化了 阿公阿嬤 喔 我說 哎呀這個不得了啊 這個小孩子 用這種方式來度大人 這樣也不錯 一直到看到後面呢 實在是大人看了都看不下去了 那有時候呢 我自己也沒辦法 因為我早上已經看了很很久了 那晚上他回來了他還要看 那還要看我想看卡通影片 對不對 我只要一看卡通影片 結果呢 他就馬上說他要看阿彌陀佛 結果馬上跟我爭 那他要看阿彌陀佛 我要看卡通影片 我就覺得很慚愧啊 我竟然那小孩子來教我 你說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那我就隨順 我在的時候一定隨順 那我太太在的時候 我就 那就不一定了 那他我就想說 其實這也是一種教化方式 那麼每天啊 小孩子都有接近到道場 我是說每天喔 所以他每天只要聽到 那個電視台播阿彌陀佛唱歌 他就靜下來 跟著在唱阿彌陀佛 每天唱阿彌陀佛自然的 而魯木呢 他心中也有佛嘛 這也很好啊 這個大人沒有再接觸這個 久了 聽盡空老法師的講經說法 他也懂了一些道理 那他是不是這樣呢 是不是呢 可以透過這個 來啟發他的良知良忍之至善呢 當然可以啊 佛佛道統啊 哪有哪有說 什麼佛可以度眾生 什麼佛不能度眾生呢 那但是你會問啊 那我們是一貫道的 我們不是念阿彌陀佛的 那麼你念阿彌陀佛 念久了就跑到阿彌陀佛那裡去了 這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啊 我曾經想過 的確會這樣子 而且我們長一輩的人啊 我們的前輩啊 會認為說啊 阿彌陀佛就是對 對我們的道沒有信心 但是後學仔細思維啊 你們想想看 這個阿彌陀佛跟彌勒佛 我們的老祖師是彌勒佛 我們是要回歸到彌勒淨土 跟彌勒佛平壽萬教 然後呢回歸禮天 所以我們中間還有一段責任還沒有了 就是杜禄 杜禄化九六億元胎佛子 這個責任還沒有了 我們的願望呢是 再來 我們要做一名再來人 佛菩薩蹭願而來啊 所以我們自己 起碼要修到 這個佛菩薩的境界啊 你才有能力說蹭願再來啊 那你做蹭願再來了 就可以跟阿彌陀佛 普渡眾生 平壽萬教 就可以跟彌勒佛 普渡眾生 平壽萬教 那麼彌勒佛 這個三朝普渡了 真正的金雞三暢了 哦大家呢在龍華會上 朝拜老母 你也有一份子 這個是我們的願望 那阿彌陀佛呢 那阿彌陀佛呢怎麼辦呢 那阿彌陀佛呢怎麼辦呢 這個後學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甚至我的媽媽 她呢在 在將近往生之前啊 喔 因為她腦這個身體不方便之後 我們只有把她送到 安養中心啊 小孩子沒有時間照顧 也沒有能力照顧 那她只願意住在她的家 我們的家在高雄 其他的地方她不願意住 我住在雲林 我想在雲林好好的來孝敬她 她不願意坐雲林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隨順她的意志 那結果呢 我的兄弟商量就是 只有把她送到安養中心啊 有人照顧啊 環境也不錯 那她在安養中心的這段期間呢 其實感覺上 整個人生就已經在走下坡了 每天吃飽睡睡飽吃啊 也沒有什麼精神支柱 所以每次我去看她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 你要常常念佛啊 你就念佛號啊 那我問她說你 你還記得什麼樣的佛嗎 她就說阿彌陀佛啊 我還有得念佛啊 你看我媽媽 在晚年的時候 還記得阿彌陀佛 那這整個事情回想起來 就讓我有一個體悟啊 你看現在小孩子 也記得阿彌陀佛 老年人也記得阿彌陀佛 所以可見阿彌陀佛在我們這個眾生之中啊 那種淺藏的那種意識根啊 已經是生殖很深 所以有句話說 這個佳佳觀世音互互彌陀佛 這個道理原來是這樣子 每個人呢 臨終之前想到了都是阿彌陀佛 那麼你說啊你不是拜明師的嗎 你不是在這個彌陀佛的 的徒孫嗎 但是呢老年人 老人家雖然有求道了 但是呢 記不住 記公和佛 記不住彌陀佛 只記了阿彌陀佛 那麼你說你要怎麼辦呢 你叫他都不要念 都不要想 那他呢不是更空虛更空無嗎 那小孩子 他也會只會念阿彌陀佛 因為呢只有這個媒介可以 可以讓他呢 去觸及啊 所以我整個把它回想起來 我終於想通了一個道理 這個道理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彌勒真經 最後面的一句話 南摩天元太保阿彌陀佛 想到以前在法會的時候 老師曾經教我們 要常常念 彌勒真經最後這一句 常常慈送 我這樣想起來 哦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如此啊 你看老師教我們常常慈送 南摩天元太保阿彌陀佛 他沒有教我們慈送 也沒有教我們慈送 觀世音菩薩 也沒有教我們慈送彌勒佛 都沒有啊 他就教我們常常慈送 南摩天元太保阿彌陀佛 那彌勒真經的最後這個佛號 這不是老祖師彌勒佛的佛號嗎 那麼彌勒佛的佛號為什麼會是阿彌陀佛呢 這個我是百思不解啊 你彌勒佛你就叫彌勒佛 大家也比較好稱呼啊 結果呢你不是 你叫阿彌陀佛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阿彌陀佛 已經在我們淺意識裡面 早就種下了這種善根 我們淺意識裡面有這樣的善根在 可見阿彌陀佛影響力量啊很深很深啊 我們不曉得累結累世啊 都在念阿彌陀佛 都有阿彌陀佛的這種隱形影子啊 在我們的第八意識裡面 那重點來了 所以 彌勒佛祖師 他會用阿彌陀佛的佛號 來做他的佛號 這個就是我體悟出來的道理 我不曉得 我體悟了是不是很圓滿 但是我認為這個應該是這樣子 你看彌勒佛為什麼要叫阿彌陀佛 因為呢 他也在這個極樂世界 這個修行成佛 那麼極樂世界修行成佛的佛啊 也叫阿彌陀佛 那這個彌勒祖師是要平收萬教的啊 那麼大家的潛意識都只有阿彌陀佛 他當然用阿彌陀佛的形象 來度化眾生啊 來普度九六億元台佛子 來平收萬教啊 那這樣有錯嗎 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所以南無天原代保阿彌陀佛 其實就是彌勒祖師 其實呢就是彌陀佛 就是阿彌陀佛 佛佛道統啊 佛跟佛本來就沒有形象 本來就是互通的 為了方便 方便呢接受眾生啊 所以呢他用這些佛號 用這些形象來度化眾生 那麼阿彌陀佛 他前面再加一個天原太保阿彌陀佛 那天原太保又是什麼意思呢 天原啊我們講是道家的名詞 道家所講時空的單位 所以時間跟空間的單位就是天原 天就是指這個空間 原呢就是指時間 所以時間跟空間的單位啊 那就是整個統合起來 所有的時空都包包起來 也就是說呢 盡虛空騙法界 所有一切的眾生 通通要普渡 那怎麼普渡呢 當然就是 後面這個 太保 用太保來普渡 太保又是什麼呢 太保 然後呢 依照我們古時候的一個 的稱法 的一個關階啊 有分為 太師 太父 跟太保 這三個位階 那麼太師呢 當然就是國師啊 以這個教導皇上 指導皇上的一個老師 那稱為太師 那太父呢 太父就是教導這些皇子 皇孫啊 他們的老師 皇宮裡面的老師 教導這些 皇子的 皇孫的 這個就叫太父 那太保呢 太保呢 太保就是 教導全國民眾的 的老師 就叫太保 他的官位呢 就叫太保 所以太保 現在我們的 名詞來講 就是教育部長啊 他主管教育的 那麼 彌勒佛 他要普渡收緣 他要呢 度化 九六億元代佛寺 那他是不是要教化呢 我們上次 想過 我們不用教育這個名詞 因為教育是外來詞 教化才是 中國人 中國一直在用的詞彙 教化就包括 教導跟話語 教導他就是用各種 這種 口頭的方法 文字的方式 上課的方式 來教導他 所以教導的 有包括道德 包括倫理 包括知識 包括呢 科技 那 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古典 古典裡面 有很多天文學 有很多物理學 只是呢 那時候不叫天文學 不叫物理學 那東東呢 包括在教育裡面 這是教導 那化呢就是化育 化育呢就是五行的 老師你要做好典範 你要做好呢 這個聖賢人 他所教的一個 言行標準 你老師要做出來 老師你不做出來 你叫孩子做 孩子怎麼做得出來 孩子怎麼會聽你的呢 他不會聽你的 那這次點出了我們最近 台灣的社會 一個讀經的風氣 讀經的風氣越來越盛 但是你要想到 這些讀經的孩子 你叫他們來讀經 可是呢 他一離開這個讀經的團體 他跟著這個同學之間 在相處的時候 看到學校老師 的那個樣子 然後他看到學生 同學也沒有做好 老師也沒有做好 在家裡面看到 父母也沒有做好 這樣呢他讀經 他會覺得一個 一個大疑問在那裡 為什麼經典這樣教我們 但是呢 這個世間所做的都不是這樣子呢 那他就會呢 否定經典 認為呢經典在騙人 所以有的小孩子啊 他接觸一段時間之後啊 他就再也不接觸了 甚至呢非常的 生惡痛絕 那麼有的人呢 被逼著要讀 讀就讀啊 可是讀到最後他還是呢 不想再接近了 讀到最後他離開這個環境之後呢 他還是照樣被染污 那是為什麼 因為呢 老師根本就沒有以身作者 尤其是他跟他生活 息息相關的父母 也沒有以身作者 父母也沒有修道 也不是聖賢人 老師也沒有修道 也不是聖賢人 那你說 讓這個小朋友他怎麼樣依據 經典的教話 來付諸實踐呢 所以讀經只能夠說 一死的風氣啊 真正有辦法教化人心啊 那真的效果非常有限 那怎麼辦呢 最好的辦法 當然就是 你父母要跟著學 你老師要跟著體 帶頭作用 老師要這個 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學真的要學到一個為人師表的 的這個樣子啊 那你行呢 行要成為一個世間的法則 所謂言而為世間法 行而為天下則啊 喔 你所說出來的話 就是呢天下的一個正法 你的行為呢 就是天下人的準則 這個呢才真的是 是為人師表 所應該達到的一個境界 那所以 這個父母不是聖先人 我們也希望說 當小孩子在讀經的時候 父母也跟著一起學習 也跟著一起做 那麼老師 在這個標準上呢 就非常的嚴苛 喔老師你要做到學為人師行為示範 你自己的修行 要達到一定的水準 喔一定的典範 那他才可以教化父母 教化學生嘛 教化社會大眾嘛 這才是真正的名師啊 啊我們說小技工 喔我們要幫師尊師母 這個普渡三朝 這個才是真正的在幫師尊師母 你不成為小技工 你哪有辦法幫助師尊師母 你只是在害師尊師母而已啊 那所以呢 我們想到這樣 那麼老師跟父母的角色 就相對的重要 同時要修正 你看我們大學講齊家 齊家事實上它的標準呢 就是呢父母跟小孩子都做到 做到一個典範出來 那你才能夠齊家 那今天呢 我們回歸到剛才所講的 這個南摩天元太保 太保就是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要號令這些全國的老師 全國的這些 這些師資啊 通通來學習聖人的教化 聖人的典範 你自己要懂得 你的良知良人在哪裡 那麼人的這個 心性啊 本來自善 你要把這個本來自善的心性啊 把它啟發出來 那啟發的動作呢 你必須是你自己身體力行 你必須呢 是這個家長也跟著人身體力行 這個才叫做教化 化欲是無形的化欲 我們說過化存神 你跟中國人用這個化 是讓他的這個心性呢 真正的開啟 真正的這個 讓他的智慧流露 那這樣呢 才有所謂的欲的作用 欲就是幫助他成長 不管是在生命上 在會命上 你都要幫他成長 那這個是教育部長 重責大任 沒有比教育這件事情 更要更來的重要 所以為什麼 彌勒祖師的佛號 會是太保 太保 太保就是要教 淨虛空遍法淨 所有的眾生 來歸屈到佛的一個之間 喔 開導眾生 進入佛的之間 指示眾生 進入佛的之間 讓眾生呢 誤入佛的之間 那這個呢 才叫做 這個 天圓太保 天圓太保阿彌陀佛 那麼阿彌陀佛 是因為弘揚起的時期 遺留下來那個善根 你要繼續把它發揚 所以彌勒祖師 是用阿彌陀佛的佛號 來成就眾生 所以我們一貫道地址 我們念阿彌陀佛 其實呢 就是回向到 南某天園代表阿彌陀佛 那就對了 所以 念阿彌陀佛可不可以 可以 你不用刻意去念彌勒佛 去念激功活佛 去念什麼佛 不需要 你只要念阿彌陀佛 你最熟悉的 最朗朗上口的 你把它好好念 唸了回向 回向到 這個 禮天 回向到彌勒淨土 回向到呢 這個白仰的這種 榮華三會 那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彌勒佛 他一片的用心阿 一片的苦心阿 他這樣的心阿 真的沒有人去講 沒有人去參數阿 眾生不曉得 修道人不曉得 到現在我們沒有人在講 這個南無天原太保阿彌陀佛 是什麼意思 我們只是跟著念 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聽人講過 為什麼 彌勒佛 那裡面有阿彌陀佛呢 那彌勒佛跟阿彌陀佛怎麼會 會扯在一起呢 沒有人知道 這個就是佛佛道統的道理 那麼我們現在知道了 老師 所有的訓文上 沒有教我們念佛 有教我們磕頭 用五字真言 但是五字真言呢 又不能夠用出聲音 所以你也不能教人 但是呢 老師有教我們 常常念 南無天原太保阿彌陀佛 那你會說 這個好長喔 阿彌陀佛才四個字 現在又變成 南無天原太保阿彌陀佛 十個字 好長啊 其實我們修行人 我們知道阿 念佛 是念 你當下的心阿 當下的清淨心 當下的一個 平等心 你的真誠心阿 你當下那個心 是絕對的 這個無私無染 絕對的那種清淨平等 那麼那個心呢 才是真正的功德阿 那個才是真正的 止於至善阿 所以念佛 你念五聲 念六聲 念十聲 那有什麼差別呢 那只是眾生上的知見而已阿 我們不要錯用功夫了 不要分別彼此了 所以你 你說你不要念那麼多 那你就念阿彌陀佛 我們念阿彌陀佛 絕對不是說我們對老祖師沒有信心 對這個道沒有信心 那因為這個彌勒祖師的佛號就是 有阿彌陀佛 那這樣為什麼不可以念呢 所以要知道我們對道是無比的信心 對於師尊師母的大法 是堅定的相信 那麼你知道你自己要回歸的路向 回歸的途徑 那麼你有什麼害怕呢 我已經瞭然清楚了 所以從 我的媽媽 我的小孩 的這種例子 我個人呢 也下定一種決心 決定呢 要讓自己呢 修行 修行到呢 這個 生死自在 修行到呢 你自己知道怎麼回去 這樣呢 我才能夠報答詩人啊 沒有修行到這樣子 我還不夠圓滿 我還必須努力 所以我現在要不斷的努力 那呢 我的修行方法呢 就是呢 透過 講經說法 喔 我每天要求自己 面對攝影鏡頭 我自己 講給自己聽 所以現在你們看到 我在這裡講 我主要要講給自己聽 那麼你覺得很受用 你就拿來 拿來聽 覺得很不受用 你就不要 不要聽 我講給自己聽 要求自己 每天在一個小時裡面 好好的錄製 好好的講 把自己的體悟人 完全公開的 講出來 所以你知道 後學現在在講課 那我完全是不準備炒稿的 喔 我的後面也沒有大字報可以看 我都是呢 這個 當下流露 當下 體悟啊 喔 有時候在講的時候啊 那些 言辭文句啊 那些說法 根本都不是我在說 根本就是先佛加靈加智 我講過之後 下了台 我就通通忘光了 下一次再來 再來講這個同樣一個課題 那內容完全就不一樣了 所以講的是當下的流露 那所以有這個當下流露 就要看你功夫下的深淺 人家說 台上 台上十分鐘啊 台下是十年功啊 十年的功夫裡面 才累積住 你這個十分鐘的功力 你看我們那些奧運的選手 他在表演 表演可能 兩三分鐘而已啊 但是呢 那兩三分鐘最精湛的演出 他可能下了十年的功夫 甚至二十年的功夫 那麼講道理更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每天要求自己 我現在每天一個小時 講經說法 面對鏡頭 我不需要去道場 所以我每天還是可以講課 我用這個功夫呢 來行持 每天可以讓自己呢 在這一個小時裡面 達到定的功夫 那因為呢 在講課之中 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妄想 你旁查其他的思緒 那你講課一定講不好 哦 當然也會有 所以呢 那一堂課必須重講 重錄這個現象常常有 總之呢 要把最好的 最圓滿的體悟啊 來呈現給我們的 同修大眾 希望能夠透過我的體悟啊 讓大家 瞭解到經文的教義 好 所以這個是 講給自己聽 我 不是要講給別人聽 所以你們不要認為說 我講的這麼好 講的這麼事不關己 那你自己做的怎麼樣 我自己做的不怎麼樣 我還在要求自己 但是呢 我覺得這樣 每天一個小時的定功 我就可以達到 這種 定的功夫 我就可以生出智慧 那我們呢 都是用的最普通 最陽春的這種攝影方式 我們沒有人可以打字幕 所以呢 如果我們的同修大眾 有人願意幫我們打字幕 幫我們做後製啊 那真的是天恩師德 我要非常的感激啊 如果說 我們有很多志同的道合 道合的這些朋友 能夠呢 願意來加入幫忙 希望呢 讓這個政法 繼續流傳下去 那麼這種方式呢 其實也是一種 更好的弘揚方式 我們現在 道場還停留在 就是要出去度人 出去呢 去成全人 出去獎金說法 但是我們不曉得說 現在時代在變 科技呢是日新月異 科技所帶給我們的便利程度啊 雖然超過我們的損失啊 所謂得不償失啊 但是呢 科技也能夠幫我們弘法 弘法就能夠立生 我們利用科技的方法 來這個弘法立生 那麼這個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樣的 以前你沒有出去啊 人家會認為說你在弘什麼法 你沒有出去關心人家 你沒有出去成全人家 師尊師母還希望我們每天 一個兩 一個十一天裡面啊 兩個小時去成全別人 你可以成到 但是現在 現在的社會 原貌啊 已經是不一樣了 沒有人願意跟你 你這樣子兩個小時耗在那裡 你浪費自己的時間 也浪費別人的時間 那別人不一定對你有好感 那所以呢 後學選擇用這種方式 其實呢 也是進功老和尚 他教的 我就是學習他的樣子 學習他的樣子 來弘法立生 那麼如果有一點點的注意啊 我相信呢 那這樣就能夠 讓自己覺得 自己的一些努力啊 還可以看到 一個效果 那你看現在 在網路這麼發達 那衛星這麼發達 那網路可以播放 這些色情暴力 網路為什麼不能夠播放 這些 國菩薩的訊息 仙佛的訊息 講經說法 的這些道理呢 當然也可以啊 其實一把刀 有 好壞兩面啊 看你要怎麼用 雖然科技呢 就像一把刀 他把人呢 可以割得了 像遍體淋傷啊 但是呢 那是因為人心 他沒有辦法 掌握到這份良知良能 沒有辦法看到 人的那份 這個至善的一面 所以當他刀拿起來的時候 他所砍向的都是呢 都是為錢為利 為求明文利養 都是呢 自私自利 都是呢 這個 損人利己 這個是完全是 負面的 的心態 完全不是自善 也沒有良知良能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妄心 都是呢 這個血肉之心呢 所作為 那我們的良知呢 我們良知被 攀稱賜愛 這些妄想給 敏蓋住了 以至於良知沒有辦法 發漏 那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去講 不斷的去弘揚去稱數 喔 久而久之呢 希望能夠做到呢 教化的功能 喔 你講一遍他聽不懂 講兩遍講三遍 那誰有能 誰有時間 誰有這個 辦法 這樣每天一遍兩遍的講 我們透過科技 透過這個網路 衛星 透過光碟 你就可以一遍一遍的聽 一遍一遍的 來 反省自己 只有光碟可以一遍一遍的 在讓我們聽啊 你看我們的 道場課堂上的課 哪有辦法一遍一遍的講 那如果說 這個講的講師呢 他本身的體悟又不深 我們也是在那裡浪費時間 那所以後學 用這種 自我修煉的方式 來跟大家結緣 希望呢 能夠為師尊師母的 這種弘揚大道啊 開啟一條路 這一條路呢 是普渡眾生 這一條路呢 是這個 成全人 度化自己 的一個 康壯大道 喔 所以 今天啊 我們這樣 把我的例子 跟這些道場上 理事項 這個心性的 這些原理原則啊 把他講清楚 也希望呢 大家在這一方面呢 聽了之後呢 聽了之後呢 有所領悟 在智良知知醒合一上啊 能夠體會到陽明先生 他所說出來的這些道理 知醒合一知教 哦 哦 如 他說呢 知知真切 賭實 處 即是行 哦 知知真切 賭實處 即行 哦 賭實處 賭實就是真正的認知了解 那就是行 行之明覺 經察處 就是知 行了 你去了解 你去察 察覺 你去體悟了 那就是真正的知 這知行功夫 不可理 知行功夫啊 本不可理 所以他可見呢 他這個經察處 跟這個真實處啊 他是知行合一的一個道理 各位千賢 大家早安 道知宗子 今天講到 第十七句的經文 己利利人 我們聽說 孔老夫子 三死而立 哦 四死而不破 那麼孔老夫子 他一生的 修行的這個 依據啊 就是在 做人的得目上 那但是呢 這個 也有一個 時間上的變化 年齡上的變化 也就是說 隨著 年紀的增長 那麼他必須呢 有近一層的突破 那這一層的突破呢 代表一種修行的功夫 那孔老夫子 他給我們 人 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那三死而立 你看三十歲 正好是一個人 最青春 最光滑 最精粹的一個年代 那如果說我們把 人的一生 分為四季 那麼春天 就是 零歲到二十歲之間 夏天呢 就是二十歲到四十歲之間 你看春天這個 這個 春雨下來 然後呢 滋潤萬物 萬物呢 準備呢 這個 蓬勃發展 但是真正蓬勃發展 要等到夏天 所以二十歲到四十歲 這段過程 正好是大地呢 萌動 大地精致 整個萬物 欣欣向榮 這樣的一個時代 那四十歲到六十歲 這個就是人的中壮年的時期 那中壮年的時期呢 那這個時候呢 事業有成 享受的年輕人 年輕的時代 所努力下來的成果 那麼呢 不用像夏天那個時期啊 要拼命的去蓬勃發展啊 拼命的去 努力業績啊 創造事業啊 這個時候就是收成的時候了 所以我們說秋收 那這樣的一個秋收的時期啊 是一個太平的年代 是一個無事的年代 秋收之後 農民啊 大家都在田裡面 準備冬季的食品 冬季過冬的食物啊 所以大家呢都是啊 歡慶年年啊 準備過冬啊 所以過冬是要有準備的 那麼你看 這個六十歲到八十歲 那就是冬天的時期 人 走到了這個冬季的時期 那冬季呢 代表的 萬物收束 萬物凋零 整個天地呢 呃 停止冰封 這樣的一個現狀 那即使沒有下雪的地方 那也是呢 這個大地呢 一片的這個激淨 那這種激淨呢 就給人一種澄清 這個定 淨綠的這樣的一個 心情啊 可以讓人在下一個季節裡面 重新出發 那麼如果人 能夠活過八十歲 那他就一個 新的一個 年代的輪迴又開始了 所以八十歲的人 就好像呢 這個小孩子一樣 喔 所謂煩惱煩惱 那我們都希望煩惱煩惱 喔 我們也希望呢 自己 有那個 壽命 能夠活過八十歲 然後呢 繼續的 在修學的路上 有所突破 那這樣看起來 喔 我們如果 少年得志的人 晚運不佳 那這樣呢 那這樣呢 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因為老年人 已經沒有體力了 即使有心 想要創造 事物 想要打拼事業 但是呢 心有餘而力不足 喔 所以呢 我們不期待說 這個 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如果呢 能夠讓你安享晚年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是一個很美好 很圓滿的一生啊 可是想想 人的一生 哪有不經過奮鬥 就平空得來的呢 喔 不經過奮鬥就平空得來 這種呢 也是有啊 但是呢 但是呢 這個在 過程之中啊 他們 就比較沒有體悟到 那一種 人 人生 所需要面對的 那一種困頓 打擊 以及呢 各種的這種 毀謗批評 乃至各種 摧折 那所以 三十而力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時間點 那這個時間點呢 孔老夫子 給我們做示範 是你起碼呢 在三十歲 你要有力 那力是什麼 力就是一個力足點 你要有那個力足點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力足點上 你可以安身立命 你可以頂天立地 你可以跟整個人 天地萬物 共處 的一個力足點 那所以這個力足點 對自己來講 是很重要 那麼如果說 你的力足點 是父母親給你的 是主上給你的 那當然 這個也是一個力足點 但是呢 要保有家業 保有這個主上的德 所以你要繼續的 幾利利人 我們不要讓父 不過三代 這樣的一句話 成為我們的魔咒 父呢 就要繼續的保持下去 讓他父更有貴 貴 父貴雙全了 你還能夠得到 清紅雙響 你還能夠得到這個 天絕 所謂人絕 焉有天絕貴 公民焉有道明高 這句話 人絕 就是我們人世間 的這個官路 富貴 那這些 公民利路啊 這些是人絕 是人給你的 是後天的福報 那天絕呢 天絕是 我們在天上的 一個 一個這種 神位 也就是說我們 佛菩薩 所證得的 一個位階 這個是天絕 這個是天絕 那人絕的福報 是比不上天絕 更不用講 他的那一份 清靜自在 但是我們在人世間啊 講的都是跟人有關係的 我們每天所處 所言所行 都是跟人的互動 那如果把人抽離了 你講到幾例例人 那個也沒有立早點 也就是說這句話也沒有意義的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 你還在深山鼓洞修行 你還在這個廟裡面 喬塔念唱 那麼呢 這個已經不是符合現代的時機 那不是符合現代的時機 你連立都沒有 更不用說要立人了 你看這個飛機 他還有一種這個立足點 也就是說他的航道 飛機的航道 只要呢 他根據這個航道而飛行 那麼就能夠達到目標 船 火車 火車有軌道 船也有他的航道 那麼只要靠著 依賴了這個航道而走 那就可以走到目標 那人也有一個目標 這個我們人的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回歸本位 如果說你把目標定在 我要當總統 我要做董事長 那你的志向未免太小了 你的目標呢 太近了 如果說總統啦 這個董事長啦 這些 這些人的福報 都比不上 仙佛菩薩 那麼你為什麼不求 那種永恆的樂壽呢 為什麼不求那種 光明清靜的本來面目呢 所以人的航道 就是人的三綱五常 五輪八德 其實這個我們就一再的強調 你把人的標準做好 你就可以立在這個標準上 好好的來成就你自己 包括你要追求的這些 人世間的公民利路 你都可以追求的到 好 那麼你如果說你命裡有的 那麼你就會擁有那麼多 你命裡沒有的你就不會擁有 那麼多 也就是說你命裡有一千萬 那麼這個一千萬呢 你還必須去 在你的立足點上 好好的去努力去奮鬥 你要去申請 像老天爺申請 申請你的福報 讓你這個人世間 能夠享有你之前所奮鬥下來的 那一點福報 繼續在你這一世裡面用 但是呢也有可能福報 你所申請的福報啊 它不是全部給你 譬如說你申請的 的福報是一千萬 但是呢老天爺給你五百萬 那這另外五百萬也是你的 但是呢暫時不給你 為什麼呢 因為呢要看你的 心念 你的度量 還有你的修為 來訂定啊 你可以享有的福報 那所以老天爺爺爺爺爺 你的你的修為 你的心量還不夠那麼大 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給你完全的福報 讓你下一輩子再繼續擁有 這一輩子不完全給你 那還有啊 就是你去申請的這個福報 那麼要看你怎麼申請 你的申請如果是用正當的手段 就是你去奮鬥 你去努力 你去正常的 去公司上班 賺錢 這個就是你該有的福報 甚至你做董事長了 你去跟人家做業務 你賺多少錢 這些呢都要透過人事間的努力啊 去申請 喔 該有的 該是你的 就會給你 所以呢 你根本不需要操心 但是說你 不是說你不用努力喔 你還是要努力去申請 因為呢 老天會依據你努力的程度 來給你 多少福報 喔 一個人一千萬 假設一千萬的話 那麼你這一生 你怎麼努力 就給你多少 喔 有的人是多給 早給 有的人晚給 有的人呢 平均給 喔 早給的就是我們說的少年得志 結果呢 晚年七場 喔 落魄不甘啊 那這樣呢 還不如說不要那麼早給 所以老天有一個衡量的尺度啊 那麼這個衡量的尺度呢 光看你的心的變化 那你會說老天到底是誰啊 誰在阻想這件事情 沒有人在阻想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你的念 你的波動 喔 你的那個磁場 你的磁場感應到整個萬事萬物 然後呢 它所回饋給來 給你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是因果 喔 我們也可以把它說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呢 那這個關係呢 因為太過微妙 這個 微妙的變化 喔 撒那撒那在上面 人的 這個 智慧啊 一死還沒有辦法 領悟到這種現象 但人的智慧本來是圓滿具足的啊 喔 所以你沒有辦法領悟到這個現象 也就是說你的圓滿智慧是還沒有達到圓滿具足 那要誰才可以呢 只有佛菩薩才可以 喔 了解 了解到整個因果現象 所以 有一句話說 理不出心性啊 道理的理 這個道理啊 不出心性啊 人的心 人的性 他那個變化 都是在撒那撒那之間 性是不動 可是性會受的這個心的干擾 性會因為心的干擾 而呈現出各種喜怒愛樂 喔 貪嗔恥愛 所以心性的變化 都是 是 那個理 對理的認知 有多深 有多淺 喔 那那是 是不出因果 是呢 就是人世間的各類事情 喔 我們說 人 跟自己的關係 人跟社會的關係 人跟自然的關係 我們說過這三種關係啊 就是 道之宗子 所強調的三條 路線 三個範圍 通通包括了 那道之宗子呢 以儒家的修史為主 所以呢 通通把這個 收納在道之宗子裡面 我們如果能夠照著 道之宗子的每一條經文 喔 立志去實踐 做一條 又得一條 喔 做做了 圓滿了 那你就成佛了 所以今天講到幾立立人啊 我們要想到自己的立圖點在哪裡 喔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公民立路 這個福報的問題啊 如果說 你所申請的 不是正常的手段 喔 你用不正當的手段 你用呢欺騙拐蒙 這個方法 得到錢財 你要知道 這個錢財也是你的 本來是你的 結果呢 你用不正當的手段 來得到你應該得的錢 所以呢 整個新的變化波動 已經產生了壞的影響 你本來可以申請到一千萬的 結果呢 已經打折了 可能打了對折 也可能打了兩折三折 你只有申請到五百萬 或者是說更少 只有申請到兩百萬三百萬 可是你本來有一千萬啊 你用這種 偷辨欺詐的方式 結果呢 你得到兩百萬三百萬 你還很高興 你不曉得說 你可以申請到一千萬的 所以這個事理啊 是不是很微細 很微妙 這個誰 任誰也沒有辦法清楚這個道理 只有佛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所以 釋迦摩尼佛是現在我們的世間啊 他把這個出世間的事情啊 理相因果通通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了解這些事情之後啊 我們再來 這個 站穩這些立足點 好好的來修行啊 那麼我們必然可以成就 喔 必然可以成就 那所以現在雖然不是說弘揚旗 來應運 弘揚旗已經過去了 但是呢 他的那個理事因果 那個道理都還在 都還是需要我們去遵守的 所以為什麼有一句話說 君子樂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啊 君子很高興做到的君子 因為呢 他知道很多事情 不可以強求 不可以呢 這個欺詐 偷騙 這些行為呢 不是君子的行為 君子坦荡荡 所以君子所做的行為 都是光明正大 這個直來直往 他不會跟人家 用什麼心機啊 這個是君子 所以君子所所得的福報 雖然只有一點點 他努力去辛苦 申請 結果申請了都只有一點點 你看孔老夫子的弟子 有誰富有了呢 只有一個啊 子貢是富有的 其他的呢 都是四線這種貧窮相 那有一次子貢去看了這個原線 看到原線這麼樣貧苦 他那個門呢 用竹籬巴 把它立起來 那整個整個房間呢 就是茅草蓋頂 籬巴為座牆這樣子 然後看到他呢 麵有菜色 吃也吃不飽 那子路來的時候呢 是坐著高官大車啊 哇這個 三隻馬的車 馬車呢說非常的高 那裝飾非常的豪華 而且呢水桶的人呢 也是排列成兩列 一附這種 富貴人的氣象 結果來看到原線 他的同學 那子貢看到這個樣子 他有一點不屑一顧 就很不屑的問他 你怎麼會病得這麼嚴重呢 這個原線呢 一聽到子貢這麼問話 馬上呢 有一種君子 那種傲骨之氣 他雖然生活上 沒有得到很好的 這種滋養 但是呢他精神上 卻是非常的豐厚 所以他就跟子貢講 我不是病 我只是貧 我不是病 那貧呢 可以呢兩袖清風 可以呢毫無牽掛 那病呢 病是肉體上的折磨 身心上的憂慮 所以我沒有肉體上的折磨 也沒有身心上的憂慮 我只是貧 我沒有病 哇這個子貢 聽他原線這麼講 表示呢 哇這個人很有志祈 也有他自己的堅持 所以呢就很客氣的跟他 跟他行安行禮問好 那我們知道 富貴啊難有道 富貴還能夠擁有道啊 那這個人是不簡單 這個人是佛菩薩再來的 我們說平道平道 從來沒有人在講富道富道 清平才有道 因為呢你不會對物欲展召 不會對物欲有所執著 你剛在順考之中 富貴是順考 在順考之中 考掉了多少元胎佛子 考掉了多少先佛菩薩 大家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 那麼我還需要努力修行嗎 修行只是一種玩票 我來到場玩一玩 人家有需要講課來講一講 有需要點到我來點一點 這個是屬於玩票啊 人家說 修行變成是搞時尚的玩意啊 但是呢如果說富貴之人還能夠修到 那他的成就肯定在這些貧窮之人的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他福貴雙修啊 他以前累積這麼多福報 今次呢可以享有這些福報 然後呢他又願意在道場裡面 盡心盡力的修行 修到半道 那麼他的成就肯定比這些貧窮人還要快 所以我們現在呢 看得到電視上這些 名人啊 這些高官啊 或者是說這些董事長 他們拘手投足之間啊 喪以益跡啊 都是益來益跡的 人家說益來益跡 那錢都不是 我們能夠向 向往的啊 所以 他們那種身份地位啊 實在是高出一般人太多了 那像他們這種人 如果還願意 在道場盡心付出 道場修持的話 那這個人 肯定是佛菩薩再來 那最有名的例子 我們講到 長榮集團 董事長 董事長張榮發 這個人 那這個人是不簡單的 本身擁有這麼大的事業 可是呢都願意在道場 這樣付出 這樣努力的修到半道 當然他的生活細節我們不清楚 只是用他的例子 我們來說明 這個人啊一定有他的善根福德 所以我們今天 要知道把自己的立足點把它立好 不要被外在的這些公民立路 這些貧困艱難啊 所左右了 我們的立足點 就是立在我們的 做人的本分上 做人的本分 我們強調 這個三綱五常 我們強調五輪八德 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 我們就把這個做人的本分把它立足好 所以這個做人本分 哪有在乎你是有錢人沒有錢人 你是這個做官的人還是富貴的人 不在乎這個啊 你在哪裡都是可以行人道啊 你難道富貴的人就不需要講理敬嗎 講信用嗎 不需要講孝順嗎 不可能 那你貧賤的人你就可以不用信用嗎 你就可以去偷竊嗎 你就可以違背坐歹嗎 這也是不可能 你去做了只有讓自己更加卑賤 所以很多現在這個弱勢的團體集合起來 大家為這些弱勢的人啊 找出路 有的這個 比如說 這個神智發展有障礙的 或者是說這個四肢有障礙的 那麼有心人士啊 把這些人集結在一起 然後呢 給他們找工作 或者是說給他們工作 發薪水給他們 那麼你發薪水給他們 幫他們找出路 除了這樣之外 你還要做一個動作 那就是教育他們 教化他們 如果說他們的心念 沒有得到聖賢人的教化 那麼他們在得到工作 得到這些薪資的同時啊 他們還是一樣起貪生吃慢 還是一樣有七情六欲啊 甚至呢會因為自己殘障 認為別人應該同情他 所以呢 如果說自己做不好 那也是別人應該同情的 如果說自己呢 在做事上稍微保護一點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呢 人家都會同情我 而且呢 人家應該同情我 那如果有這樣的思想的人呢 那會讓自己呢 更加的卑賤 下一次的投生啊 需要更多人來幫助你 你才有辦法生活 所以 我們必須教化 把教化呢 落實在他們的生活之中 透過你給他工作 給他薪資的這個機會 你要呢把這些聖賢人的道理啊 把它用在這個 這個工作的時段裡面 去教化他們 他們一點一滴接受到聖賢人的教會啊 他們才有辦法從理上改 從信念上改 你光給他錢 給他工作那是沒有用的 那只能救得了一死啊 你救不了一世啊 即使你這一世都有人幫助他 那麼下一世呢 你想一想看 我們現在社會上 這些 這種慈善團體 這些這種弱勢的團體 他們有沒有在這方面下功夫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我們講到這個富貴人的團體 雖然他們可以予取以求啊 可是呢他們也要教化 因為他們的受教化之後 他們影響力量更大 那麼他們能夠把福報 轉變成功德 所以呢 他們呢這個所影響的範圍 所可以度化的眾生會更大 那所以富貴人 也是需要透過一種教化的功夫啊 來成就他們 所以呢 都不出聖賢人的教化啊 那所以我們今天 為什麼是這樣 每天不斷的帶來講經說法 那麼你講經說法 不一定有人要聽啊 好 他也不一定有時間 在你安排的時段來聽啊 所以現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網路 就是衛星 就是靠這個DVD 利用科技來傳道 這個是目前現今啊 最好的方式 所影響的方圍呢 也是呢最廣 最受益啊 用這種方式你可以反覆聽 你對於不明瞭的道理呢 還可以重複的溫習 重複的去了解 所以我們以前到場那種觀念 一定要走到人家家裡面去成全 這個觀念已經 改變了 雖然還是需要人情上的接觸 但是呢 這個畢竟呢 時代潮流已經不是主流了 每天出去兩個小時 這種觀念呢 這個 真的是不是符合現在了 人家也不願意接受你 那麼你這樣辛苦勞累 也沒有得到什麼成績 那麼你為什麼不能夠好好的在一個 定點上 好好的來發揮 幾立立人的功夫呢 幾達達人的功夫啊 所以我們現在講幾立立人 每一個人 應該找出他的立足點 起碼讓自己呢 可以安身立命 可以呢頂頂頂立地 那孔子三十歲而立 那他額立這個 這個說法啊 那他可以聚足無量益啊 那什麼叫額立啊 他是因為可以養家虎口了嗎 那還是說呢 他娶妻生子了 或者是說在社會上 有一族之地了 他可以不用靠別人自己 可以養我自己 那只是這樣嗎 想想這個都是人基本上的立足點 那每一個人基本上的立足點 都是在這種 身體上的一個安養 那家庭上的一個安養 這樣呢還不夠 還不夠 不夠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到這中子的三個範圍 人跟自己的關係 人跟家庭的關係 人跟社這個 人跟家庭社會的關係啊 社會是包括家庭 所以這是只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人跟自然的關係 這三個範圍 這三個範圍 都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我們把人跟自己的關係 先把它弄好 所以今天呢 講幾滴滴人 就是呢 你跟你自己的心 跟你自己的性 對於心性 對於這種理事的關係 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才能夠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的道理 那你去圓滿他就是聖人 你還達到九十分而已 你就是閒人 你只有達到六十分 七十分 那是君子 那你不及格 就不能夠算是 一個立足點 你沒有立足啊 你如果還在六十分以下 沒有立足 你還要繼續努力 所以孔子在論語他講的這句話 夫人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打而打人 能盡取弊 可謂人之方也以 所以孔子他講的 其實呢 就是推己己人 也就是說 在立人的過程當中 來立己 所以立己跟立人 是同時進行的 立己跟立人 是一件事情 不是兩件事情 不是說自己 這個頂天立地的 可以安身立命的 結果呢 你才想到去幫助別人 也安身立命 不是這樣子 孔子是把這件事情 講成一句話 所以可見呢 這個是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 同時完成所有的動作 這個就是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 真的是影響很大 他的道理很深啊 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 善人 是一個君子 那麼你所影響的範圍有多大 因你而受到教化 受到啟發的人 有多少 你看我最近在看那個 黃鳳以言行錄 所以這個人 也不簡單 你看他只是一個農 農夫啊 裝家漢啊 也不識字 竟然可以悟到 辦出了萬國道德會 還會呢 醫治人家的病 會講病 那講病是因為 人的五輪關係出了變化 人的五常心性呢 產生了變質 所以他從五常五輪裡面呢 來講 講這個道理 把人的病呢 就治好了 所以人跟生的關係啊 其實是有很微妙的變化 人這個人跟生 人跟自己 都搞不好了 你怎麼可能會 有辦法幫助別人 你哪有辦法立人啊 更不用說達人了 所以孔子認為 一個忍者啊 想要立己啊 己欲立而立人 想要立己就要立人 想要打己就要打人 他說能盡取屁 能盡取屁 其實呢就是叫你 這兩件事情同同時動作 就是推擠其人 那你怎麼推擠 你自己要能夠成就 你才能夠推擠啊 他說這個是人 這個就是人 之方啊 成人的方法 成人的道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成人 就是成幫助百姓 幫助眾生 幫助天下萬物 那就是幫助自己 所以你看這個 很有意思喔 很有道理 而且呢 細細體會起來 真的人 離不開神 人的道理啊 你都沒有搞清楚 沒有弄明白 然後你就去 出家當而上 或者是說你就去 去參禅打坐 摧腹念咒的 去學這些法術 那麼你的 你人還是沒有做好啊 人沒有做好 你這個本沒有力啊 本沒有力 你怎麼可能可以 深知展業呢 你怎麼可以 可能會開花結果呢 這個道理我們想 就知道了吧 根本不需要說 太多深奧的道理 來解釋它 那所以 台灣啊 很多人 都被這個 儒家的思想 給搞混亂了 被佛家的思想 啊打 迷滅的 遺忘的追求啊 一味的追求啊 被儒家思想搞混亂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呢 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五千年以來 五千年以來 都是在 講這個 做人的道理 儒家的思想 講到的 人都不想聽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离教吃人 這個說法呢 就是因為 常常在講這些 這些老掉牙的東西 這些 古人所留下來的這些話頭 跟現在有什麼用呢 沒有用 所以民國初年 為什麼會把 這個 孔孟思想 丟到毛坑裡面啊 要全盤西化 你看全盤西化 把我們中國人的根 全部都拋除 那拋除了 這棵樹呢 快要孤枝了啊 快要孤死掉了 在還沒有孤死掉之前啊 還好有覺悟啊 覺悟到說 這是我們的根本啊 我們必須用根本來救自己啊 不是靠西方的那個 藥物啊 你跟西藥 我們都知道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那你頭痛怎麼來的 不知道 反正把你頭治好就好了 腳病 腳的痛怎麼來的 無所謂 那你的腳不痛 那就對了 這個就是西醫啊 那麼我們中國人 為什麼不發展西醫這套理論啊 我們的祖先 為什麼都沒有這套理論啊 那是因為 那根本不是究竟啊 中國人是非常有智慧的 要醫病只要醫源頭啊 你這個源頭不醫的話 那你妝衣那些表象有什麼用 腫瘤來了 好腫瘤把它割掉 那就沒事了 要長到其他地方 要其他地方再割掉 這裡有病動 這裡把它開刀 都是用這種方式 你看這個非常殘暴啊 殘暴的原因就是因為 腫瘤 我們說一些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的產生啊 其實都是我們的 這個業障所產生的 我們講過病的三種原因 內陰 內陰外陰 不內外陰 內陰就是因為我們 吃了不乾淨的東西 我們這個 這個 起了一些 心浮氣躁的念頭 外陰呢 就是外在的 外在的這個 風寒鼠絲造火 外在的壓力 外在的這種干擾 外在的困頓 這個都算了 那不內外陰呢 不內外陰講得更廣 講得更深的 不是外在不是內在的 那有可能是你跟冤親在主 類似的冤親在主 當然這個 中醫不講冤親在主 中醫講習氣 你的習氣 那習氣弱就會引發 你外在的這些干擾 譬如說你的習氣是乾 你容易動怒 那麼乾 在動怒的每每動怒的情況下 就顯得比較脆弱 那脆弱的同時呢 可能就有這些外在的干擾 這些冤親在主 我們說的夜障病 它就附在肝上 讓你產生病痛 或者是說 不是不是冤親在主 而是呢你自己習氣 累積太久了 這個怒氣呢 產生太久了 那怒氣產生久了 當然就生病了 當然就生病了 所以這個這種 這個事情啊 慢慢分析啊 這個要開專題來講 我們才能夠把它講清楚 講明白 另外 我們今天只講幾立立人 所以你立立好了嗎 你先問問自己 公安夫子三十而立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達到聖人這樣的高明 那麼我們至少也要四十而立啊 五十而立啊 好立不是你成家立業 搞錯了 聖人的標準 不是這樣子 那只是一個外在的 外在的力 你要內在的力 也就是說 你的夫妻關係有沒有弄好 父子關係有沒有調好 你跟這個老闆的關係有沒有相處好 你跟朋友的關係有沒有對待好 這是五輪的關係啊 你的仁義理智性 裡面你是不是哪一條還沒有做好 哪一條圓滿了 這個是利己啊 所以幾一粒啊 你必須在這個功夫上好好地下 你在公司你就做好員工的角色 做好老闆的角色 在家庭做好父親 做好子女的角色 做好媽媽的角色 在外面 同事之間 同僚之間 同學之間 你要做好你該有的本分 那你要 幾遇利而利人 利人你要達到君親師的標準 哦 根據你的經驗 根據你的經驗 根據你的智慧 你慢慢地來做 哦 聖賢人沒有教你一下子要圓滿 你總是要慢慢做 慢慢地去體會 那麼君親師這個標準啊 就是教我們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你要做君你要做親你要做師 在這樣才叫利人啊 哦你才有辦法幾利啊 所以損人利己這句話是錯誤的 損人決定沒有辦法利己 損人是害己 只有呢 利人才可以利己 這個觀念我們必須了解 那我們諺語有一句話說 人不會己啊 天諸地滅 那麼大家呢 把這句話呢 說得習以為常 結果呢 經過聖賢人的教化之後 我們才知道這句話呢 是很大的傷害 很大的錯誤 你用傷害別人的方式來幫助自己 那這個呢 這個幫助絕對是有限的 而且呢這個幫助呢 也是你命中有的 但是呢 你用幫助別人的方式來幫助自己 那這個幫助呢才是很長的 才是久遠的 所以很多事情啊 你要想一想 在對方的立場 即使自己受委屈了 受責備了 你也要忍下來 一切法得成於忍嘛 你的忍的功夫做到了 那麼你才可以做到其他的這個德行 真的所謂吉利利忍啊 所以菩薩 這些賢人君子 他們哪一個不是從忍之中做起來 那所以他們為了什麼 為了要立己 為了要立真 從教化眾生的這種過程 來幫助自己覺悟 幫助自己成就 那你說幫助自己不就是絲嗎 對啊 所以老實講 宮中有絲嘛 活佛恩師裡面他有講 你看他說 這個絲啊 絲人的絲這個字啊 這個字呢就有一個公 公的一個字 字根在裡面 那這個公呢就有一個絲的字根在裡面 欸你看這個比喻巧了 那這個比喻真的是很妙 所以公思不二 公思唯一 那大道不是二啊 二法不是大道 佛法不是二 佛法是一 佛法是不二法門 所以從這個道理啊 我們才知道說 己利利忍不是兩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必須要清楚 那麼我們剛開始 還沒有辦法幫助別人 你看 從零歲到二十歲 我們都要靠父母 靠這個師長 靠這些長輩 來給我們拉拔 給我們教育 所以人生的這個春天的過程 幾乎都是接受外來的幫助 然後你二十歲以後成人了 二十歲到四十歲 是夏天 人生的夏天就是你要開始去努力的 你要開始去回饋這個人 人世間 那麼你怎麼做呢 那麼我們這裡大致把它分為一個四個項目 四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養生命 養生命 養生命 你的生命是父母給你的 那麼你至少你的生命 你要保持住 讓他健健康康 讓他呢 國得自自在在 這個是養生命 所以這個養生命 我們說養生 其實這個裡面 有很深的道理 單單養生 在莊子裡面就講了 講了不少 那我們現在說的養生 主要在講這個正命 也就是說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經濟生活 我們的經濟生活 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那現在女孩子比男孩子還會賺錢 女孩子可以獨立自主 不需要靠男孩子的臉色 所以這個是時代的不一樣 那男孩子呢 那更需要養生啊 養這個這個事業 所以你要在事業上 要紮下基礎 但是現在事業率這麼高 沒有收入的人特別多 尤其是男生 沒有收入的靠 在家庭裡面靠父母 那這個人都不算設立 都不算立即 所以你一定要 有一個穩定的經濟生活 那你要去努力 那麼事業率怎麼辦呢 其實事業率是自己所造成的 你看社會上 工作那麼多 怎麼可能會找不到工作呢 沒有錯 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這個是比比皆是 其實事業率就是這麼來 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但是呢 找不到適合工作之前 你也要磨練一點社會經驗 你的人生的資料 也是要繼續的去磨練它 所以不是沒有工作 而是你不願意做 沒有不景氣 只有不爭氣 你想想 這些 以前的人講的話 想一想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自己願意爭氣了 那麼你去掃馬路 你去掃廁所 這個都有工作可以做 現在清潔隊的工作 人家真的要 因為收入穩定 一般的人還找不到 那麼你剛才說明一種現象 就是呢 很多人不願意委屈求全 他一口氣忍不下來 那尤其是呢 大專畢業的大學生 碩士生一大堆 教育之門大開啊 結果呢 形成教育之亂 我們的教育沒有教育到 結果呢 教一些呢 這個 有文品的 的 這些學生啊 這樣有文品之後 他們呢 自視太高了 自命清高啊 不願意委屈求全 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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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意去幹這些 誤會的工作 或者是說 卑賤的工作 所以呢 必須引進外勞 所以這整個社會現象 是這樣形成 所以說來說去 還是 但是 人跟自己的關係 沒有處理好 那沒有處理好 你連基本的經濟生活 都沒有辦法立足 那麼你還有其他的呢 你有什麼興趣 你有什麼這個 死命 義務 這個都不用談 有一句話說 法輪未轉 十輪先啊 你這個法輪 還沒有動 這些大法 都還沒有 你要這個 教化眾生 普度眾生的事情 都還沒有做 你要必須先填飽肚子 你要有力氣做啊 你連力氣都沒有了 你怎麼去轉法輪 所以十輪先就是叫你說 要先填飽肚子 所以我們這裡說 養生命 其實啊 就是要先 在你的 身體 生活 的這種 維持啊 你要有一個穩定的來源 再來就是養惠命 養惠命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人生的目標 人生的價值是什麼 人生的價值 我把它定位在乘勝乘賢 那麼有的人不是這麼定位 有的人就是 喜歡做 做工程師 做做科技人士 做這個董事長 那麼我們要必須清楚 什麼叫惠命 惠命是永恒不斷的 相續不斷的 惠命是長久的 我們要追求到這個惠命啊 必須拜明師啊 然後明師才能夠指引我們這一條 永恒不喜的這樣的一個大道 所以在這個惠命上啊 要去得利公利眼 三不朽 要把這種心啊 把它調適到最圓滿的境界 所以人到圓滿 天到才會圓滿 這個是屬於養惠命 然後呢你可以培養自己的 嗜好 你的興趣 你可以寫書法 你可以看書 聽音樂 等等 或者是說呢插花聊天 研究道理 這個都是人跟人相處的之間 一些移情養性的方法 有的人以修道半道 來做為自己的興趣 這個更好 所以人是要有興趣的 他活下去呢 長久活下去了 才有一種中和調劑的 的那個味道出來 沒有調劑的這種 這種調味料啊 那麼你每天在那裡沖啊 你也會沖垮 會沖淚啊 那我們要學習更多 法門無量試願學啊 我們要學習更多 得讓我們自己 有那個壽命啊 壽命夠長 你才能夠學得夠多 那麼這個 細水長流啊 這種方式啊 就是你要培養自己的興趣 再來就是 人的義務 人的價值 人的願力是什麼 你在對於這個人 處在這個世間 你有一定的這個死命要去完成 這個死命呢 也許你不知道 但是呢 你後來一定會知道 你總是喜歡做什麼事情 這些事情呢 對於全世界 國家人民有幫助的 那麼這個就是你的這個死命義務 所以你要讓自己 有那個慈悲心 服務的心 把苦的心去幫助別人 這個叫做 慈悲嘛 慈悲 悲就是把人的苦 慈就是給人家快樂 所以我們說慈 是幾達到人 悲是幾利利人 先以把苦為主 所以幾利利人的標準就是慈悲 這個條件立足了 你才可以說呢 幾利利的 你才可以說呢 這個人道圓滿 天道圓滿 我們說 宇宙事就是分內事 這個道理呢 相當的深 如果說我自己 能夠在這份責任使命 價值義務上 能夠把它做好 其實就是在完成 整個宇宙的秩序 所以宇宙的秩序 就是我的使命 宇宙的秩序 就是我的工作 我一生 要來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就是要跟整個世界 整個人群 合合為一啊 沒有彼此 沒有對待 沒有妄想 沒有執著 我就是為了完成整個 宇宙的大使命 所以為人有己 而又人無災 你要做人 我遇人施人自已啊 你想要做人 這個人就會出現 你想要做人 是要靠自己 由自己來 來發發動他 不是靠外來的 不是靠師長 也不是靠父母 你必須靠你自己的力量 去發動他 你自己的力量去發動他了 你自己立了 當然就可以試著去 去立你的家人 立你的這個社區 去立你的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甚至整個世界 那是幾利利人啊 我們講到這個宇宙 那更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就是我們要跳脫輪迴 跳脫輪迴就是回歸到我們的本來面目 回歸到本來面目 就是整個宇宙 的一個現象 整個世界就是我 我這個世界是因我而成立的 所以我如果能夠跳出這個世界 然後再來看到我 那麼這個我的事情不就是我的 宇宙的事情不就是我的 大家早安 大家好